第781章转变的观念 林园最不习惯的就是下跪这一类的东西 哪怕是张连飞在拜他为师的时候 林园虽然尊重传统 也是有点难以接受 尤其是吉泽家梅死死抱住了他的双腿 那柔软的质感让他非常尴尬 周围还有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呢 尽管这些人不知道林园腿上的感觉 可林园总觉得这些人能够洞悉这一切 吉泽小姐 吉泽小姐 你先起来好吗 咱们有话好好说 林医生 我知道 我的家人给您带来了极大的侮辱和伤害 但我父亲却没有这样 请您出手救救我的父亲吧 我愿意付出任何的代价 求您了 场面相当尴尬 林园看看周围的人 赶紧说道 好吧 吉泽小姐 你起来 我出手就是了 听到林园承诺出手 吉泽家梅才站了起来 林园安抚了一下吉泽家梅 郑重说道 吉泽小姐 有些事情我必须要提前跟你说清楚 我答应你出手 但是你要有心理准备 我不一定就能够去活你的父亲 可以说 就活的概率非常之低 这个你能接受吗 吉泽家梅到了这个时候 根本就没有别的想法了 皮埃尔都准备走了 那就说明吉泽俊雄差不多要完了 要是有办法 国内的这些医生早就动手了 林医生 我相信您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我都会对您感激不尽的 嗯 这就好 杜鞭 你去给吉泽先生行针 务必要把他的生命体征降低到最低限度 我还需要药物 杜鞭一目答应一声 转身走进了吉泽俊雄的病房 林园拿出了手机 打给了云老 吉泽俊雄的病情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不敢动手 汤药还有行针 都不能解决他心脏几乎全部被堵的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 吉泽俊雄的心脏是非常危险的 要是用汤药或者是行针刺激 心脏搏动 血流加速会因为拴堵而发生骤停的危险 唯一的可行性办法 就是激发吉泽俊雄的生命潜力 让心脏在缺血的情况下还能够不停搏动 所以 林园需要续命丸的帮助 才能够化解这环环相扣的凶险病情 续命丸炼制极其复杂 而且关键的药材极其稀缺 上次因为进京求亲 党少波特批了那么些药材 心得手深草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成药材 所以林园只能求助手里有续命丸的人了 本来送往那里最多 但林园可是十分怕这个老爷子 搞不好就挨顿讯 还是找云爷爷能少挨骂 云老一听 马上表示可以 不过 云老提出了请求 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听说了这东西 纷纷上门求要 虽然存世的老哥们不多了 但手里的东西也不够分的 云老希望林园在下次练制续命丸的时候 能给他个十丸八丸的 林园当即表示没问题 别人的事情可以耽误 但云爷爷的事情绝对不能怠慢了 云老要了地址 说用最快的速度给发过去 林园计算了一下时间 云老就算是用航空快递 也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 他告诉集泽家美 还需要等待一天的时间 集泽家美无条件信任林园 林园便带着集泽家美进了病房 周围的医生都想长长见识 纷纷翘翘跟了进去 好在集泽俊雄的病房足够大 并不耽误众人的参观 进了病房 集泽家美被吓了一跳 集泽俊雄所有的呼吸书液等辅助设备 全部被撤掉了 而且集泽俊雄身上的衣服也被脱的就剩下一条短裤 集泽俊雄的身上插满了亮晶晶的银针 哦神奇的针灸技术 林会长 没想到我又能看到这样的记忆 PIR 这是中医中很重要的一门学科类 是通过自己人体的相应反射区 进而达到目的的一种技术 这个 对于你们欧美人来说 恐怕很难以接受 不不不 林会长 你这是用有色眼镜在看待我们欧美人 现在 中医的针灸技术 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重视 我们浩越国一协会 每年会拨出50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专门研究这项古老的神奇技术 哦 PIR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 我的意思是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 会导致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完全不同 就比如说眼前的针灸 在你们看来 就是人体的反射区 在我们的思维中 就是连接身体庞大气血运行的一个节点 不 林会长 我想您的眼光也应该开阔一点了 我们西方人固然有刻板偏见 但对于像针灸这样的科学 接受的程度还是很快的 林会长 我有些不明白 明明是病人的心脏有问题 您的学生 为什么会把所有的经脉全给扎了呢 林元真的有些目瞪口呆了 就冲着PIR的这句话 就知道他最起码是知道人体的所有经脉的 欧美人什么时候这么大胆接受中医的东西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医的理论 可是被视作是形而上学的东西 是带有浓厚的维新色彩的理论啊 PIR看看林元的表情 说道 林会长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吗 当代世界 虽然是以西方的世界观为主体潮流 但在科学的认识上 我们也是走了不少弯路 甚至是付出了血的代价 没有布鲁诺的鲜血 近代的科学还在要黑暗中摸索多久 这都是血的教训啊 林元心中十分感慨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科学的生命力 在于其不可被磨灭 坚持真理的人 或许可以被毁灭 但真理却是无法被毁灭的 中医 固然有太多的糟粕 但它无疑是整个自然科学中 最璀璨的明珠之一 无论过去多久 只要人类存在 就不可以抹杀中医应该具有的高度 皮埃尔先生 我确实是对西方朋友有这样的偏见 对此 我想你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哦 这应该是愚蠢的偏见所带来的恶果 就像是我 在35岁以前 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 尤其是东黎 现在 你们东黎用你们的实力 证明我是错的 在这种偏见对峙当中 受伤的往往是真理 我们不谈这个了 林会长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呢 皮埃尔所说的 应该就是指的杜边一幕 把吉泽俊雄的所有经脉都封住了的问题 是这样的 皮埃尔 现在吉泽先生的身体 除了心脏以外 其他的部分都接近正常 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不敢让他的心脏起步太快 通过资料图像我们都看到了 只要他的心脏起步加速 动脉血管栓堵严重 会导致心脏骤停而发生意外的 说到这里 林圆指着吉泽俊雄的身体说道 皮埃尔 有一件真实的案例你应该听说过 浩越国的一所研究机构 曾经用针灸 让用于实验的动物进入到了冬眠的状态 哦这个我知道 哈哈 我明白了 难道你的学生这样做 是为了让吉泽先生进入到冬眠的状态 那倒不至于 杜边把吉泽先生的经脉封住 就是无限减缓吉泽先生身体气血运行 这样他所需要的代谢就会降至最低 而心脏则会根据需要减缓波动 这样就能为我赢得时间了 林会长 用神奇不足以形容我的心情了 我们在具体的临床中 也会采取一些降低病人代谢的手段 不过 我们一般的手法就是降低病人的体温 让病人在失去意识低温环境下代谢 这样有相当大的风险 轻的要出现后遗症 重的会直接丧命啊 皮埃尔说着 凑近了吉泽俊雄的身体 转头对林源说道 我可以触碰一下病人的身体吗 没问题 但是不要碰到针 皮埃尔在没有扎针的地方 轻轻触摸吉泽俊雄的身体 脸上布满了不可思议 真是太神奇了 病人的体温一点没有变化 身体机能确实减缓下来 这简直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啊 其实 这也没什么难以理解的 皮埃尔 这就类似于我们在主动脉上扎紧绳子 血流的供应自然就会减缓 路边所做的 就是把经脉堵塞一下 气血运行慢了 代谢水平自然也就下来了 可是 内脏器官会因为宫血不足 而产生衰竭的问题啊 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皮埃尔 身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你看看这些扎针的部位 实际上就是唤醒腹胶感神经的兴奋 哦 腹胶感神经兴奋 自然而然 全身的所有器官都会陷入到一个近乎休眠的状态 林会长 难道东北古人早就知道这一点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是无数中医前辈在无数的实践中 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现在所解释的 是根据我的临床案例 对这样的效果做出的推断 林会长 说真的 我是真想学习针灸记忆 只不过 针灸所涉及到的东西 对我来说简直就像是外新闻一样 很难懂啊 第七百八十二章怎么做到的 林源这一点好真帮不上皮埃尔什么忙了 针灸这门记忆 根本就不是独立的技术 而是有着一整套的理论基础支撑的 光是学习理论 皮埃尔这个年纪就别想了 别说皮埃尔这个半调子东离国同乐 就算是东离人 面对中医理论 也得是五迷三道的 再就是针灸的手法 那必须是常年累月训练 需要师父亲自指导 林源虽然不想打击皮埃尔 但还是说了实话 皮埃尔 中医针灸的技术 不在于手法 而在于知根于理论体系的判断 我跟你这么说吧 东离国内有位号称真王的田渊博大师 他即便是有着几十年的经验 也得不断丰富自己理论判断体系 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皮埃尔 你看这个学位和古学 学术守阳明大肠经 一般临床来说 主治发热 头痛 目视肿痛 咽喉肿痛 齿痛 耳聋 面肿等十几个病症 一般行针直刺0.5到0.8寸 咱们先从这个寸说起 林源说着 把皮埃尔的手拿起来 把他的除了拇指之外的四指病笼 中医上的这个寸 可不是一个固定的长度 各个中医的标准不尽相同 我所采用的标准 就是这四指病笼为丈量你的穴位尺寸的三寸 以这个为基准 皮埃尔一下子猛圈了 想了一会才想明白 哦 这个尺度 原来是因人而异的 是的 而且刚才所说的病症 并不是说碰到症状就能下针 而是要经过望闻问切的诊断过程 辨证分析 才能够采取或不或谢的行针手法 皮埃尔完全是一副瞎子听雷的感觉 声音完全能听到 但就是不懂是什么意思 算了 我还是别想着学了 我好想看到过穴位还不是恒定的 有多种的解释方法 一个穴位就这样让人抓狂 那么多的穴位 想想就让人要疯掉啊 有的时候真怀疑 你们东黎人是不是外星人的后裔啊 皮埃尔 你也不要丧气 其实学的这些东西还是有用的 比如说 你不能行针 你可以做穴位刺激啊 按摩的效果也是很好的 对 你们东黎人真是有办法 什么东西都能够玩出太多的花样来 对了 你给吉泽先生用药 是不是你上次在燕京使用了续命丸啊 对 就是等续命丸 吉泽先生现在需要的是心脏不能骤停 续命丸灌下去后 药力只要达到心脏一点点 就能够刺激心脏不受限制活动 只有这样 我们才有机会 神奇的中医 神奇的针灸 神奇的药丸 哦 林会长 对中医 我的词汇实在是太匮乏了 你要一直坚守在这里吗 嗯 必须是随时观察病人的病情 在续命丸到来之前 必须要保证吉泽先生的病情不恶化 那好 我在这里陪着你 不 皮埃尔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你还是找个地方休息吧 不 林会长 碰上这样的临床 是人生难得的机会 我怎么能够因为泪而放弃呢 我一定要亲眼见证奇迹的发生 林元没想到 这个皮埃尔竟然这么有毅力 一直陪在身边 看着插满银针的吉泽俊雄 就像是看着一堆宝贝一样 百看不厌 在场的苍鸣国医生就更不用提了 他们饿了就叫点外卖在隔壁吃 困了就闭闭眼睛 重症监护士仿佛成了一个大旅馆一样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 快递晕达了 拿到了续命丸 林元精神陡然紧了起来 林元开出了一张药方 让渡边一幕马上按照药方熬药 火候一定要控制好 在需要的时候马上要低到 渡边一幕街坊走后 林元来到了吉泽俊 吉泽俊雄的身前 林元搭上了吉泽俊雄的脉搏 确认一下他的身体情况 然后把续命丸取出 一捏吉泽俊雄的夹车穴 吉泽俊雄的嘴张开 林元迅速把药丸给他喂下 空气几乎凝滞了 周围的人全部屏住了呼吸 整个的监护病房 似乎都能听到心跳的声音 林元确定吉泽俊雄吞下了药丸 把它放平 从吉泽俊雄的身上不断取下银针 换了一个部位又扎进去 所有的眼球都在盯着林元的手 因为看得仔细 所以能够发现林元的取针 扎针看上去相差不大 但所用到的手法却是有差别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半个小时过去了 吉泽俊雄就好像是一点反应也没有一样 咳咳 忽然吉泽俊雄就好像是被水呛着了一样 开始不停咳嗽 林元从手腕上取下金针铝植 在吉泽俊雄的天珠穴上 撵着针扎了进去 一寸 两寸 三寸 所有人都感觉嘴唇发干 有的人甚至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按照西医的看法 在咽喉部位扎进去这么深 就等于是杀人了 可林元依旧没有停止的意思 金针扎进去五寸才停了下来 吉泽俊雄的身体在不断静暖 但咳嗽声却是没有了 杜鞭 熬的药呢 杜鞭一幕熬了二十分钟的药 刚好把药送到眼前 杜鞭 我灌药的时候取针 以心脏为中心 从远端到近端取针 记住 速度要快 采取的是碾弦的方法推针 说话间 林元一伸手 把吉泽俊雄天突穴上的金针退出来 微微一抬吉泽俊雄的脖子 掰开嘴就给他灌药 林元似乎不太在意别的 撒出来不少也没管 就像是往容器里倒水一样 伸个往下灌 杜鞭一幕紧张退针 等他退完针的时候 林元也刚好给吉泽俊雄灌完药 呵呵 吉泽俊雄的眼睛猛然睁开 嘴里发出了好像是垂死一般的声音 他的眼睛空洞无比 就像是没有明目的死人的眼睛一样 杜鞭 马上把病人固定住 杜鞭一幕十分麻 利用病床上的绑带 把吉泽俊雄的四肢固定住 林元再用金针 在吉泽俊雄的心窝上扎了下去 啊 一连串痛苦的叫声 从吉泽俊雄的嘴里发出 周围的医生都是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 从吉泽俊雄的表情来看 应该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脚痛 这个心脚痛 实际上并不是心脏疼 而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引发的缺痒 导致的胸骨部位的剧烈疼痛 这是非常危险的 有时候一个处置不当 马上就会猝死 林元两眼如鹰笋一般锐利 他的眼睛连眨都不眨 盯着吉泽俊雄颤动的身体 随着吉泽俊雄身体的颤动 林元的手也跟着不断改变 不一会儿 金针越刺越深 忽然 吉泽俊雄身体剧烈一颤 不再抖了 呼 林元产尝出了一口气 抹抹头上的汗水 金针退了出来 众人还在屏着呼吸 生怕自己一个呼吸加醋 就影响到了治疗 林元喘息了一会儿 给吉泽俊雄试试脉 才彻底放松下来 一转头 他才发觉有些不对 周围所有人都像是 如临大帝般的样子 才笑道 没事了 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 麻生柳看看吉泽俊雄 又看看林元 问道 前辈 吉泽先生 万幸啊 我只有不到四成的把握 没想到吉泽先生挺了过来 他应该没有大碍了 麻生 你和同事可以再给吉泽先生 做一次创性血管投影检查 吉泽先生的身体 能够承受得了吗 林元淡笑无语 杜边一幕说道 按照老师说的去做吧 杜边一幕恭敬 引领林元到了旁边的办公室 皮埃尔跟在身后 几次欲言又止 呵呵 皮埃尔 你是不是有很多的问题啊 皮埃尔 善善道 是有太多的问题 只是看你有些累 没好意思问出来 不要紧 我没那么娇贵 有什么问题 你就尽管问好了 林会长 我感觉无法想象 吉泽先生的心血管 几乎都是逼色住了 那是命悬一线啊 他 他怎么还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能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呢 嘿嘿 皮埃尔 本会创性血管投影检查就会出来了 到时候我们以事实说话好不好 这个过程 也就是不到20分钟的时间 皮埃尔老老实实坐下 等候着结果出来 过了20分钟 麻生流把结果拿了过来 皮埃尔也没有什么绅士风度了 一把抢过来就看 这这怎么可能 拴色部位竟然通畅了 完全能够保证正常的生理功学 林会长 你早就知道这样的结果是不是 可是 这一切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呵呵 皮埃尔 我反问一个问题 如果像一条心血管一样的橡皮管在你面前 里面有类似于血栓之类的东西堵着 你去除这些栓堵 会很费事吗 这个应该不费事吧 我只要用一些水 加上一些绒栓剂 增加水压 就能够把这些东西去除掉 林会长 您不会是说 您就是用这种方法 治疗了吉泽先生严重的心血管堵塞症状吧 皮埃尔吃惊说道 第783章分店 事实上 也就是像皮埃尔所说的那样 林渊就是用了这种方法治疗好了吉泽俊雄 这是一套组合拳一样的治疗方案 先是用蓄命丸刺激吉泽俊雄的机体 激发它脏气的功能 使心脏跳动不受血流供给影响 而产生骤停的现象 心脏被刺激始终搏动 就有了血液的流动的原动力 这个时候 给吉泽俊雄灌下的汤药有了作用 林渊开的房子 是用红花 水质等一系列输菌栓堵的药材融合而成的 药物被灌下后很快就会到达病造部位 在这个时候 林渊用金针扎吉泽俊雄的心窝 就等于是刺激吉泽俊雄的心脏 使之心血管疏张 这样 原本闭塞的心血管 就会疏张出来一条狭窄的通道 在红花、水质这样溶栓的药物作用下 血管会一点点通畅 心脏受到的供血会增加 然后再强力供出血液 不断冲刷闭塞的血管 就这样一点点到最后恢复到正常 只不过 这个过程非常凶险 如果中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误 病人马上就会挂掉 这也就是吉泽俊雄为什么会出现心脚痛的症状的原因 因为某个时段心肌严重缺血 就是靠续命丸的刺激才保持波动 这个过程对病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是命悬一线 林元的组合疗法只要稍稍出点问题 病人就会生死两重天 所幸的是 林元成功了 哦 买高的 不可思议 绝对不可思议 林会长 这是上帝之手啊 我想 除了上帝 是不会有这样的神迹的 哦 买高的 买高的 皮埃尔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之情 周围的苍鸣国医生 也都紧张记录林元所说的 但他们被爱发现 这套理论是没问题的 关键是 他们缺少了很重要的一环 那就是续命丸 这个时候 苍鸣国的专家才知道 为什么皮埃尔这个外国人 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续命丸 而且还说 国际心血管专家跟林元的心源慈善合作 只有心源慈善 才能够 才能够调用这些分属不同医疗机构的专家 原来林元有续命完这样的逆天改命班的绝对终极武器啊 碰上了这样的人 除了合作之外 你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 而且 合作的条件 就只能听人家的 别人没有资格谈什么条件 林元刹那间 在众人的眼中成了那种高山羊指班的存在 这个人有些高不可攀 但林元还有一个学生呢 一个苍鸣国专家对杜鞭一目鞠躬道 杜鞭学长 学弟我现在留校任教 作为幻京大学毕业的校友 您不应该忘记母校吧 我代表母校 向您诚挚发出邀请 务必要为母校做些贡献 母校对您的培养 您应该有所回报吧 其实杜鞭一目 在苍鸣国心血管方面 是顶级的专家 要不然 桑田老爷子病重 也不会把杜鞭一目请到东离 以杜鞭一目的成就 在苍鸣国任何一所大学 都有当职业教授的能力 想要吸引杜鞭一目 不是一个职位能够打动的 要想让杜鞭一目加盟 就必须要让杜鞭一目 有无法回绝的理由 或者是无法拒绝的条件 马上又有一名专家说到 杜鞭先生是心血管方面的 顶级专家 而且还得到了 东离中医的精髓传承 他应该是属于全苍鸣国的 怎么能够光是 幻京大学独自拥有呢 杜鞭先生 请到我们早到 填最高学辅当课做讲师 请放心 我们会以最高的待遇对待您 一群平日里彬彬有礼的专家 马上像菜市场的家庭主妇 看见想要的商品一样 对杜鞭一目采取了 抢购一般的疯狂 谁都不是傻子 当今时代 做学问固然是学者第一要务 但是无论干什么 哪怕是有着最崇高的理想 也要钱啊 林元能够让国际顶级的 西医专家拜服 而且表现出来的治疗手段 那都是起死回生一般的神话啊 跟这样的人搭上关系 自己所在的院校名声会像火箭一样窜生 所带来的利益 可以用裁员滚滚来形容啊 麻生流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 本来让杜鞭一目过来帮忙 是解决急责俊雄的病情 没想到 居然会有这样的意外的收获 杜鞭一目跟随林元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受林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冷眼看着这一切 等众人稍稍平静点的时候 双手下压 示意众人安静一下 各位同行 你们的心情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当初在冬里 我是被老师的记忆折服了 所以才投归到他的门下 一直以来 老师对我悉心指点 绝不藏私 老师的记忆精湛 还不是我最佩服的 我最佩服的就是老师博大的心胸 说到这里 杜鞭一目很恭敬转过身来 对着林元区了一个90度的大功 老师的教导 作为学生的我不敢有丝毫的忘记 老师把真酒绝学教给我的时候 曾说要让更多的人学会这样的绝学 但是 有一点要切记 不得以任何的形式把这项绝技用于商业用途 路边一目的话 如重锤一般击打在在场人的心上 所有同行 都向林元微微汗手 表示敬意 各位 我现在的成就 都是老师一手栽培出来的 我今后的任何选择 都会以老师的意志为准则 如果可能 我会一直留在老师的身边 因为老师的教诲 让我人生变得充满意义 现场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 不知道是谁开始鼓掌 掌声让大家都感觉激动起来 热烈的掌声经久不衰 林元看众人的眼光 全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走到了渡边一幕的身边 点头道 渡边 其实你的岁数 对我而言算是医学界的前辈 只不过 你曾经要学中医针灸 我勉为其难收了你做学生 天下没有不散的演习 你的手艺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操作了 渡边一幕赶紧鞠躬道 老师 学生真的想一直待在您的身边 您对我的教诲 你仅仅是技术上的 那充满睿智的人生哲理 也是我应该学习的 呵呵 渡边 人生哲理 应该自己去寻求 你的人生 不应该以我的人生为准绳 苍明国有你的家人 你应该为家人也要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 是 老师 感谢您的指点 渡边 还记得咱们的正气堂吗 你在苍明国这边 也可以开一家这样的诊所 你学习的针灸绝技 还有你自己的心血管方面的知识 要得到更多的认可 你可以一边治病 一边把自己的记忆传授出去 这样 才是我们学医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做出的贡献 嗨 学生一定会谨记老师的教诲 治病救人 把中医绝技传播出去 嗯 这就对了 渡边 你马上去选择一个好的地方 咱们说干就干 我希望 正气堂在苍明国 也要秉承在东立正气堂的规矩 老老实实做事 本本愤愤做人 一身正气 绝不藏私 嗨 渡边一目如同铁柱一般的质感 给林园再次鞠躬 渡边 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绝技务必要不带任何商业目的 要是违背了这一点 我就要在你这里收回 请老师放心 学生绝不敢违背老师的教导 众人说话的时候 急着铭剑进来了 一直没敢插话 看到有机会了 急着铭剑赶紧走过来 深深一弓 双手递给林园一张卡 林先生 请原谅我的鲁莽和无知 这是一千万美金 请你务必收下 渡边一目冷冷道 收起你的臭钱 不要侮辱我的老师 在湘江 有个富豪情老师 只要老师出手就付两亿美金 惹得老师非常生气 哼 急着铭剑脑门上的汗水立马就下来了 众人也以一种怜悯的目光看着这个家伙 本来急着铭剑是惹起了大家的公愤的 因为他的表现实在太无礼了 可是 被这样无情嘲讽 也唤起了大家的同情心 林先生 请原谅我的无礼 是我亵渎了您 请原谅 急着铭剑连连鞠躬 最后保持着一个九十度鞠躬的状态 这多少有些让对方必须接受自己道歉的意思 但林渊没有太在意 急着少爷 可以了 我接受你的道歉 渡边 到了苍明国 你是不是该安排一下我的行程了 是 师父 这次让您受委屈了 我万分抱歉 请先在附近的酒店委屈一下 毕竟这几天您没有好好休息了 然后 再到我的家里 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有幸见到老师 说话间 急着家没走了过来 向林渊深深一躬 林医生 您就获了家父 无论如何 请让我尽一下地主之意 否则 救命恩人没有在这里停留 急着家族会很丢脸的 林医生 请您一定要赏脸 求您了 林源对于苍明国人的礼貌 是比较欣赏的 当然 这种文化表现是源自东尼的汉唐文明 可总是鞠躬客气 他真的有点吃不消啊 第784章抢了主办者的风头 林源一直秉承的是来而不往非离也 你对我客气 我就对你客气 你对我不仁 我绝不会以得抱怨 跟苍明国人在一起 不怕他不礼貌 这样还能省不少力气 最怕的就是苍明国人非常礼貌 东霖是洋洋大国 礼仪上也是非常讲究的 人家频频鞠躬 你不能就挺直腰板跟人家说话吧 林源环礼的幅度虽然小 但太多了也吃不消啊 家美小姐 我确实是有事情 等我有时间 一定再来拜会 你看这样行不行 林医生 家父刚才已经清醒了 我跟家父说起了情况 家父要我务必留下您 否则 家父也无脸见人啊 林医生求您了 林源不怕不客气的 就怕这种太客气的 其实从常理上来说 吉泽家的要求也是和情合理的 怎么说林源也是救命恩人 如果林源一走了之 加上之前有吉泽敏健的无礼 吉泽家真的要被人说三到四的了 刚才吉泽敏健过来道歉 想必也是吉泽俊雄听闻后勒领过来的 不然 就这小子的嚣张气 应该不会向林源低头的 好吧 我在这里待上两天 家美小姐 谢谢你的盛情邀请 太好了 林医生果然是个乐于助人的好人 各位医生 大家都为家父的事情出了利 家父的意思是 要感谢所有的人 请大家务必也要留下 林医生 请随我来 在场的医生 其实都有自己的事情 但因为这一次 因为是跟林源这个超巨人物 近距离接触的最好机会 谁也不想放弃 在这里跟林源接触 想必自己所在的机构也会极力赞同的 所以 没有一个人要走 包括PIR 都欣然接受了邀请 在京都 吉泽家族算起来 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家族规模 吉泽俊雄有一子一女 并不算人丁兴旺 吉泽俊雄就一个哥哥 父母已经不在了 他和哥哥继承了父亲的产业 虽然还有交集 但联系不是那么紧密 跟那些动辄就是几十口 或者是上百口家族相比起来 差了不少 不过 要是单论产业的话 吉泽家族算是才大气粗的存在 除了顶级的 如本田家族和林木家族 吉泽家族跟微冷集团的桑田家族一样 也算是很有存在感的家族 京都大学是公立大学 但却接收着吉泽家族 每年一百万美金的赞助 京都大学的附属医院 就是吉泽家族占大部分股份的 半医疗半半学的医疗机构 所以 吉泽民建才敢对那些苍明国国内的 心血管专家那么嚣张 人家确实是有资本的 京都附近 有不少吉泽家族的产业 京都夜豪 这座五星级酒店 就是吉泽家族重头产业之一 本来隆重接待林园 要请到家里 但因为跟林园同行的人太多了 所以京都夜豪就成了首选 所有的人员都被安排到了豪华套房 林园更是享受最尊崇的待遇 在京都夜豪的套房 把他安顿下来 林园其实对于奢华的东西 本能有种排斥的感觉 他自有生长的环境 就是底层的生活环境 林园不是个旺本的人 见识到了底层的艰辛 自然而然 就对上层的奢靡 有那么点抵触的情绪 吉泽家美全程负责招待工作 考虑到林园几天没有休息好 便先安排林园休息一下 等林园休息了一下午 在晚间举行了盛大的酒宴 在苍明国 女性主持酒宴的场合非常之少 但因为吉泽敏健得罪了林园 吉泽家也不敢再用这个少爷招待了 就由吉泽家美主持晚宴 晚宴别看是吉泽家主办的 但吉泽家美仅仅说了几句话 让大家尽兴 所有的风头就全部被林园抢走了 要知道 给吉泽俊雄看病的一生 可都是苍明国国内顶级的专家 被吉泽敏健训斥是一回事 这些医生也确实是有水平 有人脉 他们把这里的事情跟自己的机构说了 他们所在的机构马上回应 务必抓出机会 跟林园能够搭上关系 因为皮埃尔的出现 大家对于林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所以就追查林园的背景 结果这么一查 简直是让人难以接受 在苍明国国内 林园的名字还不算响亮 可在国际上真是声名赫赫 在医学界 林园在燕京用虚明丸就只突发心脏疾病的案例 已经被写入了心血管疾病的经典案例中 对于针灸的急救 忠诚药的神效 由国外顶级专家撰写的案例 给予了不令一美之词的赞誉 尤其是林园的心源慈善 就是用续命丸跟国际医疗机构进行了合作 这么一种忠诚药 竟然换来了那么多的合作者的援助支出 而且续命丸被林园要求 只能是用于慈善事业 不得以续命丸做任何的商业推广 这些条款看起来 简直就是林园跟合作公司签署的霸王条款 合作公司只能是接受条件 没有任何的商谈余地 这也没办法 医疗设备基本上有钱就能买得到 不说遍地都是 也是随处可见 但续命丸就只有林园一家独有 不罢倒才怪了 这样的存在 只能交好而不能得罪 尤其是林园的续命丸 这东西的疗效近乎神药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慈善合作也好 医疗援助也好 只要能得到 不管是不是用于慈善 都会引起轰动性的效应 这个时代 唯有轰动性的效应 才能吸引眼球 吸引了眼球 才能够让大家记住你 才能够把自己推广出去 才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 所有的一切 都是建立在林园这个人的基础上 所以 这些专家所属的机构 让这些专家尽可能跟林园搭上线 或许就能够获得难以想象的机会 林园对于同行 没有那种同行是冤家的感觉 相反 在林园的心里 大多数的医生 都是秉承着治病救人的原则 是人类当中具有很高职业道德 很高职业素养的一群人 只要不是为了利益 林园愿意跟同行交流 哪怕是请教一些他所了解的技术上的问题 林园都一一加一解答 不过 涉及到合作之类的话题 林园都一一婉拒 如果要利益的话 何必千里迢迢来到苍明国 当今无论在什么领域 最火的市场是东黎 在东黎国内就能赚到数不过来的钱 却要在苍明国经营那不是脑残吗 林园对于商业合作的事情 一律婉拒 相当部分的专家表示想学习针灸 林园说这个可以商量 等渡边一幕的正气堂开业 就会着重研究这个问题 一晚上 林园把主办方的风头全给抢过来了 吉德加美不但没有计较 而且还在林园的身边 就像是举办宴会的是林园 而她是女主人一样 林园越来越尴尬 想要赶紧摆脱这个宴会 但周围都是热情的人群 林园只能硬着头皮应付 尤其是吉德加美看向林园的眼神 总是带着那么一股撩人的味道 林园怎么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 苍明国女人独有的那种 把心上男人当成是神一般的崇拜 表现得淋漓尽致 宋小萌固然是林园唯一的爱 但林园不能不承认的是 苍明国女人的表现 能够让男人真正感觉当男人的那种自豪感 好不容易挨完了晚宴 林园甚至没有跟渡边一幕说话 就匆匆跑到了自己的套房 门上挂了请无打扰 锁上门就把所有的灯全部关了 暗淡的光线下 林园无法入睡 她掏出了手机 打给了宋小萌 小萌 睡没 干什么 有事说是 我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 现在还看着一堆资料烦着呢 我这不是想你了吗 打个电话关心一下 关心的话就早点回来 别在苍明国待着 那个地方 邪性着呢 这是怎么说的 怎么叫邪性 你有完没完 别打搅我工作啊 我看你是不是闲的 还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不就是过去帮帮忙吗 弄好了赶紧回来不就完了 小家这个小妮子 什么事都帮着连飞 根本就不管我的死活 我真想撂挑子不干了 嘿嘿 小萌 这话可就过激了 眼看着都是一家人了 咱们帮帮也是应该的 一家人 呵呵 林源 小家可想着找你算账呢 你可真行 让他叫你师父 叫我师娘 小家可跟我说 现在每天磨刀呢 林源有些无语 同样是女人 咋差距这么大呢 看看人急则加美 猫一样公顺 再看看身边的 那可都是猫的徒弟啊 对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帮个忙你不至于在那常住吧 林源打给宋小萌 本来是想排解一下心中的情绪 听宋小萌这么一问 他有些想法还真的得跟宋小萌说说 小萌 是这样的 我准备让渡边在这边开一家正气堂的分店 把影响力扩大到苍明国 这样 咱们做慈善 就有了一个稳固的走向国际的据点 所以 我要在这边待一段时间 第七百八十五章难以销售的温柔 林源的想法得到了宋小萌的肯定 哎 林源 你这个想法不错 干脆这样 我也过去 正好散散心 说真的 我都快疯了 事情太多了 在这里看着别人忙也不好意思不做事 到你那里帮忙不就能堂而皇之朵清静了吗 哈哈 说来说去 你这是累出脾气了 行 你就跟明慧他们说一声 就说我这里需要你过来 反正他们有专业人员做事 明慧也不会坑我们的 那好 我马上飞过去啊 宋小萌马上来了兴致 也没有怨言了 挂了电话 林源的心里舒服多了 吉泽家美对于林源来说 是一个值得欣赏的女人 她有着女人最纯粹的阴柔美 而且 毫不掩饰对林源的那种爱慕 如果说对方是一个十分大咧咧的女人 林源直接告诉不合适就行了 偏偏吉泽家美是这样的温存 林源有些不忍心伤害她 宋小萌来了 一切就都好解决了 只要向吉泽家美介绍是她的未婚妻 就不用说些很难说出口的话了 一觉自然醒 林源非常舒服起床 很长一段时间 林源因为重重忙碌 没有这样睡过舒心的觉了 没有太多的烦心事 或者是暂时远离烦心事 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套房里的环境 完全是按照房自然的环境布置的 林源躺了一会儿 梳洗完毕 没有急着叫早餐 而是在房内打了一套拳 这样的习惯 已经被迫破坏很久了 林源每日的勤家练习 也只能是在忙里偷闲的时间进行 没有一次是按照起床 洗漱 锻炼的节奏走 身上微微出些汗 林源在座椅上闭目眼神了一会儿 拿起客房的电话 叫了早餐 其实林源并不想这样指使人 他的习惯就是能亲力亲为的 就自己去做 只不过现在的情况很特殊 他不想跟外边的人打交道 不一会儿 客房的门被敲响了 林源过去开门 门一开 林源有些傻眼了 吉泽家美 穿了一身袖有大牡丹化的紫黑色和服 推着餐车等候在门口 林源君早上好 吉泽家美深深一躬 向林源打招呼 又是这套 林源心中无比郁闷 但没办法 只能跟对方礼商往来 家美小姐 你怎么亲自来了 这些 不都是服务生干的活吗 吉泽家美 把餐车推进了屋内 把准备的早点一点点拿出来 像林源君这样尊贵的客人 我不亲自接待 实在是太失礼了 林源君 也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式的早点 我各种风味都给您准别了一些 林源一看早点 差点没精掉下吧 要说准备的早点 并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东西 但每一样 都是按照东迷人的习惯给准备的 豆浆 油条 稀饭 面包 牛奶 果酱 蔬菜沙拉 每一样都不是特别值钱的 但可以看得出来 吉泽家美是用心了 这些东西 在五星级酒店来说 反而是不好准备的东西 餐车不知道装了多少 林源看吉泽家美还在一样样往外拿 赶紧阻止道 家美小姐 已经太多了 我吃不了 别浪费了 呵呵 林源君 我特地问了渡边先生 他也不知道您早晨最爱吃的早点是什么 所以 我准备了东西方各有特色的早点 这是广市早点 白纸排骨汤 还有燕京人特别喜欢的豆汁 我好不容易做出来 就是不知道和不合您的口味 林源彻底被干败了 豆汁可是眼睛最具地方特色的东西 别说是外国人了 就是东黎人 第一次喝这东西都觉得是solo的味道 真没想到 吉泽家美竟然连这个都给准备了 行了 家美小姐 我就来点油条豆浆吧 其余的还请你收起来 我不习惯这样的排场 好的 林源君 我给您准备好 说着吉泽家美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碗 倒上了半碗豆浆 再拿出一个精致的盘子 加了一根油条 林源一看这点东西 真想咧嘴 自己吃饭的时候 往往是一口就半根油条 然后灌上半大碗豆浆 像吉泽家美弄的这点东西 都不够他塞牙缝的 正在想着 吉泽家美又从餐车底部 拿出一个精致的盆子 盆里的热水还在生着水汽 吉泽家美拿出一条洁白的毛巾 在热水里一抛拧干 双手递给了林源 林源君 请用早点 这是什么生活 地主老财的待遇啊 怪不得林宇唐大师曾说过 人生最大的幸福 就是住浩月国的房子 顾东离国的厨师 娶苍明国的太太 那像东离现在的女孩啊 做出惨不忍睹的早餐 就够给面子了 让你吃敢说不好 找死啊 林源勉强擦擦手 坐下拿起那根油条 不得不小口小口一点点啃 那小碗里的豆浆 基本上就是润润嘴 这哪是吃早餐啊 分明就是活受罪啊 尤其是吉泽家美在旁边 眨着大眼睛看着 让林源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家美小姐 你吃了吧 那你就不用在这里陪着我了 林源君没有吃饭 我怎么能先吃呢 看着林源君吃饭 是家美最大的幸福 林源心说 这幸福可是真让人遭罪啊 说句不好听的 吉泽家美的幸福 是完全建立在林源的痛苦之上啊 家美小姐 既然你没吃饭 那咱们一起吃吧 不 我要先服侍林源君吃完 我才能吃 林源无奈 吃了两根油条 喝了那一小豌豆浆 说道 家美小姐 我吃饱了 你随意吧 啊 林源君吃得这么少啊 早餐无论有没有胃口 都不能少吃啊 林源君 是不是我做的东西不合您的胃口 林源真的快崩溃了 吉泽家美就像是妻子照顾丈夫一样服饰 这可是她根本就无服销售的啊 就在此时 房门被敲响了 传来了渡边一幕的声音 老师 您起来了 林源如是重负 赶紧说道 渡边 赶紧进来吧 渡边一幕推门而入 一看里面的情景 有些尴尬 家美小姐也在这里啊 啊 渡边先生 我为林源君准备好了早餐 你来一起吃吧 谢谢家美小姐 我已经吃过了 刚才那些同行 都想向老师讨教一下中医针灸的技术问题 我来看看老师方便不方便 方便 方便 当然方便了 林源赶紧过去拽着渡边一幕 就往外走 家美小姐 不好意思 有些忙 怠慢你了 林源一边说着 一边拉着渡边一幕 讨也是得离开了 林源到了会议室 物资感觉心里砰砰直跳 其实针灸技术讲坛 渡边一幕完全就能够胜任 林源是实在受不了极则加美的热情 才躲了出来 不得不说 在世界范围之内 对于中医的热情在逐步升温 连欧美的学者都正经把中医当作科学研究 更别说 这些深受东黎文明影响的苍明国医生了 林源知道 在普通的中医知识上 苍明国的医生了解的 恐怕比东黎国内的还要多 但在具体的精益求精的技术门类上 他们是无法学到的 因而林源也就没有说些不着边际的理论 而是通过一些自己经手的临床实力 把整个诊断的过程 还有辩证分析 怎样下手 说得清清楚楚 在场都是有很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 而且都是精通心血管方面的 林源的压轴病例 就是给吉泽俊雄治疗的这个案例 虽然在手法上无法仿制 但在思路上 林源的讲解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通常类似的病例无一例外就是手术 做心脏搭桥 但这样的手术 对病人的身体是有极大的摧残的 讲到最后 林源说起了中医最精髓的部分 那就是医者当以智慧病为高明 简单说 这跟西医当代研究的提前预防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异曲同工的 然而 在智慧病上 西医就明显不如中医了 西医的检测 是通过仪器测量人体的各项健康数据而得出结论的 其实 说白了也就是等你病了 而且是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才能够觉察到异常 就比方说肾病 人体的肾脏很奇特 肾小球是一半工作一半休息的 往往肾脏出现病变的时候 病人本身还有检测医器是查不出来的 一直等到肾脏的肾小球 有一半以上发生了病变 病人本身才能够感觉到 这个时候 西医的检查结果已经是接近肾脏病变的晚期了 如果中医检查 在旺文文切四个环节上 都能够发现隐患 进而能够实施提前预防性治疗 在病症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时候就给治好了 但很遗憾的是 这种诊断方法 需要极长时间的学习和经验积累 这个时间量级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20年是最少的 有的甚至要30年40年 那么 这么长时间的学习 对医学工作者来说 能够耐得住艰苦和寂寞吗 第786章 未病之一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 想要生活 就得工作 想要生活得更好 就要努力工作 20年以上的学习时间 谁能够使之不渝地坚持下来呢 林会长 我有个疑问请您回答一下 举手的是皮埃尔 林元淡淡一笑 伸手是一皮埃尔提问 皮埃尔沉吟一下问道 林会长 我不是怀疑你说的 但我感到奇怪 难道不经过仪器的检测 就能够了解到人体的各项机能状况 这个 我 我无法理解 林元笑道 这样吧 皮埃尔先生 就以你为检测对象 来 请你过来坐到我的面前 皮埃尔搬了一把椅子 走到林元面前坐下 林元看了看皮埃尔的脸色 然后让皮埃尔把胳膊平放在他面前的桌面上 林元给皮埃尔仔细搭卖 然后让皮埃尔把舌头伸出来 观察了他的舌胎 来 皮埃尔先生 请你平躺在桌面上 皮埃尔疑惑地看看林元 最后还是按照林元的吩咐 平躺在了桌面上 林元按按皮埃尔的腹部 最后在他的右肋之下重重按了一下 Oh my God 林 林会长 别按了 疼 呵呵 皮埃尔先生 请起来吧 坐下 咱们慢慢说 皮埃尔捂着自己的腹部 坐下后说道 林会长 我有的时候也会隐隐感觉这个地方不舒服 但是做肝工检查 也没什么异常发现啊 是的 这就是身体本身的自我保护机能 给你发出的信号 实际上 你的肝脏现在并没有大的病症 通过西医的检测 是检测不出来的 皮埃尔先生 问一下 你的日常饮食 是不是以高热量的食品为主啊 当然是了 林会长 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非常忙 吃饭这些事情就是叫的外卖 不过身为医生 也知道膳食要合理搭配 我会在外卖中叫不少的青菜啊 呵呵 西医的理念就是从物质角度出发 一切都讲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而实际上 人体的各项运行机能 是非常复杂高效 而且是脆弱的 只要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就会导致身体机能出现问题 进而会影响到具体的人体器官 说到这里林园顿了一下 问道 皮埃尔先生 你的小便是不是赤黄颜色 而且味道非常大 是的 我自己觉察到了 用中医的话来说 好像是应该叫上火了 哈哈 皮埃尔先生 你说的对 但不全对 你看你的面部 眼带十分明显 这是干火虚妄的表征 你所说的蔬菜搭配 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合理的 比如说 苦瓜是很好的青火蔬菜 但如果把苦瓜炒得没有了原来的颜色 就是炒大了 就没有青火的效果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对 在营养学上 也特别强调过 尽量不要让蔬菜失去原有的特色 对 就是这个道理 东离膳食 一般都是以油为载体 煎炒烹炸 油温始终会控制在250度之下 是属于低温烹制的食品 相反 许多西方料理 不是生的上桌 就是经过了高温烹制 实际上是膳食的大忌 林源说完了饮食 问起了皮埃尔的睡眠 还有其他的生活状况 皮埃尔的身体没有大毛病 但却是有不少的亚健康问题 皮埃尔通过详细诊断 可以说 你现在的肝 肾 皮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其实 中医当中对于健康的描述很粗俗 也最直观 那就是吃得好 睡得好 拉得好 不管看到什么食物 都有吃的欲望 这就说明皮胃还有肝脏非常健康 若是肝须 胆汁分泌不足 必然会看到油腻的东西恶心 皮藏身 皮须则无法顾身 睡觉就无法进入深度睡眠当中 睡不好则导致精神萎靡 造成整个消化系统紊乱 大便粘稠 不利于排泄 人体是一个相互影响 而又相对独立的统一有机体 可以说 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带来的就是连锁的反应 轻微的紊乱 就会导致亚健康 而亚健康的状态长期持续下去 就会在人体中最薄弱的环节出现病变 而到那个时候 就有些危险了 皮埃尔的亚健康 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肝部被重案出现疼痛 也在合理的范围内 但是 要不加以重视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肝硬化 脂肪肝之类的严重后果 林源用透心凉的针法 给皮埃尔做了肝筋泄火 随着阵阵凉意游走在皮埃尔的身体 皮埃尔顿是感觉神清气爽 就连看东西就觉得明亮了许多 哦 买高的 太神奇了 林会长 我相信你所说的了 通过你们的望闻问切 就能查出人体技能的异常 这是真的 因为我感觉到了身体的变化 不过 林会长 这样的技能需要那么长时间学习和经验积累 也确实是现实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做到这一切呢 当然有了 林源笑着让皮埃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林源所了解的中医 在治疗方面仅仅是冰山一角 在更多的方面 是体现在胃病的防御养生上 从中医的点击鼻祖皇帝内经算起 几乎所有的点击都强调 预防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中医 乃至于整个的东西哲学体系 强调的是天人合一 也就是说 人要适应大自然 而不是强行改造大自然 寒来书往 气候变迁 这是大自然应有的变化 人体在适应环境这个环节上 往往会慢上一拍 而在突然发生的气候巨变的时候 人体往往会有猝不及防的感觉 这个时候 视线入侵 各种病症随之而产生 所以 中医就诞生了一个相当接地气的门类 那就是预防类的养生 这个门类 其实跟中医的诊断治疗不相上下 就比如各类硬食食物 药膳 该怎么做 怎么吃 都有极为详尽的记载 再有 就是通过自我刺激保持身体的强大的免疫力 比如说 闲来乌食膜营香 鼻三脑热不会来 每天如果坚持鼓竖 扣齿 咬舌 干洗脸 用手指干梳头 拈耳 磨鼻 蕴目 赶腹 晃腰 周身的气血会直达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气血不虚 相应的一些如眼干目色 取齿 牙结石 口臭 便秘等日常的亚健康就不会出现 中医特别强调的是自身的饮味强健 只有自身的正气畅旺 猪病才不会入侵 而现代人的生活紧张忙碌 又不注意合理的膳食搭配 又有很不好的猪肉熬夜 长时间不休息的习惯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体内气衰 定邪自然就会找上门来 那么 通过常规的中医诊断判断病情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可不可以把中医这些预防思想 用于预防疾病当中呢 这个问题看上去好像不是问题 因为确实是有疗效 而且经得起推敲 但现实当中 推行起来确实无比困难 最要命的 就是当代人的观念 身体没有异常的时候 会认为自己非常健康 根本就不用什么预防治疗 而有了病症 上医院检查治疗就行了 殊不知 这是很错误的思想 每一次能够被感觉到的病症 其实都是对人体技能的一次摧残 不管是用中药还是西药 对于脏腑的损伤是实实在在的 中医就有试药三分读的理念 西医也明确提出了 用药其实损伤身体 尤其是一些处方药 必须要由医师开具证明才能使用 说到这里 林源感慨道 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没有办法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而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 思想 制约了我们推广的方法 任何生物 都是会不自觉倾向于懒惰的生命体 其实 动力有据很有哲理的话 才是所有生命必须要遵守的自然法则 天行剑 君子自强不息 就算是宇宙万物 都在不停运动 才能够保持活力 更何况是区区的人类呢 人类只有像天那样不停运作 才是永远保持活力的原因之一 然而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今时代 用于保证生命所需要的能量 很容易就能够得到满足 人类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上的懒惰 人们有精力去赚取更多的钱 有意愿获得更多的资源 但在养护身体上 思想和投入都太少了 类似于高血压 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 大幅攀升 难道不是人类的这种心态最大的体现吗 那么 预防治疗的方向 就是推广已经成理论成体系的这些方法 只要人们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非但日常疾病会减少 而且那些疑难杂症 也会相对降下来 中医养生宝剑 是个很有市场的项目 但是 需要做的努力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 中医宝剑看似简单 实则专业性非常强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准入制度 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制度 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787章做客 吉泽家 林元早就有养生宝剑的这个想法 但在东黎确实没有提出来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悲哀吧 东黎民族 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能够做出让所有老外顶礼膜拜的事情来 不说绵延了6000年以上的文明传承 就说从上世界80年代开始 到现在仅仅几十年的时间 走完了老外几百年走完的历史进程 这是东黎人的骄傲 但也滋生出了不少的问题 关于国家层面的 林元也没心思去操心 小老百姓一个管也管不着 但有些事情 确实跟东黎的产业升级是有密切关系的 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有关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东黎山寨 无敌于天下 有很多好的创意 好的项目 有时候还没等发展起来 就被无敌山寨给搅和黄了 就拿续命丸来说 林元确实是出于大公无私的信用于慈善上面 但其中林元所考虑到的其他问题 也是跟这个环境密切相关的 一旦续命完有了商业用途 那么 大量的仿造 甚至是假药就会充斥市场 本来是极其珍贵的股方 能给你生生干成假药 同样的道理 中医养生预防治疗 林元早就有这样的创意 但却是不敢在东黎大市场推广 这个创意 不赚钱还好说 一旦有了市场效益 那跟风的绝对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量级 鱼龙混杂当中 只会把这个品牌给伤害 甚至直接能给干死了 这样的例子 比比皆是 所以林元寻找一个成熟的 理智的 监管比较严格的市场环境开发 这个创意 本身就是个摸索石头过河的一个朦胧创意 中医养生预防治疗 可以在中医郡治浩凡的篇章中随处可见踪迹 但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 还是缺少可执行标准 比如 准入制度 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够支起这样的一个摊子 该怎么运作 而且这项创意中包含的门类实在太多了 只拿出一样来 就够组建一个大型机构了 从什么地方入手 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着手组建后 怎样获得资质 如何跟当地的法律条文吻合 都需要一个健全的市场环境 林元准备让渡边一幕 在苍明国开设正气堂的分店 就打算把这项创意开展开来 别忘了 正气堂的原始地是在江州 所有的知识产权也是属于东里总店的 让渡边一幕在这边一点点摸索 并且能够申请到独立的知识产权 然后再推广到国内 再由国内推广到世界范围 这个流程有些繁杂 但林元没有办法 东里的市场机制 不允许他在东里搞这样的东西 与会的专家 被林元的话给打动了 他们第一本职是医生 但对于商业化的一些东西非常感兴趣 马上就有人提出了 能不能跟林元进行这方面的合作 林元笑道 一切皆有可能 我不会亲自操持这件事情 所有的一切 我都会交代给渡边一幕处理的 大家要是感兴趣 在渡边开设正气堂的时候 可以跟他谈 啪啪啪 一阵掌声从会议室门口传来 众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吉泽加美 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吉泽俊雄走了进来 吉泽俊雄的身体没有大的问题 不过因为心脏的缘故 林元还是建议吉泽俊雄不要剧烈活动 要慢慢调理身体 吉泽俊雄听从了林元的建议 在近一段时间都会做轮椅行动 林医生 请原谅我的无礼 只因为听到您的演讲太好了 我才情不自禁鼓掌 打扰到您的地方 请您原谅 吉泽俊雄的嗓音略微沙芽 看得出来 他的大病还是给他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损伤 林元出于礼貌 走到了吉泽俊雄面前 跟他握手 吉泽先生 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 治病救人 是医生的天职和本分 林医生 您的救命之恩 我无法用任何的言语和行动来表达 听说您在东黎创办的新元慈善非常有影响力 我捐助5000万美金 表达对您的敬仰 以及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吉泽俊建给林元1000万美金筹金的事情 想必已经反馈到吉泽俊雄这里了 考虑到林元非常反感付筹金这一举动 吉泽俊雄用捐款的形式来表达感激之情 那我就谢谢吉泽先生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了 吉泽先生 你的身体 最好是静养 等恢复一段时间后 才能慢慢进行日常的活动 林医生的嘱咐 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 林医生 我听家美说 您着急要走 请千万留一下 我在家中要招待您一下 要不然 吉泽家族的人就太丢脸了 还真是同样的理由 林元从留到酒店衣食 就知道是这样的结局 不过 已经答应了吉泽家美 也就无法拒绝吉泽俊雄了 这一回 吉泽俊雄给赶来的各个专家 包括皮埃尔在内 都给了一笔丰厚的酬金 这下子 这帮人都不好意思在留在这里 纷纷告辞 不过 临走的时候 都跟麻生留打好招呼 等到正气堂开业的时候 务必要告诉一声 届时一定会到场祝贺 林元倒是希望 渡边一幕把正气堂开起来的时候 低调一点 因为开始的时候弄得太高调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会非常被动的 不过 林元对与同行之间的相互捧场 不是特别热衷 但也绝对不反对 林元就让渡边一幕自己拿主意 因为这些都是苍鸣国国内的专家 渡边一幕大都认识 即便是不认识的 也都通过室友能够扯上关系的 所以渡边一幕告诉麻生留 到开业的时候会邀请同行参加的 众人一一告别 到了下午时分 送小蒙来了消息 已经登机了 预计几小时后会到机场 问林元在什么地方 能不能接机 林元本想亲自去接 但吉泽俊雄忽然间有了点状况 因为身体心脏还不太适应恢复的反应 无奈之下 林元让渡边一幕到机场迎接送小蒙 他随时观察吉泽俊雄的情况 吉泽俊雄的情况就是稍稍有些不稳定 林元只是稍稍给吉泽俊雄按摩了一下 就缓解了不良反应 吉泽家美说道 林元君在酒店很不方便 不如都到我的家里吧 林元问道 方便倒是在家里方便 不过渡边去接机了 他们不要紧的 跟着渡边先生的司机 是我们家的老司机了 待会打个电话给他 到时候他就会把人直接送到我们家了 林元一听也不再说什么 就和吉泽家美一起 把吉泽俊雄弄回了家里 吉泽俊雄的家 其实并不是很奢华 苍鸣国人的居住条件 不但是平常人十分紧张 就是富豪也不会占用特别大的地方 因为苍鸣国的国土自然面积比较小 而且人口众多 国家也就鼓励国人尽量不要住大房子 这一点东黎真的要好好学习这种责任感 哪怕是吉泽俊雄 这样挥手就是上千万美金的富豪 居住的地方也不算特别大 跟东黎的中产别墅差不多 虽然吉泽家的别墅面积不大 但里面的布置比较精致 各种摆设 非常具有古朴气息 有些东西 林元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是货真价实的古董 吉泽家美让林元给他父亲观察一下 他告诉林元 自己要准备一下 要好好款待林元 林元很不喜欢麻烦 但没有办法 他只能默默祈祷 早点结束吧 接受完吉泽家的款待 马上就溜 观察了一会儿 林元觉得吉泽俊雄的身体稳定了 就嘱咐他尽量不要动 尽量放宽心态 不要生气 注意饮食的清淡 只要慢慢恢复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说完 林元起身就要离开 却被吉泽俊雄叫住了 林医生 请稍等一下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说 可以吗 吉泽先生 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还是不要多说话 身体要紧 可 林医生 有些事情不图不快啊 身体上的静养 能安抚得了精神上的忧愁吗 请林医生坐下 听听我这个垂死的人一些啰嗦吧 好吧 吉泽先生 请你不要激动 不管什么事情 你慢慢说 无论是什么烦恼时 都会有解决的办法 不是吗 林医生 谢谢您能听我诉说一会儿 是这样的 林医生只怕已经知道了 我一直在做身体检查 我知道自己的毛病 但最后却是发生了意外 听到这里 林元的心里骤然一紧 联想到吉泽俊雄病重的时候 吉泽敏剑的态度 他表现出来的急躁 好像不完全是担心父亲的身体 这样说来 恐怕吉泽敏剑恐怕是有自己的打算了 林元断定 吉泽家的事情 想必是错综复杂 这在豪门当中 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自古清关 难断家务事 林元真的想马上起身离开 但吉泽俊雄的身体 恐怕是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 于是 林元只好耐着性子 听吉泽俊雄会有什么说法 第788章罪人的茶道 吉泽家族的事情 还真有点狗血的味道 吉泽俊雄的大哥吉泽俊泰 有两个女儿 吉泽俊雄则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当今时代 人们的观念都已经发展到了男女平等的地步 可吉泽家族确实依然秉承着 只有男丁能够继承家产的遗训 吉泽俊泰的两个女儿 都已经嫁作人妇 获得了丰厚的嫁妆 但因为吉泽家族的规矩比较不可理喻 导致吉泽俊泰跟女儿的关系很不好 已经断绝了关系 这样 吉泽俊雄哥俩 曾经就财产继承这个问题商讨过 觉得把祖上的财产交给家里的男丁 才会保证财产不会落到外人手里 吉泽敏健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说了这个消息 居然日益张狂起来 凡是以吉泽家族未来接班人的态度横行霸道 要说光是对自己家里人怎么都好说 情人之间没什么解决不了的 关键是吉泽敏健在吉泽家的产业公司内 推行自己的一言堂 顺我者常逆我者亡 不分青红皂白做人事变动 这一做法 引起了公司内的老员工的强烈不满 幸亏苍鸣国的企业员工讲究对企业的忠诚 没有发生大面积的人员离退 但是紧张的关系带来了一系列不好的影响 已经威胁到企业的健康运行了 吉泽俊雄对此相当不满 屡次训诫之后见吉泽敏健还不悔改 便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再不知道收敛 就要剥夺他的继承权 吉泽敏健害怕了 他竟然做了丧心病狂的事情 把吉泽俊雄给软禁起来 吉泽俊雄在被软禁的半年中 曾几次发生威胁 靠服药度过危机 直到前些天 吉泽俊雄的情况十分威胁 吉泽敏健也不知道是良心未免 还是害怕父亲死在他手里说不清 他把吉泽俊雄送到了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当中 再后来 要不是林渊出手相救 吉泽俊雄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了 林渊听了 不免感慨 看着豪门风光 其实为了利益 有多少不为人吃的心酸呢 但心酸归心酸 林渊可不想牵扯到其中去 还是那句话 这是家务事 根本就轮不到林渊这个外人操心 吉泽俊雄看到 经历了生死磨难 我这才明白一些道理 紫城副业 看上去是很好的 但未必就是能让人放心的下的传承啊 林医生 你说我把家族产业传给家美 怎么样 林渊赶紧说道 吉泽先生 这是你的家务事 我一个外人是绝对的不能传活进来的 嘿嘿 林医生 我就是问问意见 经历了这场风波 你说 我还能够相信谁呢 吉泽先生 你可以和你的大哥商量啊 你们不是准备把产业都集中传给一个人吗 可 我们的上一辈 为了后辈能够紧密团结 就把家族的产业高度统一起来 可以说 是你中有我的 我中有你的 大哥不愿意把产业留给女儿 也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大哥给我留下了产业授权书 他带着太太周游世界了 我可以全权处理家族产业 这就不太好办了 难道你联系不上他吗 这样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说的出口啊 我已经把大哥的产业授权书 单独给还给了大哥的私人律师 我现在就好好管我自己的产业吧 吉泽先生 恕我直言 这个问题 外人实在是帮不上忙 我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请你原谅 吉泽俊雄的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正要说话 却见女佣进来 先生 小姐已经准备好茶水 邀请林先生过去 吉泽俊雄的脸上微微露出一点笑容 有些疲惫道 好吧 你领着林医生到小姐那里 我自己休息一会儿吧 林渊不想听吉泽俊雄的家务事 便跟着女仆走了出去 到了一间小屋 女仆把门拉开 躬身退走了 小屋之内 别有洞天 里面几乎全部是山石堆砌的 好像是山栏环绕的样子 吉泽佳美在一张茶几前 已经摆好了茶具 茶水用具全部泛着热气 显然已经是洗过了 一缕缕缕的茶香 弥散在空气当中 吉泽佳美还是那身大木丹花的紫黑和服 屋内正播放着古证曲目 一步走进屋内 就好像是一步从凡尘跨到了仙境一般 吉泽佳美轻轻摆弄着茶水 归拜请林渊坐下 林渊知道这是苍鸣国有名的茶道 吉泽佳美的一系列动作 是那种最高礼节的招待方式 虽然林渊很不愿意受这样的招待 但这是一套成型的礼节 拒绝的话会很失礼的 盘膝坐下 吉泽佳美给林渊奉上了烫好的小茶杯 给林渊沁满了茶水 蒙神的恩典 有幸能够认识林渊君 像您这样沐浴着大国风范的男子 出现在我的面前 实在是我的荣幸 语音低沉婉转 加上十分舒缓公顺的动作 让人有种我见游灵的感觉 林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得端起了小茶杯 品着茶水掩饰自己的尴尬 茶杯太小了 以至于抿了两口就见底了 吉泽佳美赶紧把茶水蓄上 胳膊不经意碰到了茶几边缘 就听了一声 吉泽佳美手中的茶杯一下子飞了出去 洒了林渊一身的茶水 林渊很意外 下意识一抓吉泽佳美的手 问道 怎么了 吉泽佳美的胳膊露了出来 林渊发现 吉泽佳美的胳膊上一片淤青 林渊一皱眉头 顾不上自己身上的茶水 轻轻把她的袖子撩上去 去发现吉泽佳美的小臂 淤青一片 这应该是摔伤 林渊轻轻一碰 吉泽佳美忍不住又轻呼了一声 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伤成这样 佳美太笨了 搬托盘的时候搬了一跤 给您点麻烦了 林渊无语 这都是哪跟哪的事啊 她轻轻把外套脱下来 取出了银针 要给吉泽佳美行针 啊 林渊君 扎针疼吗 放心 不会感到疼的 但会有些其他的感觉 比如说酸啊 妈啊 只要不乱动 我就不会扎错地方 就不会疼的 林渊君 稍等一会儿 我不太敢看 吉泽佳美说着 眼睛就闭上了 林渊找准学位 就在要碰到吉泽佳美的胳膊上的时候 就听见她轻哼一声 说了句林渊无比熟悉的词语 雅美蝶 真没想到 一直说中文的吉泽佳美 竟然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说出了这样的单词 吉泽佳美感觉到林渊手微微发抖 睁开眼睛 看林渊的表情有点怪异 便说道 林渊君 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我不勇敢 你就不敢扎针了 不 不是的 佳美小姐 你还是闭上眼睛吧 我马上给你扎针啊 你不要害怕 林渊深深吸口气 稳定了一下心神 集中注意力 银真触碰到了吉泽佳美的胳膊上 雅美蝶 吉泽佳美似乎很害怕 一连串的喊声叫出来 就在此时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林渊稍稍一分神 银真用力发生偏差 一下子弯了 这下子 吉泽佳美吓得一下子拱进了林渊的怀里 嘴里的那个单词不停重复 门一下子被打开了 女仆的身后 跟着渡边一幕和宋小萌 宋小萌推开门 脸上带着笑 就那么笑盈盈地看着林渊 我们的林大医生艳福不浅吗 宋小萌笑盈盈地开口 脸上带着她那种一贯的坏笑 小萌 你别误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林渊被宋小萌看得全身发毛 盼着宋小萌过来 却没想到 在这么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时刻见面了 是吗 我误会什么了 宋小萌歪着脑袋 把渡边一幕和吉泽佳的女仆推开 走到了林渊的面前 吉泽佳美离开了林渊的怀抱 稍稍整理一下衣衫 问道 林渊君 这位是你的朋友 啊 对 这是我的未婚妻宋小萌 啊 原来是林渊君的未婚妻啊 好漂亮啊 吉泽佳美嘴里说着赞美的话 眼中确实浮现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失落 女仆看出了场面的尴尬 解围道 小姐 我们去收拾一下客厅 准备招待客人吧 是啊 应该收拾一下了 林渊君 我失陪一下 林渊还想客气一下 却发现宋小萌依旧笑盈盈地看着她 到嘴边的话声声咽了下去 等吉泽佳美走后 宋小萌说道 渡边 看着门 谁也不准进来 说着 宋小萌一把拉上了房门 转过头来痴痴冷笑 小萌 你可能误会了 你看 我的衣服湿了 所以脱下来了 那个 那个 刚才家美小姐的胳膊有些瘀伤 我想给她行针 结果 结果 哼 结果怎么了 结果 结果 你就进来了 我就进来了 那我进来之前呢 你们在干什么 我还以为这里面播放动作片呢 原来 却是上演真人秀啊 早知道我就不出声 还能欣赏一下真人秀呢 这不是被你缴了好事吗 林渊笑呵呵道 同时站起身拉着宋小萌 要不我去找那个什么家美小姐进来 宋小萌笑吟吟的道 算了 兴致已经没了 林渊笑着摆了摆手 心中也着实有些尴尬 还要她对她那个家美小姐没什么心思 要不然可真的要被宋小萌撞破了 第七百八十九章约婚 林渊让出地方 让宋小萌在自己边上坐下 小问道 怎么到了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我好去接你啊 是怕我装破你的好事吧 宋小萌笑问道 我能有什么好事 订婚这么久了 我可是连口汤都没喝上 要不我们今天晚上 林渊笑呵呵的道 一双眼睛在宋小萌全身上下扫尸着 想得美 宋小萌美好气的哼道 她自然不会真的生气 虽说刚才那个什么家美长的确实不错 但是比起林可儿 沈涵等人还差了很多 对于林渊宋小萌还是知道的 林渊可不会那么没品 要不然她也不会喜欢上这个男人 对了 小家和连飞他们的事情怎么样了 林渊给宋小萌倒了一杯茶 问道 不得不说 那个家美的茶道还是很不错的 这茶味道确实很好 基本上已经步入正轨了 宋小萌应了一声问道 林渊 你不会是打算借助张连飞来对付张连宇吧 要是真的有这样的打算 还是不要把小家牵扯进去的好 林渊的张连宇的矛盾宋小萌自然是很清楚 甚至她自己也牵扯其中 几乎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张连宇是张家之前的继承人 即便是现在在张家的分量也很重 现在林渊和张连飞走得这么近 宋小萌自然担心林渊拿张连飞当武器使 只不过之前总是没机会了问林渊 这一次在苍明国 宋小萌也不怕别人偷听 我是那样的人吗 林渊笑着道 张连飞虽然也是张家人 但是和张连宇的为人截然不同 我也不会一杆子把张家人全部打死 其实就拿张元清老爷子来说 除了家族利益重了些 也算是一位大一了 我担心的是到时候张连宇和张连飞闹起来 毕竟是张家家族内部的事情 张连飞要是妥协 小家该如何自处 宋小萌问道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张老爷子其实早就想到了 林渊呵呵笑道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张老爷子已经在全力支持张连飞 你的意思是张家已经放弃了张连宇 宋小萌问道 不能说放弃 林渊摇着头道 张连宇其实是自己放弃了 张老爷子当初让我和张连宇在兴林登山会上比试 其实就是给张连宇一个机会 只是张连宇自己放弃了 说着话 林渊站起身来 你不懂张家那种世家豪门的想法 虽然你们宋家也算是豪门 但是毕竟跟基前 在宋老之前宋家根本不能算是大豪门 但是张家不同 不管张家中间是否没落过 始终是数百年的豪门世家 这样的家族长多人考虑问题目光是很远的 张连宇走事业 即便是到了大人物的级别 也只是让张家一世风光 张连宇之后呢 事业存在风险 纵观历史上 国内很多豪门望族 愿意自己登顶称帝王的并不多 这是为什么 一旦登顶 跌下来家族可能就完了 你的意思是张家的核心依旧是中医 宋小萌问道 对 张家是中医世家 核心依旧是中医 即便是不能太过风光 却也能够保证张家绵延 张连宇只能算是助力 即便是他走到大人物的地步 在张家地位很高 也不可能成为家主 这就是原因 所以张家现在对张连宇的态度是 如果张连宇有能耐值得投资 那么张家会投资 如果不值得 那么就任凭张连宇自生自灭 连远点头 张连宇就这么被放弃了 宋小萌叹道 虽然他也不喜欢张连宇 但是却也为大家族的这种冷漠感觉到悲哀 不算是放弃 路是自己选的 张家现在的核心是张连飞 自然不能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张连宇身上 林园笑着道 不得不说林园把张连宇的想法猜得很透彻 我想张老爷子也有借助张连飞和你化解的意思吧 宋小萌笑着道 确实有这一层意思 我和张连宇几乎是不可调和 真要闹起来 我们两人必然要有一个人一蹶不振 要是张连宇赢了 对张家自然好 要是我赢了 有张连飞在 也不至于和张家不死不休 张老爷子的算盘打的是很精明的 林园和和笑着 路边一幕在外面听着房间里所发生的一切 还担心宋小萌误会什么 有心帮林园解释 可总也找不到机会 一听房间里的声音小了 赶紧敲门道 老师咱们应该到客厅去坐坐 让主人等在客厅 是不是显得咱们 林园看看宋小萌 两人一起到了客厅 吉泽家梅已经换了一身衣服 没有了穿着和服那样 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 现得十分端庄素雅 家梅小姐 你的胳膊 林园关心地问了一句 却被吉泽家梅给打断了 感谢林园君的关心 我的胳膊没什么大碍 让您费心了 场面一时间有些尴尬 吉泽家梅让女仆奉上茶水 众人都喝着茶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放下茶杯 宋小萌笑道 家梅小姐 还是让我看看你的胳膊吧 听林园说 你好像伤得不轻 说完 宋小萌直接走上前 把吉泽家梅的袖子给挽起来 吉泽家梅白皙的胳膊上红肿一片 确实很让人心疼 林园也走过去 考虑到吉泽家梅怕针 就让吉泽家梅闭上眼睛 这一回 林园出针极快 用极快的手法扎进了她的穴位中 紧接着 林园就是按照经络的方向 给吉泽家梅做经络疏导 过不一会儿 青色的穴痕都像是减弱了几分 家梅小姐 没什么大碍了 那些青色的穴痕 两三天就会消失 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胳膊的问题 林园君 谢谢了 吉泽家梅的声音 显得有些凄凉 林园微微笑了笑 装作没看见吉泽家梅的眼神 这位苍鸣国小姐虽然动人 但是还没有到让林园动心的地步 这时 女仆过来说道 小姐 吉泽先生请几位客人吃饭 人情往来 就是这么些事情 林园也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摆脱尴尬的场景 便示意送小萌和杜鞭一幕 赶紧起来到饭局那边 吉泽俊兄安排的家宴 并不算很丰富 但胜在精致 吉泽家梅默默在父亲身边 已经没有了这两天兴奋的神采 吃饭晚饭 吉泽俊兄说道 林医生 在下有个不情之情 还希望林医生能够帮忙 林园沉吟一下说道 吉泽先生 请您说说看 只要我能够帮忙 我一定会帮助您的 吉泽俊兄轻叹一声 对吉泽家梅说道 家梅 你先出去一下 吉泽家梅轻轻嗨了一声 轻轻退出去了 林医生 我知道 你不想掺和我家族内部的事情 但我的身体已经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了 就在半年前 我还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中 可 林园能够感觉到吉泽俊兄要说什么 本想第一时间拒绝的 但听到他话语间的凄凉 便忍住了 林医生 经历生死大难 钱财什么的 在我看来都是浮云了 眼睛一闭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我能够留住的呢 唯一让我不放心的 就是家梅这个孩子了 沉默 长时间的沉默 林园等待着吉泽俊兄想要说的话 女孩子 可 除了嫁个好人家 我想不出能有什么出路 就算是我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我也是不放心啊 林医生 我心中有一个好的人选 请您务必帮忙 这个 吉泽先生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婚姻大事 都是尊重个人意见的 我 我好像是不方便参与到这样的事情当中吧 林医生 请相信我作为一个父亲的安排 你说的是爱情 爱情可以怎么来都可以 我说的是婚姻 一个让家美能够安然度过一生的婚姻 我一直十分欣赏麻生流 我希望 林医生能够从中撮合 一听人选是麻生流 林园心中的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林园十分理解吉泽俊雄的心态 很显然 作为父亲 他是能够觉察到女儿的心思的 但是 宋小萌的出现 让吉泽俊雄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 的确 吉泽俊雄虽然从病危中挺过来 可他的身体却是很不乐观 如果还有意外 甚至是他自己的心态不好的话 几个月内就得挂掉 这个时候 吉泽俊雄的果决体现出来 有的时候 人们往往太向往自由的爱情和婚姻 但是自由这东西 放在婚姻中不好用 婚姻讲究的是稳定 稳定的婚姻才是人生安定的最大保障 追求自由的爱情 就有可能是婚姻的自由组合拆分 这在长辈的眼中 是极为不严肃和不可接受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或许是没有激情 但家长的选择 往往是从稳定的方面考虑 只要不出现重大的问题 家长给子女选择的婚姻 会相当稳定维系的 吉泽俊雄之所以选择他说 更是说明吉泽俊雄的老浪 一方面 是彻底断了吉泽家美的念想 另一方面 麻生柳是渡边一幕的学生 而林源是渡边一幕的老师 方方面面纠缠在一起 到时候吉泽家真的有什么事情 林源也别想置身事外 林源想了一下 把眼睛转到了渡边一幕的身上 说实话 这样的事情他真的不想掺和 这样对吉泽家美有些不太尊重 但是他也不好反对 吉泽俊雄在这件事情上 征求他的意见 很显然是善意 老师 您有什么想法 渡边一幕恭敬问道 渡边 麻生柳是什么情况 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老师 麻生柳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学生 可以说情比父子 要不然 我也不会在老师十分忙碌的时候 请老师到苍鸣国来帮忙 问 吉泽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了 要促成麻生柳和家美小姐 渡边 你是怎么想的 吉泽先生十分器重麻生 麻生也没听说有什么女性朋友的纠葛 老师 我问一下 如果麻生没有女朋友的话 我跟麻生的父母说一下 会极力促成这一对年轻人的 这话多少有些不把林源当年轻人 别忘了 林源也不过区区25岁 在渡边一幕的眼里 那就是长辈 而麻生柳年龄比林源还要大 在他眼里就是需要关怀的后辈 这个过程很简单 渡边一幕先是给麻生柳打个电话 问了一下个人问题 知道麻生柳还没有女朋友之后 马上就给麻生柳的父亲去了电话 麻生柳的父亲听了渡边一幕的讲述 马上表示 渡边一幕可以完全代替他们替麻生柳做主 放下电话 渡边一幕说道 吉泽先生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麻生没有女朋友 而且他的父母也同意我全权负责 麻生能够得到吉泽先生的垂青 那是他的荣幸 我可以以麻生柳长辈的身份 同意这门亲事 吉泽俊雄笑道 那就这么定下来了 渡边先生 这件事情已早不已晚 结婚的事情可以慢慢说 但订婚的仪式 咱们安排一下马上就举行 您看怎么样 嗯 可以 我马上通知麻生的父母 不管怎么说 这么重大的事情必须要邀请到他们参加 第七百九十章 无仇不成父子 别看宋小萌不担心吉泽家美 但吉泽家美真的就这样把婚姻大事定下来 让宋小萌的心里也不好受 估计没几个女人愿意 一位美女总是那么含情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同时宋小萌也有些同情吉泽家美 能跟心爱的人结婚 是当代人所认可的观念 而吉泽家美就好像没有任何的选择 就要嫁给一个她并不是喜欢的人 但世间上的事情就是这样 有几个人能够得偿所愿呢 当初要不是林源一系列逆天级别的表现 宋小萌自己都不敢想象 最后是个什么样的发展 林源在答应了张元清和宋老的一系列条件后 哪怕是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后续的发展就会完全变了样子 可以说林源是走钢丝一般 最后实现了她和宋小萌在一起的愿望 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吉泽家美的身上 尽管宋小萌因此少了一些芥蒂 但更多的是充满了对吉泽家美的同情 吉泽俊雄是个果决的人物 把这个消息通知给了吉泽家美 马上就告诉她好好准备一下 订婚的仪式会在后天举行 吉泽家美内心是不想答应这样的婚姻的 但她知道 父亲这是为她在做最后的安排 吉泽俊雄已经明确说明了 她的身体不知道还能挺多久 她所关心的 已经不是吉泽家的产业 而是吉泽家美 这个世界上她唯一放心不下的亲人 家美理解父亲的苦心 更因为林源身边出现了未婚妻 彻底让她绝望 于是 吉泽家美选择了听从父亲的安排 在这场安排的婚姻当中 有人失落 有人叹息 也有无比高兴的 麻生柳无疑是所有人当中最感到高兴的一个 她在吉泽俊雄控制的京都大学附属医院就职 因为深得吉泽俊雄的器重 所以跟吉泽家美没少打交道 但是 麻生柳和吉泽家美是分属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麻生柳的家境说不上是最底层的 但跟吉泽家族相比 差的那不是一个量级的 吉泽家美的美貌 直出打理 温柔恬静 给麻生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但是 这份情愫 麻生柳一直也只能放在心里 在她看来 他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吉泽家美对于她来说 是个渴望不可及的存在 然而 许多的事情就是这么不可思议 一夜之间 难以想象的幸福卡一下砸脑袋上 让麻生柳有点懵圈的感觉 直到麻生柳的父母到来 看到儿子神不守舍的样子 狠狠训斥了一顿 麻生柳才从幸福的 感觉中清醒过来 订婚仪式 就选择在京都夜好举办 吉泽俊雄广撒帖子 广摇宾棚棚 把订婚仪式搞得非常盛大 与会的宾棚水也没有料到 吉泽俊雄会选择麻生柳 这样一个没有身份背景的人 当作女婿 更让人吃惊的是 吉泽俊雄宣布 他给女儿女婿留下了 一亿美元的资产 其他的自己名下所有的产业 将全部捐出来做慈善事业 捐赠做慈善的产业 不会交给国内的产业机构 而是要跟东黎的新元慈善合作 所有的收益 都将由新元慈善来分配调度 吉泽俊雄看来是早有准备 相关的法律文书已经准备好了 当场在律师的监督下 签署了具有法律效率的文件 看上去 吉泽俊雄的安排有些疯狂 但林源却是看出了 吉泽俊雄的老辣之处 作为豪门的当家人 最大的心病可能就是自己的那点财产了 为了那点财产 什么亲情 人伦 全都是顾不上了 如果把财产都留给那个吉泽敏健 很显然 吉泽俊雄是不放心的 而留给麻生留 又担心女儿驾驭不了麻生留 所幸 就给女儿女婿1亿美元的资产 到时候即使是分开了 女儿也能分得5000万美元的资产 余下的资产都是跟新元慈善合作 要是吉泽家美遭遇到不幸 想必新元慈善 或者说就是林源 不会做事不管的 这也就是吉泽俊雄这样的睿智的人 才会想出这样的安排 有时候 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亲人未必是好事 体肤无罪怀避其罪 这个道理谁都懂 但未必谁都能够因此而做出调整 宴会的气氛让林源感觉不太舒服 送小蒙证给吉泽家美做伴娘 林源看准时机 偷偷溜到了酒印地点之外的一个大厅 想要清静一下 林源找个地方坐下 微微闭上眼睛 惬意享受着这难得的清闲 忽然 一阵轻微的脚步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脚步声非常轻微 不仔细听都无法觉察到 林源陡然警觉起来 发出这样的脚步声的人 一定是习武的高手 这样的脚步声 绝对是经过刻苦训练才会有的结果 平常人是绝对不会这样走路的 脚步声一点点接近林源 林源洋装不察 暗地里却是戒备起来 无 一道静风直奔林源的脖梗袭来 这是非常职业的控制人的手法 人体颈部有十分重要的血管和大神经 只要力道足够 悬点准确 一下子就能把人给积晕 林源猛然睁开眼睛 不闪不闭 伸出手 往风声袭来的方向一迎 一只手腕被她抓在了手中 啊 对方发出了一声惨叫 对于偷袭的人 林源可不会手下留情 直接就是一个分筋错骨手 对方手腕马上就如同断了一样剧痛男人 林源轻轻一戴 已经把那人戴到了眼前 手腕轻轻一扭 偷袭那人又是一声惨叫 身体不由自主跪了下来 林源 你最好是松开手 否则 我会忍不住动手的 吉泽敏剑 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他的手上 举着负责人武器 正瞄准了林源 林源一松手 放开了偷袭那个人 十分镇定看着吉泽敏剑 呵呵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吉泽少爷啊 不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仇怨 你要对我这样啊 吉泽敏剑走过来 用武器逼住了林源 出手就在林源的腹部重重一击 都是你们这些人给挑唆的 我的父亲才会把财产都捐出去 你们毁了我的一生 难道这个仇还不算大吗 吉泽敏剑有些疯狂 不过 他却没有再对林源进行人身伤害 大厅中出现了十几个人 一看这些家伙就不是什么善差 把这个人捆起来 他或许是唯一能够让我父亲改变主意的人 林源被五花大绑 通过送垃圾的通道把他运了出去 一辆车把他拉走 等到了地方 林源才发现 吉泽敏剑把他送到的地方 居然是吉泽俊雄的家 吉泽敏剑把林源弄到了客厅 拿起了电话打给了吉泽俊雄 亲爱的父亲 我是您的儿子敏剑 现在您很幸福为女儿主持订婚仪式 可曾想到过我这个儿子的感受吗 敏剑 你应该正是现实 所有的东西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 还没等吉泽俊雄说完 吉泽敏剑粗暴打断了父亲的话 父亲大人 我知道您现在十分不在乎我 但是 我身边有一个您十分在乎的人 对林源这个您的救命恩人 以您的为人 不会不管吧 什么 你这个畜生 你竟然挟持了林医生 我警告你啊 赶紧把林医生放了 好好谢罪 不然 够了 父亲大人 你以为我还是那个让您一生呵斥 就吓得浑身发抖的那个小男孩吗 从您剥夺我继承产业的那一瞬间开始 我就感觉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父亲大人 我们很久没有好好聊聊了 我就在家里等您 您会跟我好好聊聊的 不是吗 好 既然你想聊 那咱们就聊聊 这一切跟林医生无关 你不要伤害他 我马上就赶回去 父亲大人 听到您这么说 我真的感到万分荣幸 顺便告诉您一声 不要报告安保部 我身边可有不少人 如果发现有保安 我可不敢保证林医生的安全了 吉泽俊雄哼了一声挂单电话 告诉自己的助手主持现场 他自己带着司机往家里赶 客厅当中 父子眼光对到一起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无比熟悉 但又感觉十分陌生的目光 敏剑 你长大了 对付起父亲 什么样的手段都敢用了 父亲 您变老了 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简直是糊涂至极 哈哈 敢跟我叫板了 行 确实是翅膀硬了 敏剑 先把林医生放开 他跟咱们之间的恩怨 没有任何的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父亲大人 您好像对他的关心 比对我都好吧 如果我不扣住这个人 您是不是都不屑于见我啊 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知道 敏剑 难道要我把绝情的话都说出来吗 吉泽敏剑猛然咆哮道 您已经够绝情的了 财产宁可捐给慈善机构也不给我 你给了加美一亿美金 我呢 我呢 您给我留下了什么 吉泽俊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摇头叹息道 敏剑 你软禁了我半年 能跟我说说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这话让吉泽敏剑脸上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很长的时间里 他没法开口 第791章血浓于水 这件事情不用说 谁都知道 吉泽敏剑软禁父亲 就是想得到他的财产 这一点 就是吉泽敏剑自己 都无法否认 吉泽俊雄常探一声说道 敏剑 最后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把我送到了医院 就算是你还有一点良知 我给你同样留下了一亿美元 只不过加了限制 你没成婚之前 每个月只能支取一千美元的生活费 成婚以后 能够获得一千万美金 但孩子出生了 够了 父亲大人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难道你还要安排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吗 从我小的时候 什么时间该干什么 你都给安排好了 从出生到现在 你说 有哪一分钟是属于我自己的 吉泽俊雄身体一阵 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敏剑 难道你对我的苦心 就是认为我要主宰你的一切吗 难道不是吗 什么都是你安排好的 一切的一切 全都要遵从你的命令 我是个人 火生生的人 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想法吗 难道我就不能按照我自己的意愿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 吉泽俊雄摇头叹息 忽然面色一变 眼睛直视吉泽敏剑 好 既然一切都说开了 我就想问问 今天 你想怎么样 老子的威严 可不是说你拿把武器就能够无视的 在吉泽俊雄压迫式的眼光之下 吉泽敏剑身体开始哆嗦了 哼 敏剑 看样子你还没有做好跟我摊牌的心理准备 我相信 你只是一时冲动罢了 算了 我不跟你一般计较 你带着你的人走吧 吉泽俊雄说着 绕过了吉泽敏剑 开始给林园松绑 住 住手 我让你住手 吉泽敏剑又有些疯狂了 吉泽俊雄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 依旧给林园解开绑绳 你手里有武器啊 为什么不动手 再说了 我这么大岁数了 已经不是那个你不敢反抗的父亲了 没有武器你一样可以打倒我 为什么不使用武力呢 吉泽敏剑的手开始剧烈颤抖 他的脑门上 汗水如泉涌一般冒出 你 你快停下 我 我真的要动手了 敏剑 从小你就在我的呵护之下长大 为了你 我付出了多少的心血你知道吗 还记得你上小学的时候 中午忘了带便当 我当时在开会 可是我还是亲自给你送了过去 没什么 一个父亲 要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 别挨饿 这是我的责任 说话间 吉泽俊雄已经解开了林园身上的绳子 转过头来 十分平静看着吉泽敏剑 你长大了 你曾是我心中唯一的继承人 但是 所有的一切 都在你软禁我的时候改变了 敏剑 我有些不理解 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为什么会急于一时 最多两年 谁也阻挡不了你继承整个吉泽家族的产业 为什么 为什么 吉泽敏剑双腿一软 一下子跪倒在地 忽然 吉泽敏剑雇佣的一个人跑了进来 惊慌道 外面出现了大量的保安 我们被包围了 吉泽敏剑的神色十分痛苦 看着吉泽俊雄说道 父亲 难道您报告安保部了 吉泽俊雄摇摇头说道 我想 是咱们家的司机报告安保部了 因为我知道 你要想要我的命 那半年的时间你有的是机会 纵然你丧心病狂 我也要等你真的打到我身上 我才会相信 吉泽敏剑的手下纷纷进来 保安的包围 让他们有些慌惯 都问他该怎么办 不要挣扎了 投降吧 这里是我的家 我太清楚这里的结构了 你们的罪行并不算重 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们应该没事的 吉泽敏剑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不管怎么说 他对手下还是有些感情味的 不行 你以为我们就今天的事情吗 要是进了安保部 我们以前的事情都要被揪出来的 吉泽少爷 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人质 胁迫人质跟安保员谈判 我们还有机会 够了 我已经做出了不可原谅的事情 难道我还要挟持我的父亲吗 你们赶快投降吧 我会给你们找最好的律师 你们不会做多长时间的牢房的 吉泽少爷 难道到了这个时候 你要抛弃我们吗 那就对不起了 咱们把这三个人都抓起来 有了三个人质 保安是不会赶冲进来的 十几个人马上就统一战线 朝着吉泽敏剑父子还有林元围了过来 站住 我的父亲有严重的心脏病 你们把我当作人质 放过他吧 吉泽敏剑端起了武器 但看得出来 他的手抖得厉害 哈哈 吉泽少爷 你开过的武器 也就是打打爸爸 你打过人吗 来啊 朝我这里动手啊 一个脸上有刀疤的男子冷笑着 慢慢逼近了吉泽敏剑 不 不要过来 我 我真的要动手了 吉泽敏剑几乎是拼尽最后一口力气 说出这句话 他的身体抖个不停 他害怕到了极点 去死吧 该死的少爷膏子 刀疤脸飞起一脚 直奔吉泽敏剑的手腕踢去 刀疤脸的功夫了得 腿上力量足 踢的位置也准 眼看着就要踢飞了吉泽敏剑的武器 然而 刀疤脸就感觉腿上传来一阵剧痛 他惨叫了一声 痛苦蹲在地上 在这肩不容息的瞬间 林源飞身抢到了吉泽敏剑的身前 给吉泽敏剑解了围 一脚踢在刀疤脸的膝盖上 这一腿同样是判断极准 而且力道构足 刀疤脸的这条腿 估计养伤怎么也得半个月以上 当吉泽敏剑真没出息 手里的武器经这么一下 竟然掉到了地上 这个变故 让那些原本失去希望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 他们纷纷冲上来 想要抢夺武器之 林源双掌齐发 连环拍出 他毫不吝惜使出了暗镜 一个又一个的歹徒 门哼着飞了出去 他们中了带有暗镜的掌力 都伤及到了内斧 比刀疤脸的伤情还要严重 砰 声响响起 就见吉泽敏剑倒了下来 歹徒实在太多了 有一个趁乱抢起了武器 打中了吉泽敏剑 林源一伸手 抓住了一个歹徒 用他做盾牌 往前一推 正好推在了那个动手的家伙的身上 趁着那人重心不稳 林源冲上去 一掌打落了那人的武器 林源一个滚翻 顺势拿起了武器 都别动 谁动打死谁 眼见林源拿起了武器指着 歹徒们一个个老实下来 纷纷蹲下 抱着头 看得出来 他们没少经历这样的场面 光的一声 房门被撞开 和武器实弹的保安冲了进来 都别动 放下武器 林源放下了武器 也蹲下双手抱头 敏剑 吉泽俊雄抱起了吉泽敏剑 老泪纵横 在吉泽敏剑的胸口位置 伤口在鼓鼓冒着鲜血 你们不要抓我 我是医生 请允许我对伤者急救 林源看保安准备带走他 赶紧大声叫道 吉泽俊雄这才反应过来 急忙跟保安解释 保安这才放开林源 让他给吉泽敏剑检查 对方是从右胸打中的 这个部位 伤的是肺炎部分 虽然没有心脏那样致命 但若不及时手术 情况还是十分危险的 林源取出银针 封住了吉泽敏剑 伤口周围的穴道 这样 可以减少这个部分的气机运行 也就减少了血液的流失 就在林源要摆正吉泽敏剑身体的时候 吉泽俊雄忽然抓紧了胸口 十分痛苦蜷缩起来 不好 吉泽俊雄心脏刚刚经历那么严重的病害 最忌讳的就是太过激动 刚才给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 吉泽俊雄的心脏不堪承受这样的刺激 林 林医生 求求你 救救我父亲 我总惹他生气 没少让他操心 我对不起他 您就指他吧 救活我 我也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林源叹息摇摇头 转身面对吉泽俊雄 吉泽俊雄十分痛苦 已经说不出话来 但他还是颤抖着伸出了自己的手指 指向了吉泽敏剑 我是医生 我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做决定的 你们不要干扰我好不好 林源耐心说道 吉泽俊雄痛苦地点点头 表示明白林源的意思 林源拽出几根银针 在吉泽俊雄的身上很快下了几针 吉泽俊雄的情况虽然严重 但却是急性的 就好像是心肌缺血的那种症状 只要疏通气机 缓解心肌缺血的情况 就没有事情了 相比之下 吉泽敏剑的情况就危险了 他现在最急需的就是在送到手术室之前 身体保留住足够的鲜血 尽管林源已经封住了一些穴位 减缓了血液流失的情况 但情况依旧不乐观 吉泽敏剑的脉搏一点点变弱 眼看就是失血严重 林源想了一下 把所有的银针全部用于封住吉泽敏剑的精血 把气机降低到最低程度后 用毛巾按住了吉泽敏剑的胸口 就护车很快到了 林源跟着吉泽敏剑父子 一起去了医院 第792章不用选址了 吉泽俊雄的情况十分稳定 医院方面甚至都没有让他住院观察 只是主妇要注意情绪 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 吉泽敏剑的情况有些糟 但因为林源尽力给他止血 所以到医院的时候他还有血压 尽管有一段时间很危险 不过这家伙挺了过来 手术很成功 保住了一条性命 得到消息的吉泽家梅等人 飞快赶到了医院 而这时候吉泽俊雄父子已经双双安全了 观察了几天 吉泽敏剑恢复了神志 吉泽俊雄尽管身体不好 还是坚守在病房外 不管怎么说 病房里面的是他的亲生儿子 林源这个时候想走也走不了了 吉泽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又过了几天 等吉泽敏剑能够说话的时候 林源才向吉泽俊雄告辞 吉泽俊雄极其敬重请林源好好谈谈 林医生 您对我们吉泽家大恩大德 已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了 你对我不仅仅是救命之恩 而且还化解了我和儿子之间的芥蒂 这个远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因此 我向您提个建议 请您务必要考虑一下 吉泽先生 有什么话尽管直说 我虽然不是从善如流 但也能够听得进不同的意见 林医生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我有80%的股份 剩余的20% 只不过是京都大学名义上拥有的 他们只能负责分红 而没有任何的决策权 我是这样想的 您不是想让渡边先生开办正气堂吗 这个医院不成敬意 给渡边先生开办正气堂吧 林医院听了 心中未免一动 要知道 他让渡边一幕在苍明国开办正气堂 可是有着深远的布局战略意义的 以渡边一幕的中医水平 在苍明国开设正气堂 不但可以弘扬中医文明 扩大中医的影响力 而且还可以给新元慈善提供一个稳妥的海外据点 林医院虽然跟国际心血管专家 所属机构签订了援助协议 但新元慈善在海外是没有据点的 要知道 慈善这项公益活动 可不是说筹钱就行了 这是一个十分严谨的公益活动 需要有影响力 一个慈善机构 要是没有影响力的话 就无法号召更多的人投入其中 所做的事情 也只能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 试想一下 如果在川西民陵的阿旺地区 如果林医院有足够高的影响力 就不会费那么大的劲 才鼓捣起来 影响力足够的话 可能召集世界各地的人一参观 马上就会引起相当的关注 一些国际财团会看到其中的商机 进而慈善和商业开发共同作用 会有一个多营的局面 吉泽俊雄的想法 可以说是郑重林医院的下怀 因为林医院有了让渡边一幕 开办正气堂的想法 就要想方设法扩大正气堂的影响力 选址 造势 这些工作都是很让人头疼的事情 如果选在了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这个影响力是足够的了 吉泽先生 这恐怕不妥吧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看得出来 是您非常珍爱的产业 你虽然授权身后做慈善 但您在的时候 这产业拿出来 您能接受的了吗 哈哈 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嘉美的终身大事已经为他弄好了 我的儿子重新跟我和睦了 我还有什么是不能放下的 附属医院本来就是麻生一手操持的 渡边先生开办正气堂 总不会把麻生给赶走吧 这话引来了大家的善意的笑声 林源道 这样吧 吉泽先生 按照您签署的法律文书 附属医院在您生前 还是属于您的 渡边就算是租借这个场地 会付给您一定的租金 毕竟 您也需要获得收益啊 哈哈 林医生 我打算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抛掉了 钱是好东西 但经历了这场风波 让我看到了这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亲情 我已经跟敏健说好了 等他康复 我就按照他的意愿 学我大哥 周游世界 满足他自由一回 吉德先生 首先我要恭喜您 您有这样的心态 比吃什么药都好使 但是 附属医院的事情 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了 就这样决定吧 林医生 我已经没必要再把时间浪费 再赚去金钱上 我需要的是好好体会天文之乐 我已经决定了 请您接受我的好意 这对我 对您 还有杜鞭先生 都是共赢的 看着吉泽俊雄洒脱的样子 林医院想起了一个人 那就是湘江的顾鸾雄 曾几何时 两人是何其的相似 都是为了家族产业完命工作 到了最后 都几乎是在命轩一线的时候 火人开朗 没错 人有的时候是要拼命追逐金钱 但有的时候就要不把时间浪费再赚去金钱上 林医院站起身 向吉泽俊雄伸出了手 那我就谢谢您了 吉泽先生 吉泽俊雄用力握住了林医院的手说道 该说谢谢的是我 林医生 您让我真正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虽然我的时间不会很多了 但借用东黎的一句古话 叫做《招文道西思可以》 在最后的时间 能够活得透亮 这才是真正完美的人生 好 吉泽先生要是旅游到了东里 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尽地主之意 一定的 届时一定会套扰林医生的 事情就这么商量好了 吉泽俊雄找到了京都大学的理事 把相关的情况跟他说明了 表示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产权虽然变了 但因这个地方获得的收益 还会拿出20%作为给京都大学的分红 这件事情引起了轰动 因为林医院 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逆天一班抢救了吉泽俊雄 这个被诸多专家判了死刑的病患 在苍明国的医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有许多的专家所属机构 挖空了心思想要林医院过去讲课 但都被婉拒了 这些机构只好退而求其次 看看能不能请渡边一幕去讲解一下 现在 吉泽俊雄居然把附属医院拿出来 给渡边一幕当作是开设正气堂的地方 这对京都大学来说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啊 京都大学各董事马上召开会议 研究附属医院将改成正气堂的事情 董事们认为 渡边一幕因为其老师林远的影响力 在京都大学开设正气堂 必将是个有轰动效应的事情 京都大学是苍明国有名的院校 国内和国际上的优秀人才 很多会选择在这里深造 可以说 京都大学为世界培养出了数不清的优秀人才 京都大学的宗旨 就是精益求精 在各个学科领域直追世界最高水平 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学府里 尊重知识是最重要的理念 林远出手就治了几乎死掉的吉泽俊雄 所展示出来的是神奇的中医的神奇记忆 在中医这方面 京都大学有涉猎 但就水平而言 京都大学开设的中医学科 很难让人满意 中医学科 其实面临着很大的尴尬 那就是真正高水平的讲师教授并没有 给学生讲解理论课程的 往往就是研究理论 而没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 京都大学曾聘请过东黎之名中医过来讲课 但效果很不理想 中医是一个理论跟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 有些实践性的总结 在学生听来 往往如同天书一般 路边一幕深得林园真传 而且是苍明国人 在沟通这个环节上肯定会优于其他的中医人士 京都大学理事会研究决定 不但要支持正气堂在京都大学落户 而且要聘请杜边一幕 作为京都大学医学类学科的专制教授 为此 理事会找到了京都大学的校长 把这一情况知会了他 校长川奇茂欣然同意 亲自上门拜会林园和杜边一幕 林医生 杜边先生 对于你们在京都大学开办正气堂的事情 学院所有同仁都表示热烈的欢迎 还有 杜边先生深得林医生真传 学院还有个不情之请 那就是准备聘用杜边先生为中医学科教授 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 杜边一幕沉吟一下说道 川奇校长 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 我在这里要照看正气堂 恐怕没时间和精力再去给学生讲课 川奇校长 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这个您能理解吧 杜边先生 我理解您的想法 我是这样想的 您不用准备理论知识 只要给中医学科的学生 专门讲真灸这一门类就可以了 这是您的强项 不需要太多时间备课 这样 你的时间就充裕了 杜边一幕没有说话 却是把目光转向了林园 林园笑道 川奇校长 您的初衷我是非常理解的 但是 中医的真灸 光是说理论是没用的 丰富的理论知识 艰苦的手法训练 枯燥的实践经验积累 缺一不可 否则 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学了也没有什么大用处 第793章里面的感慨 川奇帽听了 不由得点点头 他虽然不是很了解中医 但他认识不少的这方面的专家 对于中医的认识高度 还是要比常人深刻的 林医生 如果您和杜边先生不能授课 那对于京都大学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遗憾 这么高明的中医技艺 却是无法登上最高的学堂 这真是我们这些做教育的人的耻辱 听了川奇帽的话 林园不眠感慨 苍明国人或许有太多的毛病 但在教育这一领域 无疑又比东黎的眼光要深远多了 苍明国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远比其他的国家要高许多 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 只要是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 苍明国人都不不惜重金给搞起来 在这一点上 苍明国人的精明一面展现出来 一个民族要想强大 必须要提高全民族的综合素质 那才能够屹立在世界民族强林之巅 而东黎 在教育领域真的让人有点不敢恭维 或许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太多了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最后搞来搞去 老祖宗的精华思想往往在异域放光 东黎的当代子孙巴拉开历史典籍 这才发现老外奉为珍宝的东西 原来是我们祖上的 如果说东黎的传统东西在哪里最受欢迎 无疑就是在苍明国 这个苍明国 可能对当代的东黎一百个不符 但对东黎古代的东西 用鼎礼膜拜来形容 也不算为过 林渊心中发出了一声长长叹息 他的理想 是弘扬中医 弘扬中医玄乎济世的思想 所以他才会跟戴维斯家族办医学院 才会办心缘慈善 但在东黎当今的社会思潮之下 推行理想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为当今东黎人的观点 在高速的发展 在快速来前之上 这也不能说东黎人的思想不行了 而是时代发展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无论是投好强国好跃国 还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苍明国 在发展的过程中 都曾经历过跟眼下东黎相同的发展思想 惊人相似的是 在发展的过程中 质量问题 精神为物质至上 这两个国家也都曾经历过 大概还是管子的话有道理 苍领时而知礼节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 能够在高速发展中理性 当一切以发展为前提的思想 被带动起来的时候 就像是一辆高速行驶的火车 不到十分危险的时候 是不会主动停下来的 在这样的氛围下 想要推广需要时间积累 需要经验沉淀的中医和中医思想 显得有些背离时代思潮 林源也曾偏激过 认为东黎人过于轻浮 在追求物质文明的时候 把传统的精神文明 差不多丢弃得差不多了 可见识的广了 林源的认识也在提高 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文明 也许正是传统文明复兴的物质基础 试想一下 东黎如果还是穷乡僻壤 交通落后 人们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温饱的基础上 那么 精神文明对人们来说 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便利的交通 没有快捷的通讯 你就算是想弘扬传统文明 你能做些什么 难道要用腿走遍东黎 传播光辉思想吗 有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 人们自然而然 就会对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 进行反思 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 如果仅仅是对自然的无休止开发 是人类的不择手段 那么这样的文明是注定要毁灭的 这样的发展反思 在各个民族都存在 浩越国是这样 苍明国是这样 将来的东黎也会是这样 林渊觉得 弘扬中医文明 作为东黎传统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要走的路还非常长 而且道路会无比艰辛 在这个过程中 合理有效的布局 稳扎稳打的策略 是实现目标的唯一途径 中医的跟在东黎 但真的能够提高人们对于中医的认识 恐怕还要在国外下手 东黎当今时代的思潮 还跟中医思想很不对路 一个稍显急躁 必须要马上见成果 而另外一个 则是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苦修和寂寞 联想到正在动工的江州省明海集团 江中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林渊心中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川奇先生 中医的记忆 有其特殊的地方 我想正统的教育方式有可能不太适合 中医的每一门功课都是需要下苦功夫的 在苍明国也有不少的中医名家 但真正有影响力的恐怕还是苍明国在汉药方面的成绩吧 川奇帽千功道 林医生真是慧眼如炬啊 没错 京都大学的医学中医类分科 被国内汉药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但是却没有出过一个能够用中医独立行医 而且取得重大贡献的人 相比于博大精神的中医 没出这样的人才 真是我们的失败 川奇先生 中医有其特殊性 跟当代为主流观点的西医风格迥异 标准差异太大 而且中医的学习不是量化的 更强调的是精神层面上的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 都是接受新思想的人群 对中医的一些理念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 呵呵 林医生难道不是年轻人吗 怎么说话比我这个老头子 还要老气横丘 哈哈 川奇先生见笑了 我接受中医思想 那全是我爷爷从小培养的结果 被各种口诀 练习各种手法 我可没少挨揍哟 现在的年轻人 是问有谁受到过这种待遇 是啊 现在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开始反思教育了 以往的快乐教育 在教育中 不能体罚的主流观点 已经受到了极大的质疑 孩子甚至是年轻人的天性 就是喜欢探索 很少有能够集中注意力 学习枯燥无味的知识的 这一点 真的是教育一个面临抉择的 十字路口啊 说白了 这有点类似于野生动物的 生存技能培训 只不过 野生动物的技能要是学不好 就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而人类的生存技能不行 却可以面临着诸多的选择 一句话 人类面临的生存压力小 所以在学习上就有选择了 对啊 也正是因为生存压力相对小 所以教育当中那些惩罚类的手段 被一些人当作是吸引眼球的东西 让教育走入误区 能够取得成就的 谁不是一路艰苦学习走过来的 所谓的快乐 尊重孩子的天性人权 不过是让孩子 甚至是青年人失去动力的原罪罢了 川奇茂说到这里 不觉哑然失笑 林医生 我们说的有点远了 您说了这些 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啊 不错 我们无法纠正人们的思想观念 但确实可以让人们看到 真正中医的临床效果 川奇先生 恕我直言 针灸 乃至中医 绝不是讲课就能够理解到其精髓的 我想 渡边在这里开办正气堂 可以让京都大学的医学类学课的人过来参观 通过时间来影响大家 川奇茂听的眼睛一亮 笑道 林医生 您这个想法很新颖 说说 您想怎么操作 渡边在这里开办正气堂 自然要接诊不少的病例 在某个时间段 渡边会把一些有典型症状的人集中起来 让学生们过来参观 这样 就会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通过案例说理论指使 这个就比直接灌输枯燥的理论知识要强多了 嗯 这个办法不错 林医生 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样 咱们约个时间 我会亲自主持这件事情的 林员没想到 川奇茂会这样伤心 自己仅仅是个想法 对方竟然直接要定时间 呵呵 川奇先生 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 正气堂开业还没有确定好 渡边要接诊患者 而且还要挑选出典型案例 这都是不确定的事情 还是等一切条件成熟了 再进行具体的操作 哦 这个确实是急步的 林医生 还有件事情 渡边先生生的正气堂 也就是原来的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一直是我们学院的医学类学生的实习基地 在这方面 您能不能保留一些西医的设施 好供我们的学生实习啊 这个绝对没问题 谁说我们办正气堂就一定要把西医撤了啊 我们弘扬中医文化 并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相反的我们会借鉴西医的长处 对中医一些短板进行必要的补充啊 紧外科手术这一项 中医就要虚心向西医学习啊 啊 林医生 万分抱歉 前原谅我对您的短视 我还以为 您的学生在这里开办中医诊堂 会把所有西医全部摒弃掉 对不起 我真的误解您了 川崎先生 不必客气了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虽然产权归正气堂所有 但不会做太大的改动 原有的设备仪器以及人员都会原样留下 渡边会挤出几间房屋 作为开设正气堂的办公地点 到时候地方不够了 我们再想办法 不会挤占附属医院原来的结构的 第794章尴尬的一枕 川崎茂拜会林园和渡边一幕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正气堂老中医 把西医那一套全给抛弃了 现在听林园这么讲 川崎茂完全没有了担心 林医生 十分感谢您这样大度 我看 以后正气堂收益的20% 我们京都大学也不要了 就作为正气堂给我们学生实习机会的补偿吧 川崎先生 这个就不必要了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是需要人才的 我在这里开设正气堂 本身就是要弘扬中医理念和精神 这部分利益 还是请收下 到时候作为寒门学子的奖学金 这也是正气堂为贵员做出的一点贡献 那就太感谢了 林医生 正气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业 届时我一定会过来捧场的 这个需要的时间就很长了 因为要筹备必要的药材 还有熟悉中医药的助手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为了扩大影响 我想在正气堂开业之前 举办十几天的一诊 免费为患者诊断 扩大一下影响 行 到时候我会发动一些学生 来做一诊活动的志愿者 两人交流一番 穿其帽起身告辞 林医院和渡边一幕 就开始着手正气堂的规划 原先最重要的选址工作 意外有了收获 不必要再去操心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是个很理想的场所 考虑到原来的规模和效应 林医院不准备做大的改动 一楼是迎接患者的地方 服务人员要在这里 给予患者及家属提供必要的咨询 这样的地方是不能动的 林医院在二楼发现了几间储藏室 储藏室的对面 就是医务人员办公的地方 这里同样不能动 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布局 改动会带来很多的不便 最后 林医院选择了三楼的会议室 在会议室周围 有很多是给参加会议的人 提供休息的休息室 看看房屋空间 会议室正好可以改造成 中医药材的存储地点 而休息室可以改成会诊的地方 有了规划 实际动手操作就不必林医院亲自动手了 渡边一幕这个坐镇的人 他需要了解整个布局 而且要熟记整个布局的规划 到时候好方便他抓药和培训助手 在正气堂没有开业的这一段时间 林医院通过各种渠道 发布了正气堂开业 还有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一诊的消息 但令人尴尬的是 林医院在一楼的迎客大厅里 足足待了两天 没有一个过来请他诊断的病人 就有几个过来看一下 还是咨询医院本身的情况 林医院感觉不可思议 这要是在东黎 肯定会有人过来 而且是数量可观 怎么在苍鸣国 一整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穿其帽给林医院 还配了六个志愿者 加上林医院七个人 有点像摆设一样 这让林医院感觉脸上有点不自在 在志愿者当中 有一个是专修中文的学生小林道一 他劝诫林医院 林医生 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因为苍鸣国人相对来说比较刻板 按照自己固有的观念去生活学习和工作 在他们的意识里 像看病这样的事情 就应该由医院正规途径完成 说到这里 小林道一觉得这可能有伤林医院的面子 便接着说道 林医生 我的意思不是说您就不正规了 您也知道 苍鸣国的医疗商界跟东黎不太一样 在这里基本上是预约的 都已经安排好了流程 一般是不会到您这里诊断的 林医院点点头 小林道一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林 你说你是学中文的 川七先生怎么会把你安排到这里当了志愿者 当志愿者可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行 尤其是给医疹这样的活动当志愿者 最好就是熟知医学常识的人 否则 即便是热心 不熟悉医疹方面的相关事宜 也是帮不上忙的 哦 是这样的 川七校长是考虑用医学类研修人员 而且是精通东里语言的 可这样的学员并不多 大家都知道 东里语言是这个星球上最难学的语言 粗通只能是明白大概的意思 所以就把我这个相对学的好的拿出来 作为沟通的桥梁 哈哈 川七先生想的倒是周到 不过 川七先生大概也没有料到 医疹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吧 岂止是川七校长 就是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局面 林医生其实我也是刚刚才明白 一问来看病的 才知道人家都预约好了 咱们确实是忽略了这点 其实事情想开了也就没什么了 林医院笑道 既然没有患者 那咱们自己给自己诊断一下吧 把志愿者学员们都叫过来 我给你们做一下检查 来的学员都听说过 林医院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里的神奇的救治 这两天没有过来人也确实都出乎意料 冷场让大家都有些沮丧 听说林医生要给他们检查 一个个都兴奋起来 志愿者们都是年轻的大学生 除了小林道义之外 都是学医的 有时候会注意一些生活习惯 因而感觉自己的身体差不多都是健康的 林医生既然想做个检查 那就试试 本来就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的 正好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跟林医生学习一下 林医院的诊断台位非常简单 就是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一个手电 然后就是两把椅子 林医院自己做一把 对面的就诊人是做一把 小林 来 你就第一个吧 按照标准的流程 林医院问了姓名 职业 年龄 看了下气色 然后给小林道一搭了麦 再看看舌苔 问了一下最近生活中的感觉 下了结论 肝气有些郁结 舌苔发厚 眼白底泛黄 这是长期熬夜的结果 另外 饮食也不规律 现在胃口尚好 那是因为年轻 如果不注意的话 弄脾胃出现症状的时候 就非常难处理了 啊 林医生 我觉得我够健康的了 有时候就算是一板不睡 只要挺过去 根本就不用补充睡眠 呵呵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会这么想的 因为身体年轻 就像是一部开出厂的新车一样 只要你不往死里做 就不会有太严重的后果 但是 长期不良的驾驶习惯 会在车体慢慢老化后彰显出来 这也就是同样的新车 为什么有人会开十几年 而有的人十年不到 哦 这个道理我明白 林医生 您觉得我应该吃什么药啊 小林 你的身体其实是很好的 现在连亚健康的症状都没有出来 只不过 你的身体已经给你提出警告了 你照镜子的时候 翻翻自己的眼白 看看自己的舌苔 这都是不正常的 这就等于是一张信用卡 你在无节制透支 那就是说 我不用吃药 而是要注意生活习惯 是的 小林 我曾经看过苍鸣国的一项社会调查 在某些领域 猝死率是非常高的 这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因为苍鸣国的医疗水平 还有个人的综合素质是相对很高的 只要注意到了一点点突发的情况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猝死人群了 林医生 我好像也看过类似的文章 上面说 猝死的主要原因是精神压力太大导致的 这跟平常的生活习惯 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 联系太大了 精神压力大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生活习惯才是一点点致命的 其实 所有的生命体 在没有强外力的情况下 都是极其顽强的 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是很厉害的 一般来说 年轻的身体有了什么损伤 自我修复会很快完成 说到这里 林源轻轻拍了一下小林道义的肩膀说道 就比如说你 你经常熬夜 点时不规律 这实际上是非常损害身体的 就说咱们用的汽车 做工提供动力 然后能够在我们到处跑 在做工的过程中 会产生非常多的有害废物 对机体本身是有伤害的 小林道义连连点头 这个我明白 我们的身体在做各种学习工作的时候 跟汽车启动是一样的 也会产生各种有害的物质 进而对身体产生影响 您是这个意思吧 不错 开汽车都知道 不能超长时间使用 因为发动机长期运行会产生金属疲劳 而且发动机会有磨损的渣子在机体间 所以我们经常会做汽车保养 以延长使用寿命 同样的道理 我们身体也需要自己的养护 这个道理我也不是不明白 可是 年轻的时候恢复快 很快疲劳就过去了 等到年老的时候再注意保养 难道不一样吗 这个当然不一样了 记得我刚才说的一个比方吗 你这样实际上就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你的身体就像是信用 等到你年老有钱的时候 想要还清年轻的欠账 却发现你已经信用全无了 根本就抵消不了你已经造成的后果 小林道义虽然点头称是 但林元能够看得出来 他还是不以为然 第795章谈时脉 林元心中不免叹息 像小林道义这样的情况 算得上比比皆是 活在当今时代的年轻人 可谓是十分幸福的 衣食无忧 而且有大量的精神消费产品 供他们使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会以求享受 代替了应该健康生活的一些习惯 像小林道义 学习本来就够艰苦的了 但闲暇之余 还是会上网 玩手机 熬夜 乐此不疲 这样所产生的疲劳 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 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疲劳 更可怕的是 修复过程中产生的感觉 是有些不正常的 因为人体在承受损伤 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 会慢慢适应 就近进一步迷惑了自己 以为身体没有事情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 对这种长期积累下来 产生的病症是最忌讳的 因为这样的病症一旦发作 很大的可能就是不治之症 因为长期的损害积累起来 对身体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脏腑机体几乎没一个好地方 医生面对这样的身体 也只能涂炭奈何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感觉大多时候会战胜理智 在接下来四个人的检查当中 林源发现 这些志愿者都有或多或少的身体机能紊乱 这都是不合理的生活习惯所导致的 不注意休息 暴饮暴食 热天冷饮不加节制 吃东西质问口味 不管对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损伤 要知道 除了小林道义之外 其他的志愿者可都是学医的 他们尽管有医学类的常识 但真正在学习生活中 还是以自身的感觉为准 到了最后的一个 林源看到他的脸就有一种很不好的瓦叫 这个志愿者的脸 不像是其他人那样有些灰暗的意思 但他的肤色绝对不是那种健康的 让人一眼看上去就感觉正常的 可是 这个志愿者的身体外形 好像是喜好运动的那种体型 从露出的手腕 脖梗看 肌肉十分发达 在这样的岁数 这样的身体应该是十分健康的 怎么肤色会给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呢 林源让志愿者坐下 通过问话 一边记录基本信息 一边仔细观察他的气色 姓名 大岛树 年龄 23岁 林源一边看着大岛树 一边仔细听着他的声音 大岛树的声音 让林源更加感觉奇怪 虽然他的声音很响 但林源总有那么点中气不足的感觉 最奇怪的是 通过询问 大岛树根本就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 按时作息 吃东西也比较克制 还定时参加锻炼 这可是很好的生活习惯啊 怎么会有这样奇怪的感觉呢 林源给大岛树搭了一下脉 眉头立马就锁紧了 谭食脉 死脉之一 脉象有如谭食 沉食之极 看上去脉国有利 实际上却是宾死之脉 在素问平人气详问中 对于谭食脉的描述是这样的 死肾脉来 发如躲锁 屁屁如谭食 约肾死 就临床而言 这个病症是后天之本的脾脏衰竭导致的 但具体来说 能够导致的原因不一而足 林源掩盖住了自己的惊讶 问了一些生活中的问题 然后让大岛树站起来 不漏痕迹 轻轻在大岛树的记录上稍稍折了一下 各位同学的身体呢 都有点问题 但是没有太大的毛病 这样吧 咱们反正没事 就再用西医的设备检查一下 这就相当于是免费的福利了 因为林源所要给大家做的检测 是全方位的 常规体检的要检查 一些非常规的检查 也都要给做 林源偷偷把麻省柳叫到一边 告诉他把大岛树的检查情况悄悄抽出来 为了避免大岛树的怀疑 林源把借口都想好了 就说是有少许的异常 需要确定 大岛树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林源宁愿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但现实很无情 大岛树的血检报告异常 麻省柳皱着眉头说道 前辈 大岛树的情况 很可能是白血病 但检测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空腹 如果能够空腹测一下血常规 应该能够确诊 林源探口气说道 那就想办法再让他空腹检查一遍吧 但愿我的诊断是错的 麻省柳找到了大岛树 说是检测结果出来了 但因为出现了血液污染 有些异常 为了稳妥起见 请大岛树第二天空腹来检测一遍 这个理由很正常 因为检测的血样 往往会因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而受到污染 大岛树就是血医的 他自然知道 到了第二天 大岛树和志愿者们来到附属医院 高高兴兴要整理一诊现场 却被麻省柳给叫走 问明了大岛树没有吃饭 便领着他做了血常规检测 拿到检验报告 麻省柳找到了林源 很沉重地交给了林源 前辈 一点没错 就是白血病 而且病人的情况很糟糕 林源接过来一看 上面的数据让他连连叹息 大岛树最明显的就是血小板一项 大小不等 畸形 而且有巨型的血小板 而且根据数据能推断 它的凝血功能也是异常的 这就等于是说大岛树已经到了白血病晚期 怪不得在旺期上面 大岛树会没有明显的气色特征 但却是感觉怪怪的 林源想起了扁鹊见蔡桓公一文 在前期的时候 扁鹊立有间便看出了蔡桓公的病症 这是旺气的功夫 一眼就能够得出结论 到了最后 见桓公而走 就是说扁鹊从蔡桓公的脸上看到了死气 所以断定这病已经没法治了 所以才会跑 一切都明白了 林源看到的大岛树的气色 实际上就是类似于死气的那种颜色 因为大岛树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 身体各部的气息都已经是接近油尽灯窟 所以就没有凸显出来异常 正常人的气色 显现的是生机 如果此时夹杂会暗的病色 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像大岛树这种情况 没有一处是好的 表现出的都是病色 所以忘记就无法断定了 这还是一个经验问题 林源见过冰死之人 也见过面有冰死之人 偏偏像大岛树这样的 自己都没有觉察到死气将近的人 林源还是第一次见到 那种怪怪的感觉 就是这种无差异的死气 让他的判断出现错觉 林源找个借口 让麻生流找一个护士 带领志愿者参观附属医院 让则是带着麻生流 找到了渡边一幕 检验报告让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 医生就像是战士一样 对战士而言 声响就是命令 就要义无反顾投入到战斗当中 医生则是遇到病症 就要拿出方案 挽救生命 不管面对的病人病情有多严重 极力挽救是医生的本分 渡边一幕尽管是心血管方面的专家 但一看检验报告 就能判断出病人的状况 沉默很久 麻生流说道 前辈 老师 我觉得 还是暂时瞒过病人 通知病人家属吧 麻生流的意思很明显 大倒数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渡边一幕探口气道 情况十分糟糕 以我的经验看 这个病人应该是身体素质一直很好 但因为突发的状况 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了病变 但这种突发病变 会因人而异 有人会很快觉察到症状 有的人则是一直没有特别的症状 直到发病才知道离死不远了 麻生流建林元迟迟没有表态 便问道 前辈 莫非你还有办法 天下只有必死之人 没有必死之病 大倒数的病情 确实是像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但也不是毫无忌讳 这话一出 别说是麻生流了 就是渡边一幕也有些惊诧 林元出手就治了不少的 鞭死的病患 但有些事情要辩证地看 就比如吉泽俊雄的病情 心血管严重补塞 在心血管专家的眼里 就是等死的症状 但林元却是利用续命丸 强行让吉泽俊雄的心脏搏动 用绒栓只要开塞 就活了吉泽俊雄 吉泽俊雄的情况 看似危险 但病患部位就在局部 虽然不好处理 但毕竟是身体一个脏器 可大倒数就不一样了 它是全身血液出现了病变 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有了造血功能 而且脾脏问题十分严重 无论是坐放疗还是化疗 病人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在渡边一幕看来 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 这种全身性质的病变 根本就是无从下手的 老师 您的意思是大倒数的病 还有得医治 林元捏着下巴 想了一会儿说道 大倒数的身体可是非常强健的 而且为人也很乐观 你们看 这样数据的病人 应该早就是形体消瘦 不堪风吹 而大倒数确实还能够这样活蹦乱跳 你们说 这说明什么呢 麻省柳渡边一幕相视一眼 都想不出来为什么 于是 两人的眼睛都看向了林元 我赡养吴浩然之气 这就是答案 林元双眼似乎穿透了墙壁 看向遥远的地方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回答杜边一幕两人的问题 第796章浩然之气 杜边一幕和麻省柳顿时有些傻眼的感觉 他们实在不明白 林元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赡养吴浩然之气 这句话杜边一幕和麻省柳道时知道的 语出孟子公孙丑 按照孟子的解释 浩然之气就是天地正气 宏大刚强 被正义培养则是可以战胜一切邪恶 后人对孟子的话曾经做了补充理解 认为浩然之气 就是人们用自身的正义感去处理遭遇的事情 这样 就会培养出自身的正能量 从而身体整个被精神所引导 不惧任何的邪虫侵蚀 而中医理论中也善于吸收传统的哲学理念 就把这个浩然之气引入到中医理念当中 老师 浩然之气我倒是明白 但我有些不明白的是 你想让大倒数该怎么做 让他积极参与到充满社会正能量的活动当中 远离那些竞争 勾心斗角 弱肉强食的阴暗面 让他积极参与能使人积极向上的活动 激励他 然后我们服以针酒汤药疗法 这个方法值得一事 麻生留点头道 前辈 以目前的检验数据看 大倒数确实是不应该采取放疗 化疗的医疗手段 他的身体非常凶险 恐怕这样的治疗还没等把致病因素干掉 他自己就先挺不住了 渡边一目沉吟道 老师 那可不可以考虑脏气移植 恢复他的红细胞再造机能呢 林元想了一下 摇头道 恐怕不妥 现在大倒数的脏腑本来就是处于衰竭的状态 移植脏气 本身自然会对心脏气产生排斥反应 哪怕是配型成功的脏气 我们都知道一点排斥没有是不现实的 大倒数的身体承受不了 渡边一目和麻生留 内心深处是赞同林元的看法的 大倒数就像是一个被以学注空了的大坝一样 看上去摧尾高大壮观 但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了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意外 就能够引发整个大坝的崩塌 要真的到了那一步 神仙也没辙了 麻生留说道 前辈 在成型的医学理论体系中 确实是有通过积极的精神治疗 让人体产生免疫力的先例 以大倒数的情况来看 这样的精神层面的自我治疗 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我想说的是 前辈 中医中的气难道是真实存在的吗 渡边一目很不高兴 冷冷扫了一眼麻生留 这是质疑长辈 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好在渡边一目跟着林元以后 脾气收敛了不少 不然 以他从前的脾气 一句混蛋一出 一个嘴巴上去 看你还敢置疑不 林元却是十分泰然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在整个中医层面经受的质疑太多了 在对中医的认识上 西方是有着很刻板的偏见的 总认为中医是维新的 形而上学的 就说经络淫畏之气 一直以来 西方都认为这是凭空一造出来的东西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通过特殊的仪器检测人体 发现人体有很多的特殊闪光带 而这些闪光带跟人体的经络走向大体吻合 这才重新审视中医的经络学 刻板偏见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思想上的狭隘 比如说当今科学盛行的原子说 实际上就是应该被淘汰的 当初希腊的哲学家提出的原子说 就认为原子是不可分割的 是宇宙间物质的最小组成部分 原子在希腊语中意思也就是不可分割 事实证明 这个理论是错误的 原子之下还有更多的分支 回到医学上 西医学折移眼睛能够看得到的 能被试验检测到的东西 创立了一套自认为是十分严谨的医学体系 殊不知人体的结构复杂 一点也不会比宇宙研究差劲 你可以检测出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含量 判断是否贫血 可是引起贫血的原因千差万别 有造血功能紊乱的 有营养不良造成的 这些东西是无法判断的 数据得出的分析 看上去更直观 更让人信服 但这里有个问题 那就是数据所能够带来的信息 其实是很狭窄的 比如说高血压 测量血压偏高了 西医通常采用的方法就是服用降压药 对不对呢 对也不对 因为造成高血压的原因很多 饮食上的重口味 喜欢吃重盐 重甜 辛辣食物 精神被刺激等等 都会导致血压偏高 治疗高血压的西药 单从医药层面上讲 确实是人类医学进步的标志 在一些疾病的并发症出现高血压的时候 这样的药物那是救命感 但如果不分情况滥用这样的药物 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服用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 这个人以后血压升高 基本上就要靠降压药来维持血压了 无论什么学术体系 最忌讳的就是我本门的东西一切正确 按照本门的世界观去理解世界 西医认为人体的构造 就是各种物质有机结合在一起 大脑通过神经指挥全身 各脏器各自有着自己的功能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套论术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有些地方 吓得结论过于草率 最大的结论问题 就是对于脏腑的功能性解释 比如肝脏 解毒 储存肝糖原 分泌胆汁 有助消化 心脏 就是人体的动力源泉 把血液供输到全身各个部位 因为这些都是被检测出来的 都被奉为金科玉律 正确吗 正确 但也不尽然 肝脏在中医的表述中 最大的功能就是理气 用西医的角树 就是分泌胆汁 消化人体摄入的脂肪 让人不会对高脂肪的食物 有油腻的那种感觉 实际上 人体是一个需要平衡的机体 每天人体必须要摄入的东西 是非常复杂的 一旦某些食物摄入过量 势必会导致气机紊乱 肝脏平息这些症状 正是其理气功能的表述 心思这一观念 是被西方人批评最多的一个表述 西方人认为 心脏不过是一个动力脏器 根本就不会参与到思考当中 而当代经过试验研究发现 在人的思考过程中 除了脑皮层生物放电异常活跃之外 意外发现了心脏的生物电释放也十分活跃 通过这个试验 虽然不能确定心脏就是参与了思考过程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思考过程中 心脏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有些西方学者 甚至重新审视东雷关于心思的这个问题 东西方的差别 可能就是源自对世界的不同理解表述 西方用微观微粒解释 东方用不可被观测的 相互依存又高度对立的阴阳之气解释世界 实际上 就是对微观世界的两种不一样角度的描述 西方仅仅是从自己的观点 自己的理论依据出发 就断然否定关于气的表述 很显然是片面的 而且是极不严谨的科学态度 尤其是最近的医学研究上 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 脏腑之气的存在 很可能是真实有效的 因为随着研究的深入 脏腑所表现出来的功能 用已有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了 当人们看到中医理论的表述时 发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尽管西医还是怀疑 但也有对中医的一些观点 渐渐发生动摇 说到这里 林源对麻生柳笑道 麻生 中医之气 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许在当代 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具体检测出来 但我相信 随着科学的发展 一定会有检测出来的一天 因为如果中医关于气的描述是错误的话 一个错误被传承了几千年 便也变成了真理 麻生柳拜福 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渡边一幕说道 老师 您说的确实是当今的现实问题 那么 在大导树神上 我们具体应该对大导树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去跟川奇茂校长沟通一下 找个理由 让大导树在附属医院 呵呵 应该是正气疼了 当一个中医药助手 你亲自培养他 告诉他重要的各种性质 用积极的一面引导他 很多中医医药的故事 是很有正能量的 就用这个跟他沟通 老师 我明白了 这样就会使他忘记别的事情 沉浸在一种 积极向上的态度中 对吗 笨就是这样打算的 不过 光做这些是不够的 你跟他说 我们需要研究一些药物 想请他当实验对象 他有针灸治疗的实验对象 这样我们就能够给他用药横针了 老师真是用心良苦啊 我今天明白了 治病救人 不单单是记忆上的问题 有时候还要讲究方式方法 你能有这样的认识 就说明你进步了不少 辨证分析是中医的精髓 一个发热症状 可能会有十几种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的时候 只要稍稍疏忽 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后果 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误诊误判 那可是会出人命的 渡边一幕和麻生刘凛然去公 几乎是同时说道 谨记老师 前辈 教导 第797章逆五行 林园发现 渡边一幕虽然说谨记老师教导 但嘴唇吸动了几下 好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渡边 有什么话就直说 说错了也不要紧 渡边一幕迟疑了一下说道 老师 大导树的情况非常危险 一个不慎 就有可能是命葬于此 老师 您给他治疗是没问题的 可这样太冒险了 能不能把病情通报给相关人员 然后治疗 这样比较稳妥一些 林园无比凝重说道 渡边 通报给相关人员 我们的责任是小了 但是 他的父母一来 然后给他治疗 大导树能不觉察到自己的情况不妙吗 现在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治疗 是唯一能够挽救他生命的机会 所以 我们一定要悄悄进行 老师 我明白您的苦心 可是 这样做的危险实在太大了 您有几成把握 万一失守 对即将开始的正气堂的打击 都是致命性的 林园长探一生 眉头也锁在了一起 渡边 这也是个显示的问题 可是 面对一个生命 一个眼看陨落的年轻生命 我们是不是要尽一切的努力挽救他呢 我只有不到四成的把握 但我愿意用我的名声 用正气堂的名声拼一把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渡边一幕和麻生留在无意义 冲着林园伸身一躬 久久没有抬起腰 这是向心目中的信仰致敬 林园无疑就是他们心中信仰的一个具体的 活生生的例子 林园亲自找到了川奇茂 把大导树的情况跟川奇茂详细说了一遍 川奇茂对大导树这样的年轻人 碰上了这样的情况 感觉是非常惋惜的 同时 他也感到非常震惊 林园竟然先是通过忘记和诊脉 觉察出了异常 然后用西医仪器进行确诊 这就说明 林园单凭身体各种感觉 就能够诊断的非常准确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 听了林园关于大导树治疗的想法 川奇茂马上表态 一定要配合林园 川奇茂找到了大导树 说林园对于他的表现很满意 京都大学也决定 在医学学术上做个大胆的尝试 在实践中学习医学理论 具体的操作方法 就是让志愿者 在正气堂中 通过临床的实力学习医学理论 这个尝试绝对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探索 为此 要找一个有高度责任心的人 来完成这项实验 因为是尝试 所以能否毕业 不看理论论文 要看平常的积累 看实际掌握的技能 大导树欣然接受了 这个志愿者的任务 毕竟 京都大学这样的苍明国之名学府 搞出的实验要是成功了 它的名字 必然是会被记录在京都大学 这样的高等学府的发展历史上 到了正气堂 林园亲自接待了他 林园把一台摄像设备 放在了大导树的前方 微笑道 大导树同学 别担心 因为一些原因 必须要录下我们的谈话 我郑重告诉你 我们的谈话可是具有约束力的 所以咱们之间谈话的时候 你必须是想好了再说 知道吗 大导树点点头 表示能够理解 大导树同学 我有必要跟你说明一下情况 贵院和正气堂所进行的研究 是一项全方位的合作 我们不但要对你进行理论方面的培训 实践方面的指导 而且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这你能理解吗 大导树明显犹豫了一下 要是光有理论培训和实践指导 他会毫不犹豫答应 可是还要进行试验 这让他有些犹豫了 要知道 他可是医学学科的学生 解剖过不少小白鼠 大导树真怕自己成为小白鼠那样的下场 林源笑道 请不要担心 你大概听说过神农长百草的故事吧 作为一个中医人 亲自掌握各种药物的药性是非常重要的 我会开除一些方计 我们需要自己尝试 请放心 方计是绝对安全的 而且还会存荡 所有方计都是经过严格考证的 请你放心 大导树沉吟一下说道 前辈 我可以进行尝试 但仅仅是我自己尝试 是不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呢 呵呵 这个你放心 不但是你尝试 而且我也会尝试 咱们两个喝一样的药物 这是尝试 也是考核 你要写出心得 我会根据你的心得给你打分 这就是川奇先生所说的看实践成绩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前辈 我同意这样做 还有 对你的培训 必须是全方位的 我不想这样的实验出不来效果 我会教你针灸 你要想知道针灸的真实效果 就必须要亲自体验针灸的疗效 我会在你身上行针 这个你能接受吗 林源的针灸 在京都大学那可是十分神秘的 据说林源可是在吉泽郡雄冰死的时候 用针灸力挽狂澜 才把吉泽郡雄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所以大导树根本就没想起他的 说道 前辈 我完全同意 需要签署什么一项书吗 林源淡淡一笑 收起了摄像设备说道 不必了 有摄像资料就足够了 这样 我先给你做一下针灸 让你体验一下针灸是什么感觉 然后喝一剂汤药 感受一下中医 可以吗 大导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进行扎针喝药 但想了一下 还是点头同意了 这一切 其实都是林源精心准备的 为了大导树的病情 林源几乎一夜没睡 专门研究该从哪里下手 大导树的身体就像是即将崩溃的大树 全身千疮百口 唯有一点生机在苦苦之称 要想救活这棵大树 仅靠外力是绝对不行的 必须要在它自身当中树立起一股浩然之气的感觉 有了这种感觉 就会激发出生命的无穷潜力 但仅靠潜力是不够的 林源必须要慢慢恢复大导树的正常生理机能 否则 生命潜力的透支要是没有脏气提供能量 就只能是消耗光了生命潜力 最终死亡 林源所采取的行真疗法 是逆五行行真疗法 按照中医的理论 五脏分属五行 心属火 干属木 皮属土 肺属金 甚属水 五行相生相克 相生指的分别是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水克火 火克金 而相克则分别指的是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在人们的日常生理活动中 脏腹五行是按照相生的顺序运行的 但历史上著名的全真教长春真人秋楚记发现 顺五行的运转虽然是生命必然运行的规律 但顺五行的运转方式 却是以消耗各脏气的先天之气为代价的 这样顺序运行 保证人体必要的生命需求 就必然是消耗先天之气 最后精华耗尽 人体就会灭亡 于是秋楚记就想出了逆五行的修炼方法 按照相克的运行轨迹进行一念导引 这样逆方向修炼 就会产生相克 就会停止脏气精华的流失 进而能够延长寿命 所谓的精华 说白了也就是使用粘线 任何东西都是有使用期限的 当你极力保存体内精华时 就会保留住脏腹的使用粘线 生命自然也就延长了 应该说 逆五行的一念导引法 是对传统理论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一般来说 都是顺之昌 逆之王的 但逆五行却是用了非常规的手段 通过错误的运行方式 保留住了脏腹的精华 这其实也是任何事情 都有例外的哲学悲论相印证的 林源在理论上是认可的 但在实际操作中 却是从来没有运用过 他的想法 就是通过针刺的刺激 让大导书体内的五行运转 出现短暂的逆行 这样的刺激之下 各脏腹会有相克而生的奇妙后果 这就像是有些养生诸作里提到的 以心火即胜水是一个道理 水火本来相克 但两者合作做工 又能起到神奇的效果 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辨证处理的 林源对大导书所采取的处理方式 就是这种逆五行的手段 通常来说 这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因为这是逆生命运行的行为 但具体在大导书的身上 又是保留生命潜力的唯一手段 林源也不敢保证 这样的行针会带来怎样的效果 因而在行针的过程中一场小心 随时注意大导书身体的变化 一旦出现了不可控的异常情况 他需要马上停止 可以说 林源的心理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大导书的病情已经是将近死亡的边缘了 但如果这条性命在林源手里陨落 道意上林源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 但在心理上 那种打击是难以想象的 随着一根根银针落下 大导书有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感觉 在身体的局部 有时候是在体调 有时候是在内服 凉热 酸麻 还时不时传出脚痛的感觉 这都让他惊叉不已 大导书是学西医的 他知道人体会有反射区 西医中对于针灸的描述是刺激某一局域 会引起相关的反射区兴奋 进而会有些治疗的结果 第798章不速之课 尽管大导书明白这些 但对于身体出现的状况 还是惊讶不已 对于针灸的一些 只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 终于有了直观的认识 大导书所不知道的是 林源在行针的过程中 所耗费的精神 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林源每扎一针 都像是在悬崖间的钢丝上行走 行刹他错半步 就可能是万劫不复 更加让林源吃力的是 他扎完上一针 在扎下一针的时候 要随时监测上一针的情况 林源行针无数次 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的谨小甚微 等预定好的行针计划全部扎完 林源浑身都快湿透了 给大导书扎针 针的有点要命的感觉 扎完针 林源让大导书自己写一下心得体会 然后 让渡边一幕给大导书端来一碗顺气的汤药 大导书的脏腑 其实最差的是脾脏 而这个时候林源偏偏不能给他补皮 这在学术上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须不胜补 林源只好先从补肝入手 调理大导书顺气的机能 然后再出手对付脾脏的严重问题 一连十几日 大导书都是在扎针吃药中度过 让他疑惑的是 在这段时间里 根本就没有让他干什么 就连基本的培训都没有 就好像是病人一样在这里度过 大导书也曾问过渡边一幕 渡边一幕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答案 告诉他实际上这是林源安排的中医体验 为以后的工作打好基础 大导书就算是有疑问 也没法问了 一天天过去 大导书没有做什么 宋小萌 麻生流还有吉泽家 每三个可是充当了苦工 开设正气堂所需要的药材 全都是这三个人辛辛苦苦整理的 药材质办齐全 规律到位 林源和渡边一幕就开始筹划正气堂的开业 林源这边倒是想着低调一点 可万没想到 这竟然成了京都一件极具轰动的事情 在林源准备好之后 吉泽俊雄就开始给正气堂造足够的事 而京都大学同样是不遗余力宣传 如果说吉泽俊雄的宣传 是没有一点私信杂念的话 京都大学宣传就有点搭顺风车的意思了 京都的市民都不敢相信 京都最有名的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竟然改成了正气堂 在八卦这一点上 苍明国的民众一点也不比东黎差 许多人纷纷猜测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附属医院要改名字 最先传出的谣言 就是吉泽俊雄所在的吉泽家族出现内讧 结果吉泽家族的产业分崩离析 最后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被以神秘东黎买家买走 改成了中医为主的正气堂 这个谣言一出 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阴谋论 东黎人的购买能力 让苍明国的土著居民是瞠目结舌的 那花起钱来 简直就像是扔废纸一样 见什么买什么 产品购买也就购买了 东黎人还十分热衷房地产 苍明国各个成型的企业也在购买之列 于是 东黎人要买下苍明国的威胁论就出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 神秘东黎买家买走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很显然 就是东黎人要逐步买下苍明国的很重要的一步 于是乎 联合抵制的论调铺天盖地起来了 有偏激的网上发帖者大声疾呼 不要去正气堂看病 是苍明国人的就顶起来 这个论调越来越猖獗 以至于最后有吉泽 俊雄和当地的地方新闻长官同时出现在媒体上 进行辟谣 吉泽俊雄在辟谣的电视讲话中 十分清晰讲述了正气堂的创办者是林远 这个东黎人的中医医术十分高明 而且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所有者并不是林远 而是他的学生杜鞭一幕 土生土长的苍明国人 除了跟林远学习中医的高超纪以外 他还是一名心血管专家 吉泽俊雄不厌其烦 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 事情的真相才大白天下 然而 针对正气堂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网上的留言帖子千奇百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其中最主流的就是对中医的怀疑 一部分人认为中医已经落伍了吧 那是在蒙美时代所流行的看病方法 甚至在东黎的医字繁体上 中间还有个污字 这就证明中医是和巫术分不开的 有可能 中医就是类似于巫术之类的东西吧 还有一部分人是比较理智的 多少知道点中医的情况 但也是井底之蛙 他们的论调是中医在东黎早就失传了 真正能够代表中医的就是苍明国的汉药 当今世界上的忠诚药 苍明国绝对称得上是占据绝对的份额 东黎人搞的中医 没准就是从苍明国人这里学过去的 网上马上就有人质疑这种说法 那既然是苍明国人精通中医 为什么正气堂是东黎人在背后诸实开的呢 于是阴谋论再次被提起 东黎人可能是盯上了汉药市场 要在苍明国开一家有影响力的诊所 来提高知名度 然后进军这个市场 吉泽俊雄看到这样的消息 肯定是会辩驳一番的 但以他个人的能力实在是无法应付 与此相反 林渊知道了这样的消息 根本就不去辩驳 因为他觉得谣言止于智者 跟这些脑残的人辩解 本身就像是惨脑的行为 在诸多的质疑和猜测中 京都正气堂迎来了开业 原来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牌子 被车换掉 换成了正气堂这三个大字的金子招牌 其实林渊是想保留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字眼 不过吉泽俊雄给否决了 认为凡事做就要做彻底 既然当初渡边一幕开设正气堂的初衷 就是扩大中医影响力 那保留原来的牌子 很显然是跟目标是不一致的 对此京都大学倒是没有什么意义 京都大学的学者可不是没有见识的 尤其是穿其帽 因为大倒数的事件 对林渊的看法推崇被制 对林渊的道德水平评价极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林渊无论做什么 京都大学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 在开业的时候 京都本地的媒体都没有想到 正气堂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苍鸣国医学界的各个院校 基本上都派了代表 而且有很多的院校都是派出了重量级的人物参加 要知道林渊的名头 在业内可是声名狭尔 业内同行的评判可是顶级的 林渊的医术是一方面 林渊所能带来的商机更是各方面所看中的 京都地方媒体本就是想着应付一下 一看这么大的场面 赶紧请求支援 把卫星转播车毫不犹豫掉了过来 林渊想要把杜边一幕推出 带来的人群都把他当成了主角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想怎么低调都不成 就连杜边一幕的讲话 都显得不是那么出彩 幸亏接待的工作由吉泽俊雄抽调的人完成 要是让林渊接待 恐怕累死他也接待不过来 就在林渊焦头烂额的时候 麻省柳忽然找到林渊 前辈 来了一个很奇怪的客人 这个人带着个斗笠 遮住了脸 工作人员上去接待 无论怎么问话就是不答 最后我过去了 还是一样 怎么问话都不回答 而且他不走也不听我们的安排 林渊感觉有些奇怪 就让麻省柳带着他去见那个奇怪的来客 走到面前 林渊看这人身穿传统男子的和服 头戴一个大斗笠 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活脱脱一个中世纪苍明国武士的形象 就差腰间没有插把武士刀了 在苍明国当今社会 出席这样重要的场合 一般都是西装革履 而这人竟然是这副打扮 而且是光着脚穿了一双木鸡 这位朋友今天是渡边一幕主持的正气堂开业的日子 不知道您前来所为何事啊 林渊十分客气说道 你就是那个东黎人林渊吧 一声很古怪的东黎话从斗笠底下传了出来 从话语中可以听出 这个人的东黎语言功底不错 但语气间却是带着很明显的外国口音 对 我就是林渊 不知道前辈有何指教 从声音能够听出对方的岁数很大 既然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林渊在今天这个开业的日子 不能失了礼数 听说正气堂是以中医为主打的医馆是吧 那人冷冷问道 不错 是以中医为主打的 不过原来的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所有的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 都没有动来这里看病 全凭资源 哼来这里看病选择中医还是西医 我没兴趣 我要说的是 你何德何能 竟然敢在这里开中医馆 难道你觉得你的水平配开中医馆吗 这话明显充满了火药味 看起来 对方可不是什么善茶 是来提管的 呵呵 本人医术有限 不敢说有一颗玄乎济食之心 但也恪守中医骨训 和德何能谈不上 开个中医馆 还是绰绰有余的 林源不卑不亢说道 哈哈 会点三脚猫的医术 就赶开中医馆 这是太不把中医当回事了 你要知道 在东里开个中医馆招摇撞骗 我管不着 但是在苍明国 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第799张鬼种灰龙 林源被搞得云里雾里的 真的搞不明白 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位 一时间 林源甚至出现了点错觉 感觉这不是在苍明国 而是在东里某个不开化的小地方 要知道 苍明国的文化当中 跟东里相似的地方太多 只不过苍明国保留东里的传统更完善一些 类似于这种杂场子的事情 苍明国跟东里一样 都会有同行之间斗法的事情发生 只不过 苍明国比较按照规矩来 在这个行业内 我看你不爽 那好 约定时间 叫上大批的公正人 然后用本行业的规矩挑战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点类似于东里春秋时候的打仗 像这位这样一个人 在别人开业的时候大放厥词 还真的不多见 林源打量一下这人 但笑道 是不是招摇撞骗 咱们先放一边 我就是好奇 你想怎么管我 要知道 现在是法治社会 该有的法律文件正气堂都有 路边一幕更是有行医资格 你凭什么管 我叫鬼种灰龙 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那人冷冷说道 林源有些诧异 在苍明国人生地不熟的 别说是鬼种灰龙了 就是苍明国的一些名门望族 林源都未必全知道姓氏 一旁的麻生柳听到 脸色变了一下 巧声对林源说道 前辈 这是苍明国有名的中医流高手 鬼种家族 在苍明国的中医界 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原来是同行啊 林源心中忽然有种很复杂的感觉 有时候 同行是冤家这句话 真是道出了人们无限的心酸啊 甚至有人说过 只有同行之间 才是吃果果的仇恨 中医源于东黎 这是世界的共识 虽然苍明国人和林国人一样 不怎么承认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在苍明国有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 承认中医是源于东黎的 另外一方面 又说中医的真正代表 其实是在苍明国 苍明国在中程药的开发推广上的成绩 就不用说了 东黎跟人家比 那是幼儿园见到大学生的那种差距 在传承和记忆方面 苍明国中医界也认为真正的精髓在苍明国 这也不是说就是他们的狂妄 在东黎的近代史中 东黎的中医 确实是经历了几乎断荡失传的一系列窘境 而且在东黎最后一个朝代当中 编撰的四库全书 非但是对整个东黎文明的文化阉割 有些医书中的泛忌讳的字眼 也全部被删除了 有明一代和明之前的重要中医文档 其实都抄路传给了苍明国和某宇宙大国 东黎从古至今的各类文档 被某朝删减的地步 简直令人发指 再加上近现代的东黎历史 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 一些珍贵的文档遗失于战火当中 以至于有些研究领域 必须要到苍明国 或者是邻国查找原本的文档资料 才能够写出论文 一直以来 苍明国和某宇宙大国以东黎文明正统自居 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东黎研习的是有清以来的传统文明 而明在宇宙大国 宋以前在苍明国 这一点 不管你心里舒不舒服 最起码风俗习惯 还有传统的经典典籍在那摆着 只不过具体到中医的层面 林源倒是有话要说 中医跟其他的传承相比 尤其极其特殊的一面 在文学思想领域 文字的记载就可以起到相应的传承 当记载被篡改之后 很容易引起后人对前人思想的误读 文学思想这一块 不管有多重要 也比不上不自恶和性命重要 在战乱年代 很容易造成文学思想典籍的遗失 和相关传承人员断代 但中医不一样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需要医生治病救人 有的时候 战乱甚至更可能导致医学的发展 因为战乱导致的伤病太多了 这个时候反而需要更多的医生 中医跟其他的文明传统 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是对文化修养的要求不是很高 有很多的中医 学历并不高 但是水平却很高 为什么 因为中医有师徒的传承 口传心寿 这就保证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医史中没有灭亡 反而是越来越丰富 相反的 在近代史上 因为玄学文化渗透到中医当中 导致了中医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 甚至被某些近代都是抨击为六度糟粕 可见 仅靠几本医书 是无法盖全中医的 能够代表中医的 不仅仅是卷制如海的中医典籍 更是代代相传的中医人 这些林源也不屑跟鬼种回龙辩解 鬼种先生 按照你的意思 渡边先生开的诊所 代表不了中医是吗 哼 如果是苍明国人开的 我没话好说 但渡边一幕的身后 要是有东迷人支持 甚至是从东迷人那里学的中医 我是肯定要管的 呵呵 好说 鬼种先生想要管 不知道你想怎么管啊 哼 中医是一门博大精神的医学门类 不是看几本书就能做诊断 这样 我们彼此出几道题目 都是有关于中医的最基本的东西 你要是不能解决 就趁早滚回东迷 别在这里看什么正气堂之类的东西 好说 鬼种先生 那我要是赢了呢 哈哈 你能赢 笑话 没有这个可能 咱们选三个题目比试 三局两胜 即使是你就赢一局 就算是你赢了 你要是能够赢一局 我会亲自给你的牌匾挂上花篮 而你要是输了 就把正气堂的牌子砸了 永远不要再踏入苍鸣国的国土 哼 鬼种灰龙 你给我听好了 三局比赛 我定要赢你 你要知道 中医的跟在东里 而不是在这里 既然是你提出来的 那你就说说怎么个笔法 随你出题目 林园和鬼种灰龙的身边 早就聚了不少人 本来大家都觉得能看个热闹了 可没想到 两人竟然是说下了如此严重的话 鬼种家族 在苍鸣国的中医界那是鼎鼎有名的 鬼种家族怎么会到这里来找林园的麻烦呢 而且林园未免有些拖大了吧 题目让人家出 而且是必须要赢 这有点太不把鬼种家族的人放在眼里吧 这下兴致可就严重了 要知道 鬼种家族在苍鸣国中医界算得上是泰山北斗 苍鸣国和东里可不一样 流派众多 而且各个流派的人都觉得自己该是老大 而苍鸣国的中医界就认为 鬼种家族代表的是苍鸣国的最高水平的中医 林园让对方出题目 而且是要必赢 这就等于是向整个的苍鸣国中医界叫板 谁都没有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很好 勇气可嘉 就是不知道实力怎么样 鬼种灰龙说着 把头上的斗笠摘了下来 一张无比绝朔的脸露了出来 鬼种灰龙的脸上 带着苍鸣国人那种独有的刻板与坚毅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如同能够切开肌肉的手术刀一样锐利 林先生 如果让我出题目 我赢了也是胜之不武 请尊重我们之间的鄙视 我是来挑战的 不是占便宜的 鬼种灰龙的话 倒是让林园很欣赏 他态度虽然有些嚣张 不那么礼貌 但手段却是堂堂正正的 这是一个有原则底线的人 林园认为 只要是有原则底线的人 就不能称之为坏人 是值得尊敬的 鬼种先生 这样吧 中医无外乎诊断 便要加上针灸 我们就以这三个大象各出题目 谁要是输了 可以出下一轮的题目 这样算是公平吧 鬼种灰龙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不可思议的神情 要知道 中医包罗万象 谁也不敢说能够亏起全貌 就算是在顶尖的高手 面对几千年积累的中医 也只能顿生敬仰膜拜之心 谁敢说能够全部通晓 林园所说的三大象 实际上就是囊括了中医的全部内涵 这就等于说是在所有的中医领域中 挑选最实际的东西比试 这在鬼种灰龙看来 简直就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 中医博大精深 就算是一门功课 都需要好守穷精 你这样 是不是有些空泛了 鬼种先生 我认为这样才算是公平 正因为中医博大精深 才会有可能出现你我都不熟悉的地方 如果我拿我的特长 对付你的特短 你认为这公平吗 哈哈 有点意思 好 林园 咱们就按照这个规矩来 你先出题吧 这等于是鬼种灰龙让了林园一个先手 这个先手可是很重要的 因为林园就算是输了 他有下一轮的自选题目 连续两轮都不剩 那也只能自认学艺不经了 林园也没有在计较 说道 那咱们就先从真酒开始吧 这是我的强项 鬼种先生 题目是我挑的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说出鄙视的方法 既然公平 大家就不要纠缠细节好吗 鬼种灰龙沉吟了一下 点点头说道 可以 咱们就选经学行真 十二经和其经八脉 各选一学 你我各自选一半的学位已是公平 咱们同时对人体行真 入真必须半寸 谁快谁就获胜 第八百张神记折服 这个难度可有点高 要知道 人体的学位可是密不全身 选学行真 每真半寸 而且计时 这需要的功夫可是十分高啊 林园点头笑道 好吧 就一鬼种先生 你我各自写上学位名称 一是两份 你我看了以后开始笔试 为了公平起见 你我各自给对方挑选受真者 你看如何 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两人说定 林园选择了守三阳经足三阴经 还有因为卖阴敲卖都卖冲卖的选学 而鬼种灰龙则是选择了守三阴经 足三阳经 还有阳为卖 阳敲卖和任卖的选学 很快 两人写好了自己的选学 一是两份 一份留给自己 另一份则是给了对方 这样两人手里就都有了需要刑针的学位 接下来就是挑选志愿者了 在场的人大多数都是医生 知道刑针看似吓人 实际上确实没有什么危险 于是很多人都报名 想要充当这个志愿者 林园和鬼种灰龙各自给对方挑选了志愿者 高矮胖瘦都差不多 这样比试起来就更公平 两个人已经记下了那些学位 鬼种灰龙让自己的志愿者平躺在搬来的检疫病床上 而林园则直接让志愿者侧卧 看到这个画面 鬼种灰龙不绝一惊 要知道行针选学 可不是像电视上那样 随手一针就是学位 中医的针灸行针的时候 必须要通过手按压病患 通过病患的反应确定学位 平躺是最佳的感觉体位 虽然有些学位在后背 但身前的学位行完针 再让志愿者侧卧就可以在背后行针了 林园敢于让志愿者侧卧 难道他对学位的感觉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步吗 这可是针灸当中很厉害的基本功啊 鬼种灰龙赶紧平息了自己的杂念 对于中医而言 要求的专注度是非常高的 鬼种灰龙是此中高手 只要意识到了问题 马上就能够把注意力集中起来 林园看到鬼种灰龙拿出来的是六寸银针 知道他的针灸记忆肯定也是不得了的 行家伸伸手 就知道有没有 敢用这样的针 其水平只怕不在真亡田渊博之下 两人都采取了先亿后难 循序渐进的行针策略 在选学手法上 鬼种灰龙采取的是寻经按压法 就是按照经络的走向 用拇指在志愿者身上一画 因为学位大体的位置就在那里 只要志愿者一有反应 就会被他感觉到 那个反应最大的地方 就是他所要找寻的学位 而林园所采取的是点压曲学法 就是按照经络的走向 点压学位所在的地方 这同样是模糊判断法 因为人体学位可不像是图纸上标注的那样 是哪里就是哪里 医生能够判断的就是一个区域 而行针针对的位置 就只能是一个非常小的点 这样一来 就需要行针医生找到这个最敏感的部位 才能够下针 一般的针灸医生会按压身体 问病患的感受 然后知道下针的部位 而林园和鬼种灰龙这样的高手 只要稍稍一试 通过手指上传回来的肌肉感觉 就知道该在什么地方下针 两人的手法不同 但是选学的速度都是飞快的 旋转了学位 两人的行针速度几乎是同步的 但鬼种灰龙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对方的志愿者是侧卧的 而他的志愿者是仰卧的 到时候需要在后背学位行针的时候 他的速度就会耽误下来 果然 志愿者前身的学位扎满之后 林园马上转到了后背 而鬼种灰龙 则不得不耽误点时间 把志愿者给搬成侧卧的姿势 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差距 林园能够领先鬼种灰龙一个学位的时间优势 鬼种灰龙沉下心 不为林园的领先所动 而是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预定计划稳稳行针 最后一个学位 也是没得可选的学位 就是充卖的百会学 充卖是一条贯穿人体的一条经脉 起于头顶百会学 止于会 会显然不方便在大庭观众之下行针 就只能选择这个学位了 林园到了这个时候 忽然停了一下 从手腕上摘下金针 稍稍等了一下鬼种灰龙 鬼种灰龙飞快取出银针 给志愿者在百会学上扎了一针 两人几乎同时完成 鬼种灰龙完成之后 用复杂的眼光看着林园 旁边还有计时的志愿者 大声叫道 时间相等 现在看看两人行针的具体情况 有没有达到要求 鬼种灰龙一摆手说道 不用麻烦了 我认输了 公正的志愿者有些傻了 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鬼种 鬼种先生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时间差不多啊 现在只有看行针的深浅 才能判断出胜负啊 不必了 最后的学道是百会学 这可是要命的学位 林园君那个时候等了我一下 就是怕我着急出错 伤了志愿者 这份心胸就够我钦佩的了 而且 林园君最后使用的是传说中的金针 我所不能及也 这一局 我输得心服口服 林园的心中真是有些感慨 对苍明国人 他是真的有很多的恶感 但同时又不得不佩服 就拿鬼种灰龙来说 别管之前怎么狂妄 输了就是输了 而且对比自己强的人 就是一个恭敬的态度 这一点 可比某个宇宙大国强多了 输了找借口不说 还变着法的能把输了的说成是赢的 这其实也是东黎文化的缩影 东黎中也有这样的很恶劣的一面 不过没有那么厉害 谁让东黎周边的国家 都受东黎的影响太大了呢 林园微微点点头 赢了就是赢了 也没必要说些什么鼓励之类的话 对于一个能坦然认输的对手来说 坦然接受赢的局面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鬼种先生 按照咱们事前的约定 下一局 改您来选择比试的项目了 鬼种灰龙默默把扎在志愿者身上的迎针退下 收回 说道 林园君 那我出题了 说着 鬼种灰龙从身上拿出一粒蜡蜂药丸 轻轻一捏 打开了外面的蜡蜂 递到了林园面前 林园君 这是我们鬼种家族秘制的药丸 请您说一下 里面所含的药材和大体的制作方法 当然 谁都不可能把所有药材都说出来 只要您能说出大体的主要 还有一些关键的手法就行了 林园接过药丸 轻轻在鼻子下嗅了一下 顿时 一股亲人心脾的药香 让他感觉无比舒服 好药 好手法 精品 绝对是精品 林园连连赞叹 手里的药丸 光滑细腻 很显然是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而且捏在手里的感觉 湿度合适 既没有那种干燥的感觉 也没有沾手的感觉 这就说明 整个制药的过程 简直是精益求精 到了极为严苛的地步了 鬼种先生 咱们换一种药吧 这药我曾经接触过 什么 接触过 不可能 这是我们鬼种家族的秘制药丸 你怎么可能接触过 这是脱胎自中医的单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药丸的原始方子 应该是补中医器丸 只不过 鬼种家族的高手 加上了苗药药材 使这种补中医器 用于身体疲倦 内脏下垂的药物 有了提神醒脑 让人快速恢复体力精神的功效 鬼种灰龙的脸上一场精彩 简直就是撞了鬼一般 半赏他才说到 林园君果然是高手 不过 您怎么会对苗药有这么深的见识 呵呵 鬼种先生 巧合罢了 我的一位前辈 东离南云省的周传厅大师 他家代代相传的 就是中原和苗疆的药物 相结合的全新秘制药 我有幸跟周大师几天 他老人家教了我不少 所以才会了解 原来是这样 呵呵 我还以为苗药比较生体 会给你带来一定难度 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鬼种先生 给您一个建议 你所用的苗药药材 是当地非常珍贵的药材 只不过炮制的手法有些欠缺 您是导成了细面使用 而周老曾跟我说 这样的药材 要切 切成末使用 那样的疗效会更好 您不妨是仪式 受教了 林元君 这一场我同样是无话可说 我认输 本来我不该厚着脸皮较量第三项 但林元君的实力 有如神迹 让我有高山羊指般的感觉 我想见识一下 请您务必指教 说着 鬼种灰龙给林元来个标准的弟子李鞠躬 林元公身还礼 笑道 鬼种先生 从您拿出的药丸来看 鬼种家族就是一个不目名利的家族 这样的药丸 要是推广成产业化生产 那就是财源滚滚啊 而鬼种家族确实还信守着手工制作 精益求精 就凭这一点 请接收到我的敬意 谢谢 我一定会把林元君的敬意 转达给我的哥哥 也就是现在的鬼种家族掌门人鬼种克兰那里 林元忽然郑重说道 鬼种先生 我这里有个难题 还希望你能够帮忙 第801章帮忙 鬼种灰龙露出了疑惑的神情 本来是想请林元再露一手的 对方怎么说上帮忙的事情了 疑惑归疑惑 鬼种灰龙还是很客气 林元君 有话请直说 只要是我能够帮上忙的 一定会帮忙 林元笑道 请接一步说话 说完 林元让麻生柳和杜边一幕招待前来道贺的客人 他领着鬼种灰龙到了一间僻静的房间 林元把大岛树的血剪报告拿出来 给鬼种灰龙看 虽然是中医 但鬼种灰龙受教育的程度不低 而且对西医也有所涉猎 一看血剪报告 眉头就锁在了一起 林元君 您给我看这个报告干什么 虽然不太想承认 但是 这个人应该是没希望了 林元淡淡一笑 就把发现大岛树的病情前前后后都说了一遍 鬼种灰龙听罢大惊 什么 您竟然还敢尝试 而且竟然是这么大胆 您竟然用针发采取了逆五行的治疗 这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 鬼手 不 应该是神手 绝对是神手啊 可您想过没有 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 风险是大了点 不过 现在大岛树命悬一线 唯有保留他脏腑的生命力 才能够最后一波 否则 只能是眼睁睁看着他丧命 鬼种灰龙点点头 承认林元说的有道理 不过他有些担心 林元君 请原谅我的冒失 但我真的要说一句 这样做 很可能会被误解 要是大倒数危险 被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 肆意炒作起来 说就是因为您的胡乱治疗才导致的 您有话也说不清了 林元常叹一声道 鬼种先生 我们都是医生 难道 我们就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 而不做任何的事情吗 也许 我们失守会承担道义上 甚至是法律上的责任 可是 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 那就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背叹了我们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 一席话 把鬼种灰龙说的面红耳 是他赶紧站起来 虚公道 林元君 是我太肤浅了 您的意思 是让我做点什么吧 没问题 只要是您提出的要求 不管是什么 我一定尽全力去做 林元赶紧让鬼种灰龙坐下 诚恳道 鬼种先生 今天我看了你们鬼种家族秘质的药丸 发现你们对忠诚药的改造另辟蹊径 在原有的基础上把方药的效果发挥到极致 我需要这样的药物辅助我治疗大导数 林元君 您的意思是让我给您配置药物是吗 您本身就是治药高手 说实在的 我在您的面前 真有点斑门弄斧的意思 鬼种先生 如您所言 终于每一个细致的门类 都是好守穷精难以精言 说句真心话 在袍制药财上 我虽然得到了祖上的真传 但说出来修煞人也 我也就是学习了皮毛一二 真正在袍制药财上推陈出金 精益求精 我还是很差的 真有点亏对仙人 林元君 您客气了 既然您已经开口了 我想知道 您想要让我制作什么样的药 鬼种先生 你误会了 我是想请您完善我的治疗方案的 不知道甘麦大早汤您听说过吗 甘麦大早汤 当然知道了 这是两千多年前医生张仲锦创下的千古名方 而且仅用了三味药 治甘草 小麦 大早 这对治疗失眠甚至是抑郁有着很好的疗效 林元君 莫非是这位大倒数同学抑郁了 不是的 现在他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 知道他情况的 也就是京都大学的川崎茂校长 还有他的导师 这件事情只能潜移默化 一旦病人知道了这个打击 思想上稍稍变化 任谁都是无力回天 那您说这个甘麦大早汤 想要用它干什么 这可跟大倒数的病情无关啊 难道不是给大倒数同学用的 就是给他用的 甘麦大早汤 由甘草三两 小麦一生 大早五到七枚组成 七组方非常奇妙 有养心安神 和中缓急 补皮一气之功效 鬼种先生 我一直头疼的就是给大倒数同学的治疗 我用逆五行治疗 暂时缓解了他的脏腑精华流逝 是唯一的希望所在 林元君 在下佩服 现在大倒数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脾脏 您的意思是 用甘麦大早汤安神以养皮 皮竹果血 有藏纳盈血的机能 慢慢化解大倒数的危机 您是这样的打算吧 是的 是有这个思路 不过 甘麦大早汤也仅仅是安神功效 养皮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要是加上别的药物 恐怕会有药性冲突 而刚刚见识到了鬼种家族的成药 我觉得您应该是药性熟人的大家 所以才会请您帮帮忙 看怎么样能加入药材 而不至于影响到功效 哦 林元君的意思我明白了 就是想在甘麦大早汤加上别的药物 而不影响原有的功效 是吧 这个好说 其实 药材的药性 彼此间也是有损益增减 或者是互补的 我们鬼种家族就是今年这一领域的 林元君 我会申请家兄 把药材药性的文献拿出来 请您过目 林元倒是一下子有些不自在了 他没想到鬼种灰龙会这样做 要知道 鬼种灰龙所说的文献 应该就是鬼种家族几代研究的精髓所在 应该是属于不传之秘的 这 这有些不太好吧 毕竟 这是你们家族的研究成果 我看了 是属于偷看秘密的 林元君 我的家在北海道 离这里很远 您的学生在这里开正气堂 其实跟我们鬼种家族没什么关联 可是我来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吗 林元有点猛 不知道鬼种灰龙为什么会这么问 现在想想也好像是有点突兀 鬼种家族离京都这么远 到这里有砸场子的味道 说是看不惯 有点说不过去啊 莫非是有人唆使 林元想到了一个可能 是的 你跟威冷集团的古田陵墓 是不是有过节 这一句话 林元全明白了 说来说去 还是恩怨使然 林元在京都的事情 在苍明国医学界医药界 肯定是闹得沸沸扬扬 威冷集团转型做汉药市场 肯定会非常细致了解这个情况 古田陵墓作为在东黎威冷的代言人 肯定要被问及关于林元的事情 这样一来 古田陵墓知道 林元在苍明国的一系列行为 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田陵墓跟林元算得上是颇有恩怨 林元出手治了他的病 但也从他那里敲了不少的设备 在南岭 争夺开发项目 更是被林元联合桑田家族摆了一道 算起来应该是有仇的 林元和桑田家族的事情 纵然是没有证据 但古田陵墓在威冷也有自己的势力 调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得出结论是很容易的 于是乎 针对林元的报复行动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鬼仲先生 我和古田陵墓 确实是有很多的恩怨 鬼仲家族是以研究中成药 也就是所谓的汉药成名的 莫非你们跟威冷集团 有深度的合作关系 不错 威冷集团曾经签下过 我们家族的十几个药方 我们跟威冷集团是有分成协议的 经办人就是这个古田陵墓 他前些日子专程打电话给家兄 说是你在东历就招摇撞骗 善于造势 然后利用中医赚取不义之财 家兄很生气 就派我过来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就说嘛 以鬼仲先生的气度 不会因为我这样的小人物 而大动干戈的 林元君 承蒙您夸奖 您的记忆就够让我钦佩的了 您的医德 更是我所不能及的 您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 苍明国人感冒风险 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敬意 在药材药性的研究上 鬼仲家族算得上是有些成就 只要能帮您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 秘密吗 不值一提 说到这里鬼仲灰龙竟然颇有些感慨 林元君 其实 这些所谓的秘密 只有对于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医人才是秘密 不说别人 就说我的儿子 可 根本就耐不住学习中医的清苦 学了西医 还是某个机构的负责人 鬼仲家的几辈人的智慧 可 林元能够听出其中的无奈 甚至是伤感 都说东霖是个浮躁的社会 但苍明国何尝不是呢 从事中医的艰辛或许只有中医人自己才知道那个滋味 鬼仲家族专门研究药材药性 其难度一点也不比针灸药下的苦功夫少 要知道那入到中医点集中的药材 那可是海量的 本草纲目中就在有1892种 而在中华本草中则是记载了8980种 加上其他少数民族用药 总数已经超过了12000种 在这样庞大数量的药材面前光是熟记药材样貌 基本属性就是个海量的工作 再加上经验总结 实验研究 这所需要的时间也是几十年才能拿下的 第802章交流 不管你的目标是多么高尚 不管你所做的事情多么的伟大 现实当中没钱是不行的 像鬼种家族这样中医世家家族 家族规矩肯定是极为严格的 可就是这样的家族 依然阻止不了儿子去学习 林源忽然心中一动 说道 鬼种先生 我在东黎江州省明海集团 跟戴维斯家族合作 准备开设一个中西医结合学院 到时候 不知道能不能请您或是鬼种家族的人 传授关于药材方面的知识 啊 林源君居然还办了学校 中西医结合学校 以林源君的本事 这个学校肯定会对中医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要去 我是一定要去的 与其让几辈人研究的智慧消亡 不如传授给更多的人 那好 咱们说定了 到时候我一定会给鬼种先生发邀请函的 好的 林源君 我马上联系家兄 让他把资料给送到这里 鬼种会龙说完 让林源找借口把大岛树叫了进来 大岛同学 我十分钦佩你这样的志愿者 能够耐得住寂寞 在枯燥的中医中寻求医学真理 我听说 大岛同学最近一直在体会 针灸和忠诚药汤记 有什么感想吗 大岛树腼腆笑道 前辈 真是惭愧 林前辈和渡边前辈一直给我学习的机会 但我就是感觉被针扎的时候身体有感受 喝药的时候很苦 有时候甚至想要打退堂鼓 大岛同学 男人不应该轻易放弃的 这样我给你检查一下 看看你这些日子扎针吃药 对身体有没有影响 大岛树知道整个流程 乖乖坐下来 让鬼种灰龙把脉 过了一会儿 鬼种灰龙说道 大岛同学 你的身体没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 林医生的扎针味药 都是没有任何不良影响的 当初神农时常摆草 才有中医几千年的绵延长存 林医生能让你体验这些 说明他对你是相当器重的 请不要辜负林医生的器重 前辈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好好跟着林前辈 还有渡边前辈学习的 林元忽然笑道 大岛同学 一直以来都是你受挣扎 这一回 我拿鬼种先生做个示范 你来看看好不好 别说是大岛树了 就是鬼种灰龙也有些不理解 林元这是想干什么 不过 鬼种灰龙也没有什么意义 林元行针的手段 大岛树是见过的 绝对是甩他几条街的 既然林元想行针 他也想亲身体验一下林元的针灸 林元拿出银针 消过毒之后 对鬼种灰龙笑道 鬼种先生 在下放肆了 鬼种灰龙点点头 是以自己准备好了 林元蹬下 驱鬼种灰龙的足三里扎了下去 一瞬间 鬼种灰龙就感觉一股腾腾热气上升一般 那感觉从小腿一直窜到了胃部 他甚至感觉到胃部就像是被暖气烤的一样 非常舒服 林元君 这莫非就是针法中的烧山火 雕虫小气而已 让鬼种先生笑话了 林元说着 取了另外一支银针 扎在了中碗穴上 顿时 一股凉气下行 胃部出现了轻微的脚痛 透心凉 林元君 神迹啊 对了 林元君 你是不是看出了我胃部有隐疾 所以才会给我行针 碰巧而已 祖上传下来的旺旗的功夫 我不过是粗通皮毛 看了鬼种先生的脸部之后 就粗粗判定了 刚才跟鬼种先生说话 鬼种先生嘴内生香 想必是用了出口臭的药物吧 如此 我就断定鬼种先生的胃部是有小小的毛病了 旺旗 莫非就是战国匾阙 见蔡桓公一望变之隐疾的绝技 家族是有那个本事 我吗 就是碰巧而已 可今天丢人真是丢到家了 幸亏林元君没有当众让我下不来台 否则 鬼种家族的声誉都要受到牵连啊 鬼种先生 不要想太多了 毕竟是有奸人作祟 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不过这样也好 认识了鬼种先生 这样真正意义上的纯粹中医人 鬼种先生 您好好体会一下 这烧山火和透心粮的手法 有何不同 鬼种灰龙这才明白 林元给他治疗隐疾 不过是一个幌子 实际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他烧山火和透心粮真法的奥义 这合适吗 林元君 想必这样的真法 也是您祖上秘传下来的 有什么不合适的 真法因人而异 就像是鬼种先生所说的一样 所谓的秘法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医人才算是秘法 否则 我就算是把真法编转成书 恐怕也不会有人把它当成宝贝的 鬼种灰龙感慨道 是啊 这是属于纯粹中医人的绝技 平常人或者是从事中医一直不坚定的人 是根本无法领回其中奥秘 哪怕是强迫学 也是学不来的 林元君 我感觉 您施展阵法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觉 都是通过颤针和碾动刺激产生的 不错 烧山火和透心粮说白了 就是通过刺激使得经脉的气机运行发生改变 因而会产生相应的感觉 其实 所有的感觉都是人体自身产生的 是机体因为刺激而产生的应激反应 绝不是我这针有这样的功效 嗯 林元君 这道理听上去简单 但要求的功底却是苛刻的 您的手极稳 扎入我体内的针 所有的动作 都应该是您刻意而为的 就凭着手上的功夫 我也是望尘莫及 中医的传承有几千年了 而针灸可能是中医手段中出现较早的门类 不然 在皇帝内经当中 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论述 鬼种先生 您好好体会 这样的振颤加上左旋三右旋五就是补针 林元十分耐心给鬼种灰龙做了详解 林元把针灸绝技交给鬼种灰龙 一方面是感激他的无私 另一方面 也是觉得 传统的绝学 只有在真正意义的中医人手里 才是真正的归宿 如果林元此时到一家中医院 说愿意传授针灸绝学 有几个人是真心实意能够跟着学的 又有几个能够吃得了学习的苦 能够坚持到最后的 林元的针灸绝学 算得上是中医流传至今的瑰宝级的记忆 这记忆真的学好了 确实是能够带来收益 但这个过程需要付出无数的艰辛和努力 而且未必能够成功 试问 有几人能把绝学学会了 唯有真正的中医人 才会把绝技当成是瑰宝 其他的 也就嘴上说说 真的让学 只怕是还没到半途早就跑路了 林元反复失真 反复讲解 确定鬼种灰龙记下来了 才把针给推出来 老师 感谢您的指点 我莫齿难忘 鬼种先生 这话严重了 您把家族的不传之秘都贡献出来 咱们这只能算是交流 不是传授记忆 另外 我的学生渡边一幕 已经完全掌握了针法要诀 我要是不在苍明国的时候 你有什么疑惑的地方 可以问他 不管怎么说 还是太感谢了 两人交流着 把旁边的大岛树晒得不清 他倾可了一声说道 两位前辈 你们交流的 我有些不懂啊 林元这才意识到 因为太投入了 把大岛树给忽略掉了 大岛同学 我给鬼种先生用的 是针灸记忆中比较高级的针法 你看出什么端倪了吗 大岛树一脸茫然 半赏摇头道 林前辈 树我愚钝 我实在看不出来 您和其他的针灸有什么区别 鬼种灰龙叹口气 真是看到针宝也不知道是什么啊 别说是大岛树了 就是他的儿子 不也一样感觉忠一没意思吗 正在说话 却肩送小蒙走了进来 林元 快点吧 开业典礼已经开始进行了 渡边让我过来看看 你要是不忙的话 就到前边过去一下 鬼种灰龙笑道 不忙了 不忙了 林元君 那咱们一起过去看看吧 苍鸣国的开业典礼 绝对没有东林那么热闹 最起码 没有鞭炮齐鸣的乌烟瘴气的景象 但是 渡边一幕还是尊重了老师林元国家的传统 邀请了武师的队伍 锣鼓喧天 也很热闹 尤其是前来贺喜的各方人员 送的花篮几乎排成了长龙 正气堂的点额 也在这种极其热烈的气氛下 由渡边一幕和吉泽俊雄两人接红挂上 按照林元的要求 京都大学附属医院的牌子也没有摘下 毕竟 这个名称已经叫了那么多年了 当地人对这个医院也是有感情的 正气堂开业 是以自己的品牌迎来客户 而不是把附属医院的招牌摘掉 让附属医院的人过来充当正气堂的客户 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会发生如此巨大的翻转 本来是气势汹汹 要干涉渡边一幕和林元开设正气堂的鬼种灰龙 现在竟然跟林元如同是多年的好友一般 经过一系列的仪式 正气堂算是正式挂牌成立了 随后 就是吉泽俊雄邀请前来祝贺的人员到京都夜豪聚会 算是对前来祝贺的人员一个答谢 第803章意外 正气堂的开业 林元本来就想当个配角 应付一下就完事了 可谁都知道 他才是正主 就拼命想和他拉关系 敬酒 祝辞 一套接待流程下来 林元感觉自己的脸都笑慕了 本来林元是打算正气堂开业之后 他就回东黎 但大倒数的情况却不允许他马上回去 好在京都这里的正气堂 是由渡边一幕主持的 渡边一幕医术还有带人接物都很好 并不用他操心 鬼种灰龙的各个鬼种克兰如约到了这里 随身带的 就是他们鬼种家族历大药材药性研究的文献 不得不说 鬼种家族是个很呆板的家族 好像就是东黎从前的世家家族 不管是什么 非常讲规矩 林元通过给鬼种灰龙做针酒治疗 把烧山火和透新凉的针法交给他 鬼种灰龙虽然称呼上没变 但却是跟渡边一幕一样 凡事都是按照弟子的规矩办事 就算是鬼种克兰 听弟弟说了事情以后 对林元也是按照长辈的规矩来对待的 一起落座的时候 必须要微微鞠躬 等林元落座才能落座 一起吃饭的时候 也是把头低下来 等林元动筷子才能动 说真的 林元对这样的传统规矩 有说不上来的感觉 有时候觉得要尊重传统 可有时候 这传统的规矩真有点要命的感觉啊 从内心深处 林元是很欣赏鬼种兄弟这样纯粹的中医人的 但在具体的接触过程中 就感觉身体整个被捆绑住了一样 对方那样严肃 那样恭敬有理 你自己能随随便便吗 生活中接触有些难受 但在学术领域沟通 就显得很愉悦了 林元对大导树的治疗方案 是一个长期的 有计划有步骤的规划 用针灸逆五行疗法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药剂也是非常关键的 但因为大导树的身体情况非常危险 有些常规的药剂明明是有用的 但却是不敢轻易使用 鬼种兄弟在这方面是专家 他们根据林元开的房子 总是能够有针对提出增减 这样及对大导树的身体负责 也不会太影响药剂的疗效 在具体使用药材的问题上 林元感觉受益匪浅 也难怪 苍明国的汉药会占据 国际市场的大半江山 就冲着鬼种兄弟 对药材无比深邃的经验 就知道苍明国在这个领域 其实是领先东黎的 这也不能怪东黎的中医无能 因为中医所囊括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中医人光是学习基础知识 巩固临床经验就够忙活的了 还要为分属的各个流派 做激烈的斗争 谁能有功夫 把工作做到像鬼种家族 这么细致的地步啊 在东黎 做这样的工作 基本上是属于无用功的 你造出来精品药物 除非是特别有特色的 否则就是死路一条 周传廷老爷子就是个例子 如果他的药不是独门秘制 对肿瘤特别有治疗效果 估计周济制药厂早就倒闭了 认识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人说东黎缺少的是工匠精神 这个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 工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太平盛世 东黎历史上出现了 无数世界探为官职的精品国宝 难道不是工匠制造出来的吗 早在欧美如毛引穴的时候 东黎就已经完美诠释了工匠精神 而到了现代 为了追上时代步伐 急功近利的思想 谁都会有 发展到了一定高度 到了一定的瓶颈期 人们自然就会知道 靠低劣的产品终端是无法立足的 东黎从来 也永远不缺工匠精神 一旦这种精神被人们意识到了 世界范围内的工匠精神 那都是菜 干不过东黎人的 这不是吹牛 工匠精神的精髓就是精益求精 而在琢磨戏化问题上 东黎从来就是世界第一种族 想到这些 林源不觉叹息一生 有的时候 观念发展就是一个螺旋式上升 波浪式前进的道路 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 都会受到这个规律的惩罚 因为理智难以代替现实 你想做精品 但大众目前的认知和消费水平 就是低端品符合大众利益 你不做低端品 有可能就要死 只有在大众普遍需要精品的时候 精品才能有市场 才能够发展 一时间 林源忽然感觉 自己要弘扬中医的这个理想 忽然变得是那么的遥远 所要做的事情 是那么的多 异于心之所善惜 虽久死其有未毁 林源暗暗鼓励自己 不管做什么事情 只要心性之间 朝着目标努力 总有一天 会实现的 林源和鬼种兄弟精心研究方案 又经过了半个多月的治疗 大倒数再次进行血常规检测 发现他体内的红细胞数量 虽然还是低于正常值 但数量有所反弹 而且 血小板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巨型的血小板数量明显减少了 通过诊脉 林源和鬼种兄弟 发现大倒数的脾脏遗脉 竟然隐隐有了一丝生气 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检验结果 三人断定 所采取的综合治疗方法 是很有效果的 只要持之一横 未必就不能有奇迹产生 林源和鬼种兄弟商讨病情 觉得目前的阶段 确实是有了实际效果 但大倒数的身体 不过是有了起色 离着摆脱生命危险 还差着一大截子呢 最让三人头疼的问题是 目前不敢加大药量 大倒数身体 还赤处于崩溃的边缘 药量已增大 一旦引起了不良反应 那就是致命的 还是保守一点吧 这样再坚持一个月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林源素来都是以感用药而著称的 但这一回 即便是他再大胆 也不敢增加药量了 冒险是有前提的 除非是病患 马上就要完蛋 才能够放手一搏 而大倒数虽然只是膏肓之症 但身体还能支撑 没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 鬼种兄弟同意了林源的看法 这样保守治疗 慢慢恢复 速度虽然很慢 但能够最大程度 保护大倒数的身体 然而 就在三人研究下一阶段 用药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大倒数竟然不辞而别 不知道去哪了 这可把林源和鬼种兄弟急坏了 这小子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万一出现意外 那很可能是致命的 林源赶紧询问川奇茂 大倒数是不是回学院了 川奇茂对此也是惊讶无比 他查了一下 告诉林源 大倒数并没有回学院 学院里的大倒数的好友 全部不知道大倒数的下落 林源把能想到的人都通知到了 但大倒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知所踪 就在林源想要报告安保部的时候 京都康建部的人找上门来 你们这里谁是法人 康建部的人严肃无比 亮出证件 就像是要抓人的那种感觉 渡边一目赶紧出来 点头道 我就是正气堂的法人渡边一目 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康建部的居武经二 京都大学的学生大倒数 曾经在你们这里工作吗 渡边一目暗暗一惊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直觉告诉他准备好事 啊 大倒数是京都大学的学生 我们正气堂和京都大学 搞了一个学术上的合作 大倒数是到我们这里实习的志愿者 哼志愿者 恐怕是实验用的小白鼠吧 我们接到举报 你们正气堂涉嫌用活人做实验 别告诉我你们对大倒数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着想 渡边一目感觉麻烦了 因为大倒数的事情他全知道 但这件事情真的说出来 确实是有说不清的地方 既然是检查出了绝症晚期 那为什么不赶紧采取正规治疗 按照标准流程 就应该是赶紧在正规医疗公司 采取抗健部所认可的标准治疗模式进行治疗 中医 虽然也是苍明国各级抗健部认可的治疗手段 但在重大疾病上 抗健部为了保证生命 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就必须要求采取规定的医疗救治 不管在哪里 死的人都是一件无比麻烦的事情 抗健部要是允许任何形式的治疗手段 一旦出了人命 就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指责 所以细化治疗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强制的标准化 说白了 就是你死也得死在正规流程下 那样谁都好交代 通常来说 用中医手段治疗绝症 抗健部也不是不认可的 但这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那就是绝对正规 必须要有书面的诊疗资料 这样 出了问题后 就会有一系列的追溯可能 如果有纠纷 就可以追本溯源 看看是不是诊断或者是治疗流程出了问题 然后根据法规处理 而大导数的情况非常特殊 林源因为考虑到检测结果 对大导数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所以才会隐瞒了病情 采取极为保守的秘密治疗方法 这是为病人的生命负责 但是这样的治疗流程 是苍明国康健部所不能允许的 按照他们的观点 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 都要公开透明处理 第804张经变 任何的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苍明国康健部的做法 未必就是完美的 但在明确择权力上 只要按照规则处理 就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路边一幕想了一下说道 居武先生 能不能到里面做做 咱们详谈一下 因为大导数同学的情况很特殊 容我解释一下 特殊 特殊就能够不按照规定来了 你知道吗 大导数到京都国立医院去检查了 他的情况非常糟糕 国立医院采取了紧急救治方案 目前病人已经在输液 正准备进行化疗 而你们居然采取试验的方法 对病人治疗 这是康健部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什么 大导数要进行化疗 胡闹 简直就是胡闹 你知道吗 大导数的身体根本就经不起化疗的折腾了 你这是拿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开玩笑 句武经二 没想到渡边一目的反应会是这么激烈 稍稍缓了一下 冷笑道 渡边先生 开玩笑的好像是你爸 还有你的东里老师 居然给这么危重的病人扎针吃药 你也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了 怎么会有这样荒唐的想法 渡边一目毫无畏惧说道 居武先生 你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已经跟京都大学的校长 川奇茂先生通了气 而且也和大导数的导师交代了 大导数同学的病情十分危重 按照正常的医疗程序 他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哼 这些问题 你还是上康健部说吧 我们会先一步调查 如果你涉及严重毒职 或者是玩忽职守 等待你的僵尸保安 还有 你的老师林源也必须跟着一起走 他同样是涉嫌医疗事故的责任当中 说话间 林源已经知道了发生的事情 鸡鸡猫猫赶过来 发现康健部的人正要把渡边一目带走 林源想上去理论 却是被鬼种会龙栏了下来 林源君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不宜在这里起争执 毕竟 康健部的人是执行公务 我们要说理 就要到康健部去说 林源一下子猛醒 这里可不是东黎 如果妨碍公务人员执行公务 那可是要入行的 这跟东黎可大不一样 在东黎兴许就按照治安处罚处理了 这里可是要进监狱的 到了康健部 情况可就大不一样了 你可以进行任何刑事的申诉 甚至在觉得不熟悉流程的时候 可以聘请专业的律师 在康健部 林源找到了处理案件的相关负责人 说明了大倒数的情况 以及采取一系列治疗的苦心 林先生 也许你的初衷是好的 但非常抱歉 你所采取的治疗方法 是我们康健部所不能认同的 提起医疗监督的是京都国立医院 他们出具了大量的证据 说明你的治疗方法 严重耽误了大倒数的病情 无异于是谋杀 这件医疗案件 恐怕康健部都不能决定 林源咒梅道 京都国立医院 怎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林先生 京都国立医院在给大倒数做检查的时候 对病人进行了询问 结果知道经过 因此国立医院才会向康健部举报这件事情 因为涉及到人命 康健部非常重视 要进行最详细的调查 林先生 还请你配合我们 现在大倒数的情况怎么样了 林源对于自己的情况倒不是很关心 现在他最关心的 恰恰是大倒数的情况 大倒数的身体 根本就经不起折腾 京都国立医院要是进行放疗或者是化疗的话 大倒数有可能就会马上死掉 这个就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了 大倒数正在接受正规的治疗 他很好 你只要交代你自己的问题就行了 你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要陨落 你一个康健部的高管 难道就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吗 因为林源不是正气堂的法人 所以他和鬼种灰龙兄弟俩都在接受证人调查 他们三个就能在一起 鬼种灰龙一听说大倒数在接受正规治疗 立刻就跳了起来 你是谁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当心我告你妨碍公务 林源真的有点无语 看来在哪里都是一样 都感觉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 拥有绝对的权威 只不过 东里管用的词语是让你走不出去 而这里则是以法律威胁 鬼种灰龙毫不畏惧 上前一步合道 好啊 你告诉我 你知不知道 有可能就因为你的麻木不仁 一个生命就可能凋谢了 我看看是我妨碍公务罪责大 还是你疏忽致人死亡的罪过大 你不要在这里搅闹 否则我会通知安保员的 你叫什么名字 你也是正气堂里的人吗 我是鬼种灰龙 北海道鬼种家族的人 需要详细的资料 可以跟北海道安保员联系 什么 你是鬼种家族的人 这 这 鬼种先生 您怎么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林渊诧异了 真没想到鬼种家族竟然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竟然能够让京都康建部这么紧张 不必说了 叫鬼种一男给我出来 快 那个主事的高管脸上殷勤不定 半赏 点头道 鬼种先生 您稍等 我马上通知鬼种总经理 林渊心里一下子活泛了 怪不得这个人听了鬼种家族会这么惊讶 原来这里的总经理也是鬼种这个姓 没准 鬼种灰龙嘴里的鬼种一男 就是鬼种家族的人 忽然 林渊想起来了 鬼种灰龙曾说有个不争气的儿子 听他叫喊康建部总经理鬼种一男的语气 可真像是老子叫儿子的声音啊 过了一会儿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这人一看那样貌 谁都知道是鬼种灰龙的种 混蛋 鬼种灰龙一看见鬼种一男进来 咬牙切齿 上来就准备抽嘴吧 鬼种克兰赶紧拦住 灰龙 你想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要打死这个不孝子 我们费心费力救人 他却是拦阻我们救人 这已经跟我们家族的原则水火不容 今天我要执行家法 看得出来 鬼种一男对于老子还是心有余悸的 别看在康建部有多风光 但在父亲的眼前还是胆虚的 鬼种一男退了一步 王鬼种克兰的身后躲了一下 鞠躬说道 大伯 父亲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怎么来了 是让你手下的人给抓来了 我们在那里单经节律救人 你们不帮忙不说 还敬给我们添乱 你这小子 我不收拾你 简直就是愧对鬼种家族的祖先 林元见鬼种灰龙有点疯狂 赶紧和鬼种克兰一起把鬼种灰龙抱住 鬼种先生 请息怒 有什么事情先了解清楚再说啊 怎么能动手呢 鬼种克兰跟着劝道 是啊 一男都这么大了 而且是康建部的总经理 当着他属下的面 你这不是一点面子不给吗 大哥 难道你忘了鬼种家族的祖训吗 救人治病 乃是上天赐予我们家族的义务 违背这个原则 就是违背天理 是要严惩的 今天就让我来教训教训这个违背祖训的家伙 灰龙 这都是没影的事情 一男怎么违背祖训了 明明是你太激动了 灰龙 咱们有事说是 不要这样好不好 鬼种一男 见大伯和一个年轻男子抱住了父亲 惊魂烧定 对着旁边的人一摆手 旁边的属下知道是怎么回事 赶紧流出去了 鬼种回龙非常生气 盯着儿子就像是看着仇人一样 幸亏有鬼种克兰在这里 不然林园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鬼种克兰让大家都坐下 把林园介绍给了侄子 然后问道 一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大倒树的事情怎么就闹得这么厉害 大伯 我不知道你二老也参与进来了 就是接到了京都国立医院的举报 我们例行公事罢了 例行公事 你知不知道 就是因为你的例行公事 把我们苦心研究的治疗计划都给打乱了 一男 我问你 就算是你例行公事 大倒树这个年轻人要是因此丧命 你难道就不会感到愧疚吗 父亲 我知道您对于治病救人是非常看重的 但是 人家京都国立医院没有错 是那个大倒树过去要求检查的 结果查出来问题 那里的医生问明情况 以为是碰到了男人做实验的不法机构 父亲 国家是有严格法治的 这不是谁诚心要做的 鬼种灰龙还要发火 却被林园拦住了 鬼种先生 现在多说无意 赶紧问一下 大倒树有没有做化疗 鬼种一难知道事情严重 没等到鬼种灰龙说话 马上就打了电话 询问大倒树的情况 做化疗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需要集成时间的准备 可是前期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树叶的过程中 大倒树出现了极为不良的反应 目前昏迷正在抢救 第805章回天无数 林园新说不好 他最怕的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大倒树的身体出现恶化 有可能马上就会陷入到极其危险的境地 鬼种先生 能不能赶紧去看看 恐怕会有不好的结果 但咱们总要努力一下 鬼种灰龙狠狠看了鬼种一难一眼 鬼种一难哪敢说话 赶紧安排亲自带着这三位去国立医院 鬼种一难跟国立医院的医生说明了情况 林园三个患上了吴军服 进了重症监护室 大倒树双目紧闭 书液还有呼吸辅助的设备全都用上了 林园赫然发现 大倒树的脸色 已经由原来的灰蒙蒙的样子 隐隐有了黑气 林园抱着试试看的心情 给大倒树搭了卖 半晌摇头叹息道 不行了 油镜灯枯 家属来了吗 鬼种灰龙上来也给大倒树搭卖 他的诊断结果跟林园一样 没有任何的希望了 如果不是在重症监护室 鬼种灰龙真的想开吗 也许 使用林园的中医治疗方案 未必就能治疗好大倒树 但最起码 大倒树的病情是稳定的 不会像这样马上就不行了 国立医院的院长佐藤健 应陪着鬼种一男 见林园问起 说道 已经通知家属了 他父母估计很快就要到了 众人从监护室里出来 鬼种灰龙再也忍不住了 点指着鬼种一男和佐藤健 应和道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正规流程的治疗吗 病人的病情本来非常稳定 现在恐怕连跟父母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你们 你们简直就是谋杀 林园赶紧劝住了鬼种灰龙 其实 他心中何尝没有这样的愤慨呢 不过 鬼种一男和佐藤健应 他们两个也是为了病人的生命着想 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也都是按照史下最通行的医疗手段救治 想到这里 林园就感觉到心痛 没别的 这是因为世界范围内 对于中医的偏见还是根深蒂固 认为中医的治疗是非正规的 出了事情就要负完全的责任 鬼种先生 不要激动 说到底 就是中医在人们认知中的地位问题 这个问题 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佐藤健应也很不高兴 他知道鬼种父子的关系 没有理会鬼种会龙 但对于林园他就不必那么客气了 这位先生给大导树进行治疗的想必就是你爸 真难以想象 大导树的身体都到了那个样子了 你居然还给他扎针吃药 这些能够解决他身体的问题吗 简直就是胡闹 这分明就是拿着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还没等林园说话 鬼种灰龙就忍不住了 佐藤 请你说话客气点 林园大师可是中医界难得一见的高手 就算是我们鬼种家族 都要敬重几分 你知道吗 大导树的病情 是林园大师一眼看出来的 而且开始做的血肠规检测结果 跟现在一比 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说着 鬼种灰龙 从身上掏出了大导树两次检测的结果 递给了佐藤健英 佐藤健英一看 脸上浮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这怎么可能 这检验结果 鬼种灰龙冷笑道 难道佐藤先生怀疑正气堂的检验结果 这是无需怀疑的 因为这东西造不了假 一看检测纸张的新旧 就知道这东西是被很长时间人手磨缩折叠后的样子 而且上面的各项数据都是电脑打印出来 上面的日期和数据那都是能在电脑上确切查出来的 用这个造假简直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让佐藤健英吃惊的就是前后两份数据的变化 第一份数据 差不多就是宣判死刑的数据 这个是绝对错不了的 佐藤健英这个判断能力是有的 关键是下一份数据的变化 红细胞明显增加 变异血小板几乎没有了 这是明显好转的迹象啊 前后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这要是在西医治疗当中出现类似的状况 完全可以用创造了奇迹来形容啊 佐藤健英看看鬼种灰龙 又看看林元 脸上惊诧的表情简直无以复加 林大师 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怎么做到的 西医也有个好处 那就是数据一出来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佐藤健英马上换成了礼帽的面孔 可大导树同学最严重的病症 并不在血液 其根源是在脾脏 所以我用针灸采取逆五行的治疗方法 强行保留了大导树脾脏的仅有的一点点精华 然后再用汤药一点点进步 这样虽然不能完全逆转病情 但只要脏腑恢复 就或许能够创造奇迹 只可惜 可 一声叹息 倒出了太多的无奈 说是错误的方法害了大导树也好 说是偏见害了大导树也好 现在一切都已经不可逆转 林大师 现在您还有什么方案吗 佐藤健英已经从检测报告中看出了效果 这时候希望林圆能够有回天之术 不行了 大导树的身体就好像是即将溃低的大坝 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任何的意外伤害 归院检查发现他的身体还有变异的血小板 给他打了相应的药物 要知道 所有的药物都是有毒性的 一般人能够抗住药物的毒性 而大导树却是不可以 鬼种灰龙真的希望能听到林圆还有办法 这时候 他的心也凉了 是啊 大导树的身体 被林圆大师强行封住正常气机运行 而这时候打入的治疗药物 就相当于是再次强行启动了大导树的身体抵抗机制 他的脏腑会强行运转 抵抗外来的毒性 精华殆尽 可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 西医的一些东西 有点类似于疫苗 这东西带有一些毒性 进入人体体内会刺激人体自身的免疫力 从而达到对病毒或者是细菌的免疫能力 一些杀毒杀菌的药物 同样不仅仅对人体内的病毒细菌有作用 对人体也有伤害的效果 一般来说 人体是能够扛过这样的伤害的 在控制病菌数量之后 人体实际上是靠自身免疫力战胜疾病的 然后慢慢恢复 但这一切对于大导树是不成立 因为他的身体经受不起任何的轻微伤害了 这也是林源在用药伤一场小心 甚至是向鬼种灰龙求助的原因 众人一阵沉默 这个结果 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但却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众人的眼前 别说是一个医生 就是一个普通人 在看到一个年轻生命就这样隐落的时候 都会感觉到那种深深的悲哀 左腾剑英勤几人到了他的办公室 气氛依然没有改观 鬼种灰龙甚至闭上了眼睛 在他眼里看什么都是不顺眼的 林源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问道 左腾院长大导树为什么会来这里 你知道具体情况吗 嗯这个我知道 据当治医生讲 大导树到这里检查 点名要检查血肠规 当治医生感觉很奇怪 就问是怎么回事 他说 最近在京都大学附属医院 他总是被扎针喂药 还检查血肠规 他就怀疑 是不是自己有了什么病症 而周围的人一直瞒着他 听到这话 林源和鬼种兄弟明白了 大导树毕竟是学医的 告诉他的那些借口 他可能一时半会不会怀疑 但时间长了 自己肯定是会有想法的 他知道在林源他们那里得不到答案 就跑到这里检查了 一查血肠规 什么就都明白了 大概是当治医生觉得 林源这些人的做法太不对了 就上报给康剑布了 才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然而真相是出来了 但事情的发展 却是远远超出了可控的范围 众人再次陷入到了沉默当中 过了能有一个多小时 护士进来告诉佐藤剑英 病人的家属来了 众人赶紧出去 大导树的父亲 搀扶着已经接近崩溃的 大导母亲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 十分抱歉 令狼的情况很危险 我们没有能力挽救令狼 请你们看看令狼吧 佐藤剑英标准的鞠躬道歉后 引领着大导树父母 进了大导树的病房 林源和鬼种兄弟俩也跟了进去 大导母亲看到儿子的样子 就一下子瘫了 要不是大导父亲抱着 肯定会躺地下 佐藤剑英是一护士 把大导母亲搀扶到另外的地方 有些话 还得跟病人家属说 大导先生 请原谅我的无能 大导树同学 已经 已经 请您还是好好安慰一下孩子的母亲吧 大导父亲想忍住泪水 却是怎么也忍不住 两行热泪扑速速流下 各位已经尽力了 这我知道 感谢各位对大导树的厚爱 我想问一下 大导树 还 还能跟我们说几句话吗 佐藤剑英脸上露出了蓝色 现在使用强心针等药物刺激 或许能够让病人清醒一下 但说话 恐怕是做不到的 大导先生 我倒是能够让病人开口说话 不过 我一出手 病人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了 第806章源头 林元能够体会此时父母的心情 毕竟 这是生死诀别 能够说上一句话 或许是生者对于死者 也是死者对于生者的最大的愿望了 这这 大导父亲看看林元 又看看佐藤剑英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佐藤剑英赶紧说道 大导先生 这三位都是中医界的知名医生 请相信他们的话 大导父亲看看儿子 又看看林元 半赏 点头道 医生 请您出手吧 不过请您稍等一下 我要跟孩子的母亲说一下 说完 大导父亲就像是瞬间苍老了十几岁一样 脚步蹒跚去找大导母亲了 过了能有半个小时 大导父亲几乎是抱着大导母亲来到了病床前 这位医生 麻烦您了 大导父亲深深义工 是以林元可以动手了 林元点点头 对于鬼种灰龙几人说道 几位 你们需要配合一下 佐藤院长 麻烦你把大导树同学身上的所有设备全部去掉 鬼种先生 麻烦你把大导树同学身上的衣物去掉 还有 你封住大导树的哨音心包经和少阳心经 佐藤剑英和鬼种灰龙按照林元的吩咐做事 林元则是从手腕上取下了金针 他站立在大导树的身前 闭上眼睛 他需要绝对的安静 绝对的专注 鬼种灰龙行针 林元几乎都能够感觉到 恩鬼种灰龙风注了要求的经脉 林元睁开了眼睛 微微一视大导树的脉搏 已经微弱到几不可查的地步 林元一只手按在了大导树的胸骨上 另外一只手母十中三指捏针 用外掌严固定助手 忽然一碍金针 那柔软的金针 顺着大导树肋骨的间隙就扎了进去 鬼种灰龙兄弟可是行家 知道这功夫有多难 两人都提前捂住了嘴 生害一个激动 就喊了出来要知道 能见识到临床用金针的 简直就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林元开始的时候入针极快 刹那间就扎进去三寸 忽然 林元的动作变得无比缓慢 金针可不是用力往里口 而必须是碾针靠旋转的力量往下走 林元的手指一长缓慢 但却是无比连贯 鬼种兄弟都能看出 林元只是放慢了速度 但整个动作没有一丝一毫的停顿 哒哒 林元脸上的汗水滴落 落到了大导树的身上 病房里鸦雀无声 这汗水的滴落声 都是那么的清晰 林元此时所有的注意力 全在手上的感觉 从触觉上 林元能够感觉到大导树微弱的心跳 现在 林元需要的就是把金针停留在大导 树 心肩 脂肪 那就是膏肓所在的位置 前一点刺激不了心脏 深一点 大导树马上就会死掉 生死就在毫厉之间 针尖徐徐前进 这样的速度 就连蜗牛的爬行都比不上 一点点接近心肩 林元手指猛然停滞 成功了 啊 此人一般的大导树 发出了连续的叫声 他苍白的脸 瞬间变得无比红润 林元松开手 向后退了一步 一阵阵眩晕 让他亮亮呛呛 一针断生死 让林元几乎虚脱过去 鬼种灰龙赶紧上来扶住了林元 对大导树父母说道 两位 抓紧时间吧 说完 鬼种灰龙扶着林元走出了病房 我没事 喘几口气就好了 林元在病房外的椅子上坐下 让鬼种灰龙不要担心 看林元喘息几口恢复 鬼种灰龙十分敬佩道 林元君 这就是传说中的断生死吧 真是神乎奇迹 以前 我太狂妄了 认为只有苍明国才是中医的发扬之地 现在 我说回我的话 诚挚向东离中医表示歉意 说完 不但是鬼种灰龙 一起跟出来的鬼种克兰 都对林元深深一躬 鬼种先生 无必如此 天下中医是一家 只要大家都秉承中医玄乎济世的思想 就都是一个师门祖宗出来的 鬼种灰龙还想说话 却被病房里的哭声给打断了 现在 大倒数一家人生死诀别 鬼种灰龙指的不语 毕竟 尊重生离死别 是人所应有的道德 十分钟过后 左藤建英出来沉痛说道 病人走了 和家属交流了很多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了 林元大师 请原谅我之前对您的无礼 我向您郑重道歉 说着 左藤建英给林元 锯了一个九十度的大功 左藤院长 出现这样的事情 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我只希望 你能够从这次的教训中汲取经验 以后碰上类似的事情 多几分谨慎 我一定会记住林大师的教诲的 虽然说每一次观念的进步 都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 一个年轻的生命 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左藤院长 有件事情 你不觉得奇怪吗 大倒数的身体很强壮 但却是染上了这样的致命疾病 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是的 我也在怀疑这个问题 等病人家属情绪稳定了 我给家属做个检测 看有没有可能是家族遗传的因素 还有 林大师 我希望您能够参加这样的诊断 嗯 我一定会的 大倒数的病情 我感觉不是那么简单的 我甚至有感觉没有遗传的因素 这个 需要检测结果说话 之前的猜测 是没有道理的 鬼种回龙说道 左藤院长 出了这样的事情 想必您也十分难过 但请您相信林元大师的判断 你应该知道东离国有个扁鹊建蔡桓公的故事吧 林元大师 就是擅长扁鹊忘起实病的绝学 大倒数的初始诊断 林大师就是这样判断的 我想 林元大师已经心里有了一定的结论了 左藤剑英再次惊诧了 他虽然是西医 但对东离古文化还是知道的 扁鹊的忘起诊断 他一直是以为杜撰出来的东西 没想到 林元竟然有这样的记忆 如果没有见识到林元的断生死绝迹 左藤剑英或许会怀疑 但现在他或许还有怀疑 可信任的程度却是大幅攀升 大倒数父母悲痛欲绝 左藤剑英劝解一番之后 提出了大倒数的病情有疑问 希望能够给他们抽血化验 一听说儿子的病情有疑问 大倒数父母马上同意左藤剑英的请求 过了一段时间 左藤剑英拿着血茧报告 给林元和鬼种兄弟看 家属没有任何的问题 排除了大倒数是因为遗传的原因致病 那么他得这样的病就很有疑问了 林元点头道 不错 大倒数致病原因很可能非常特殊 我想到了一种可能 大倒数如果接触到大剂量的放射性物质 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鬼种灰龙说道 嗯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常有可能了 大倒数是学医的 京都大学医学类授课 应该有这样的设备 说到这里 几人的脸色都变了 都想到了同一个问题 如果是设备出了问题 那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大倒数一个人 林元赶紧给川奇帽打电话 让他马上检查京都大学的放射性物质设备 看有没有什么披露 为了稳妥起见 林元建议所有接触过放射性设备的学生 全都进行一次血检 人数要是实在太多 可以分散到现在 是正气堂的附属医院和国立医院 即刻检查 反馈回来的消息让林元不解 也非常震惊 京都大学的放射性设备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在医学类学员之中 却是检查出来两个跟大倒数一样病症的学员 这样的情况 别说是林元几个紧张了 就是当地的行政部门都紧张了 康建部把相应情况一通报 京都各个部门全部都启动了疾病预防紧急预案 通常情况下 只有在发生重大传染病的时候 才会启动这样的预案 像白血病这样的非传染疾病 是不会启动这样的预案的 但这一次的情况非常特殊 京都大学的大倒数三名学员 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患上了这样的疾病 这不是巧合 而可能是有内在必然的联系的 只不过 这次所针对的仅仅是放射性物质 保安署通过媒体向大众宣传 要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不要取见 而是要马上报告安保部 告知详细的位置 由专业的人员处理 康建部联合安保 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查找放射员上面 通知所有的拥有放射员设备的公司 务必落实本机构的放射员设备 有没有丢失 有没有损坏 务必如实上报 同时 对大倒数的另外两名同学 也展开了相应的调查 林元本想也参与到调查当中 但他和郑气堂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康建部关于大倒数的医疗举报 仍然没有结束 因为大倒数的死亡 京都地方行政部门非常重视 康建部因为接到了关于郑气堂的投诉 涉及到敏感的死亡案件 所以还要进行进一步核实 最倒霉的要输鬼种一难了 因为事情的发展已经是很严重了 根本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鬼种灰龙就感觉是他从中作梗 狠狠把他训斥了一顿 第807章12个自发调查者 林元倒是看出门道来了 因为大倒数三人 恐怕是因为突发性的时间而染上了绝症 因而地方行政部门很重视 所有的细节必须要搞清楚 不然以后是没法面对公众的 因而林元反而劝劫鬼种灰龙 反正事实是能够经得起检查的 左藤建英都能够给做证事误会 查查反而不是什么坏事 然而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京都地方行政院联合京都地方康建部 邀请了十余名苍鸣国国内的知名专家 由鬼种一难负责 要对正气堂还有林元鬼种兄弟进行执政调查 在这个过程中 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调查根本就没法进行了 杜鞭一幕 林元 鬼种兄弟做好了 等候专家根据掌握的资料执政 谁知道 这些专家到了 有的跟林元和杜鞭一幕打招呼 有的则是向鬼种回龙兄弟鞠躬 邀请到的西医专家 有两个跟杜鞭一幕是认识的 毕竟杜鞭一幕是苍鸣国国内的顶级西医专家 在各种同行业界的交流会上 认识很多人 即便是不认识杜鞭一幕的 都有不少听说过正气堂和林元的 因为急责俊雄事件 许多的苍鸣国医疗机构都想着跟林元合作 而邀请到的苍鸣国中医界名流 在鬼种兄弟面前那就是小自卑 别看有的人年纪跟鬼种兄弟仿佛 但真的按照备份算起来 最起码是师父那一辈的 鬼种一难和联合调查小组的人非常尴尬 本来是对证据进行治症 会总成一个专家结论 这下可好 竟然成了医生见面会了 最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一名苍鸣国中医说道 鬼种总经理 抱歉 今天的治症我不能进行了 请您另请高明 鬼种一难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他还不能点破 只能看看身边的调查小组人员 手下马上心领神会 说道 这位先生仅仅是治症而已 对整个医疗事件中出现的一些治疗方法 治疗手段进行评估 看看有没有违规的地方 有什么不能进行的 不好意思 我的师父师从鬼种先生 算起来 我是被治寻者的徒孙 我能力水平怎么能跟鬼种先生相提并论呢 若是治症他老人家 我会被同行耻笑的 抱歉 我只能作为旁观者了 还没等调查小组的人再说话 另外一个中医也说道 真对不起 我也不能治症鬼种先生 我们九州安和医院跟鬼种家族是合作伙伴关系 我如果治症难免会有回护的嫌疑 出于避嫌的原则 我也请求退出 我也只能当个旁观者了 到来的中医专家一个个退出 最后就剩下两个一连猛圈的家伙 一看中医同行都退出了 他们赶紧也找个借口退出了 鬼种一难探口气道 如果中医专家都退出了 那只有西医治症才定 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啊 话音刚落 一个西医站了出来 鬼种总经理 不好意思 我也不能治症了 因为杜边一目先生是我同学校的学长 我们虽然不认识 但在毕业之后曾经交流过 根据治症回避原则 我也要求退出 万分抱歉 还没等鬼种一难说话 另一个西医说道 鬼种总经理 我虽然和杜边一目先生不认识 但我们的机构正在准备接下林园先生 要展开慈善医疗救助 因为有利害关系 所以我也不能参加治症 邀请的西医专家团一点也不比中医强 到最后 也就几个西医傻站着 最后 这几位也不好意思了 鬼种总经理 您认为治症还有意义吗 还是停止吧 剩下的几个西医诚恳说道 鬼种一难真的有些束手无策了 他看看林园几个人 又看看身边的手下 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林园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于鬼种一难来说是多么的穷迫 所以出来打原厂道 鬼种总经理 我看不如这样 到场的都是中西医方面的专家 可以根据大导书的各个时期的检查和诊断结果 做一个最终的定论 有了这个结论 到时候就算是有意义 也可以再进行治症 鬼种一难听了 不觉眼睛一亮 这便通这一方面 鬼种一难是非常佩服东立人的 有的时候 东立人就善于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路 专家组虽然不能治症 但却是可以下定论的 以后就算是有不同声音 也可以对结论进行治症 这虽然有转接概念的嫌疑 但现在最好的办法也就是这样了 很快 原本进行治症的一场会议 变成了专家组研讨病例的会议 左腾健应是这些人中出动最大的 因为大导书的死去 虽然跟他没有直接的关系 林园的治疗方案 未必最后就能够让大导书健康存活 但不管怎么说 林园的治疗方案是有效果的 大导书两次的血检结果就在那里 无论是谁也抹杀不了 因而 左腾健应不但肯定了林园的治疗方案 而且建议在接下来 对大导书的两个同学进行治疗的时候 要优先考虑这样的治疗方案 因为有血检的检测结果 大家对林园的治疗方案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这场治症也就这样收场了 林园最关心的就是大导书的病因 如果仅仅是大导书一个人 可能是启人忧天了 但又出现了两个相似病例 不查跟水落石出 简直就是对不起良心和医德 鬼种一难考虑到林园 对大导书的病情非常了解 就把林园介绍给了京都地区的保安署 安保元正在严密调查放射员的问题 但汇报上来 京都地区附近 没有放射员设备的丢失 而在大导书同学那里 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林园感觉非常奇怪 这不应该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大导书三个 有共同的特点 年轻 而且没有类似的疾病史 就好像是突然之间得了这样的病一样 如果三个人都是巧合得了这样的病 那巧合的概率简直能比得上火星状地球 林园和鬼种兄弟一起看了大导书的两个同学 素珊茂和景上林 因为特别关照过 医院没有对他们进行常规治疗 都在正气堂和林园曾给大导书调治的药物 经过血减和林园三人的把脉 素珊茂和景上林的情况要比大导书强一点 但情况也不容恶观 尤其是两人都知道了自己的病情 有了大导书死去的例子 两个人有些消沉 对此也只能进行心理疏导 林园把大导书的检测结果拿出来 让他们看 两位同学 你们俩也是学医的 能从大导书同学两份血减检测中看出来 其实我的治疗方案是有效果的 但遗憾的是大导书同学因为身体情况太差 而且没有坚持这套治疗方案 所以离我们而去了 景上林露出了少许的奇迹的目光 林医生 您是说我们的病还有得治 鬼种灰龙说道 不是有得治 而是非常有希望 景上同学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林园大师的治疗方案 是最有可能治疗好你们的方案 素珊茂的脸色也好了很多 不管是谁 在绝望之中能够听到有摆脱绝望的途径 最起码是个心理安慰 景上同学 素珊同学 你们回忆一下 你们和大导书同学在一起经历过什么事情 这很重要 你们慢慢回忆 景上林说道 林医生 我们确实是没有什么意外的遭遇 这个问题 在跟安保元的问话中 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我们三个是很好的朋友 私底下在一起喝酒聊天聚会 但从没有干什么出格的事情啊 景上同学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想想 你们三个有没有遇到过突发情况 或者是很不可理解的事情 景上林摇摇头 眼神迷惑起来 忽然 素珊茂说道 景上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还有曾经受京都农林学院朋友的邀请 去做了一项社会调查 我记得啊 京都农林学院的朋友 都是网上认识的 他们说在京都附近海域 发现了白色的污染 约我们一起过去做一项社会调查 我们就一起去了啊 结果不是没什么吗 景上林肯定点点头 这事情在他看来 根本算不上什么 林元清的心里一沉 一种很不好的感觉顿时弥散在他的心头 他赶紧问道 景上同学 你们一共是多少人 到什么地方去调查 哦 我 大岛 还有素珊三个 加上京都农林学院的九个人 一共是十二个人 组成了一个自发的质量问题调查小组 到京都附近海域去 调查农林学院好友发现的白色污染 林元的心一个静往下沉 问明了调查小组的人员名单 他让鬼种克兰跟景上林两人继续说话 他则是拿着名单 和鬼种灰龙一起找到了京都保安署 负责这起调查的村上柳先生 村上先生 有重大发现 请务必找到这几个人 带到这里检查 一八百零八张障害丹 一般来说 医疗结构都会储备一些药物 而且各种药物的种类会很齐备 但像受到放射性物质伤害的人群 不但所产生的疾病是灾难性的 而且没有什么特效要能够立竿见影解决问题 就像是对大导树的病例 林源采取的是逆五行针灸控制法 强行将大导树的脏腑精华保住 然后慢慢调理大导树的脏腑功能 然后慢慢解决身体的问题 如果京都正气堂所留下的患者 都是跟大导树一样的病情 林源加上鬼种兄弟和渡边一幕 类似也无法做出有效的治疗 虽然留下的病患没有大导树那样严重 但这些人病情的发展 却是朝着大导树那样的病情发展 这个过程几乎是不可控的 针对这样的病状 确实是没有特效药物 哪怕是能够控制一下病情 都不可能 面对这样的病情 西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西医很大程度上 就是等病情出现后 再研究对策 进行治疗 而这些病患要真的到了大导树那样的情况 就只能是采取放化疗 不但病患的治愈率低的惊人 而且费用是个无法估量的天文数字 中医有控制病情恶化的办法 但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 就需要单个分析情况 根据病患个人的体质 采取不同的有针对的措施 如果时间充裕 林源倒是可以和身边的人 一一做出有针对的治疗 可这些病患却是等不起 治疗了十几个甚至是几十个 剩下的几百人该怎么办 等那些没有经过及时控制的病患 发展到大导树那样的地步 那就只能接受大批量的病患死去的结局 面对如此的困局 林源也陷入到了深深的苦恼当中 林源想了诸多的办法 但都是无法应对如此数量的患者 最后 林源给周传婷去了电话 林大师 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了 是不是要到南云来啊 要是来的话 告诉我日期 我亲自接你 周老说笑了 我现在在苍鸣国碰上了极为棘手的事情 想请周老帮忙想想办法 那就说吧 林大师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林源就把自己碰到的情况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 周老 现在渡边一幕在京都开设的正气堂 挤满了大量的受到放射线伤害的患者 他们的病情暂时不会要命 但身体却是朝着不可逆的方向发展 我要是单独治疗一个人没问题 太多我就忙活不过来了 林大师 你的意思是要我过去帮忙 不不 周老您这么大的岁数了 哪里能够经得起这样的周车劳顿 我是想请问您 有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物 能够控制这样的病情 周老想了一下说道 林大师 我这有种很生僻的成药 或许会有效果 这是脱胎于苗药配方的一种中成药丸 不过因为产量极低 也不会搭皮量供应的 周传廷给林源解释 这种他给取名叫杖环丹的药物 是根据苗医的药方改良而成的 要知道 苗人所居之地 多是人际罕至之所 而且鳄山密林居多 因为地理气候的原因 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瘴气 一般的瘴气 苗人经过了几千年的接触 都有了抵抗能力 但碰上很强的瘴气 也会出现大病和死亡的例子 就是针对瘴气 苗医曾前心研究出了针对瘴气的药方 这药方被周传廷在苗区游历的时候被得到 本来这样的药方对周传廷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因为别说是别的民族的人了 就是苗人 也都渐渐走出大山 融入到外面的世界 这样的方药 可以说需要的人群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但周传廷作为一个严谨的中医人 觉得这个药方毕竟是东黎民族智慧的结晶 不但保存 而且经过了改良 制成了药丸 药方是被保留下来了 但账还单只不过生产出来十几粒就停产了 因为账还单所需要的珍贵药材非常之多 一粒的成本价就在几千元之多 而且还没有需要的人群 就被周传廷当作是标本保留下来 周传廷分析 受到放射性伤害的人群 其实跟受到瘴气攻击的人群有着很大的共性 那就是自然界极为特殊的极端恶劣环境 对人体造成了全方位的伤害 账还单的效果 周传廷还没有在临床中见到过 但根据他的经验 这东西对于身体的全面恢复 有着极为显著的疗效 对于放射性物质伤害的病例 周传廷没有接触过 但他通过一些当代的医学病例 知道患者大体的情况 所以他才会推荐这种丹药 周传廷的话 也在林源的意料当中 毕竟 他这个接触新时代的中医都有些束手无策 更何况是周传廷这样的老中医呢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林源让周传廷把所有的账还单全部快递过来 接到药物 林源和鬼种兄弟做到了一起研究 鬼种兄弟一捏开账还单 就被震撼了 要知道 鬼种家族所养账的 就是对中医药材的精神研究 制造出非常精良的中成药而著称 但看了周传廷的制药 鬼种克兰常叹道 井底之蛙 井底之蛙啊 本以为鬼种家族是世界上最强的中成药制作世家 没想到 东离一个边陲之省 竟然能够制成如此精致的药物 鬼种回龙同样是感叹 是啊 鬼种家族强调的是精益求精 直到林源君指点 才知道许多的药材 并不是经研细末才能发挥最好的药效 看看这药丸就知道了 林源心中嗤之以鼻 在鬼种眼中 苗疆是边陲之地 但是在东离国人眼中 苍鸣国有何尝不是弹丸之地 虽然心中不屑 林源还是孝道 鬼种先生 您也不必妄自菲薄 这位周传庭大师 乃是东离中医制药的顶尖高手 在东离那是难有望其向背的 我那日告诉您的处理药材方法 就是来自于这位大师的教会 啊 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的高人 忙完了事情 我一定要亲自登门拜会这位大师 林源君 请您务必给我做个引荐 没问题 这件事情好说 鬼种先生 你们看 这杖环丹 可以用做临床药吗 鬼种克兰 把一粒杖环丹 完全捏碎 一边闻着 一边放一小块在嘴里 轻轻咀嚼 半晌 他说道 林源君 虽然不能确定有没有疗效 但病人服用 肯定是没有副作用的 林源点点头 看看总共15粒杖环丹 想了一下说道 这些药分散开使用 见不出效果 这样 我们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使用 看看有没有效果 这个建议 得到了鬼种兄弟的认同 三人研究一番 决定就在井上林的身上 试验一下杖环丹的效果 在征得了井上林的统一后 林源给井上林用了杖环丹 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事 井上林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 精神状态就好得出奇 虽然在血减指标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根据脉象 井上林的气急明显好了很多 鬼种灰龙惊叹道 神药 简直就是神药啊 看来 无论什么时代 总会有创造性的壮举 绝对不是说我们继承了 前人的文化遗产 就要比前人聪明了 林源点头道 是啊 当代人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 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聪明 从眼界这一方面来说 或许是这样的 但别忘了 前人是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 人类本身的身体 是无法跟搭自然和其他的生命种群对抗的 唯有通过自己的智慧 才能安身立命 鬼种克兰同样是一脸惊诧 可 幸亏是周传庭大师这样的纯粹中医人 否则 谁会把一种几乎没有商业价值的药方保留下来 而且 在原有的药方基础上改良 林源君等忙完了这段时间 请您给介绍 我将和灰龙一起去向这位大师致敬 行 没问题 两位 现在可以可以把账还单当成是特效药 用于临床之上 鬼种灰龙说道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 当然是直接可用了 鬼种克兰却是迟疑道 还是问问一难的意思吧 要知道 这样还单是好药 但毕竟没有经过大量的临床检验 也没有国家明令允许 咱们用药还是谨慎一些 林源理解也认同鬼种克兰的话 有些事情 看上去和情合理 但未必就是合法 别说是在苍明国 就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大批量的临床用药 都是要经过非常苛刻的审核的 因为药品可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的 苛刻的要求 本身是无可厚非的 尽管鬼种灰龙觉得应该马上用药 但涉及到法律问题 他还是乖乖听从了大哥和林源的意见 找到了鬼种一男 林源把事情一说 鬼种一男也感觉有些难办 鬼种一男是绝对相信眼前的三人的 别人不说 就说他老子 那绝对是把规矩看得比面还重要的 要说他老子出于利益 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 推广药物 打死他他也不信 这老爷子绝对是认死理 严格恪守传统规矩的老古董 第809章突来的风波 可在敏感的社会关注的世界面前 轻易动用非国家允许的药物 那可是要承担极大的责任的 鬼种一男想了半天 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 表示用账还丹这样的生辟忠诚药 必须要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 鬼种回龙照例把儿子狠狠教训了一顿 但没办法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万一又要出现了不良反应 受追责的可不仅仅是林源几个当事人 和鬼种一男自己 连带着京都地方抗建部 还有国家抗建部 甚至是地方行政部门 都要受到牵连 林源想了一下说道 鬼种总经理 这样吧 特事特办 你联络一下国内医疗专家 对账还单进行可行性评估 法律是要遵守的 但人命关天的大事 也是需要尽快解决的 鬼种一男想了一下说道 林医生 我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但您最好是有思想准备 医疗界的专家对于药物使用这一块 是近乎变态一样的苛刻 在以往的评估当中 可行性评估就要半年以上 再加上临床检验能上国家允许使用的药物名录 难啊 这个我知道 但我们务必要尽力 这可是涉及到几百人的生死啊 林医生请放心 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来完成这个目标的 鬼种一男倒是真心出力 联络了这方面的专家 说出了账还单这种药物对当前几百名患者的意义 但事情跟鬼种一男想的差不多 大多数的专家都给予了谨慎的态度 这也难怪专家谨慎 常在喝边走 都深知总会失邪的道理 专家们对林园 鬼种兄弟的医术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从心底里也认为这药物会有效果 可凡事就怕万一 万一使用此类未经国家允许的药物出了问题 别说是相关法律制裁 就是民众的口水 都能把你淹死 总之 在专家团这里 药物的疗效是可以初步肯定的 但大范围用于临床 需要谨慎再谨慎 这毕竟是涉及到无数人生命的大事情 其实这结果也在临元的意料之中 他已经不是那个凡事只问目的 不考虑后果的年轻人了 临元最后建议 可否把账还单 当作是一种未经检验的特效要对待 在小范围征得志愿者同意 对志愿者进行临床应用 这个提议还是得到了专家团的认可 其实这也算是专家团给临元开的一个后门 在重大疾病期间 小范围适用有效果的药物 这在法律中是没有明确规定的 在界定违法与否 这是个灰色地带 有了这个艰难争取来的机会 临元才能够把账还单 投入到小范围的批量使用中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账还单即使是在周传庭 这个原始制药者这里 也是没有库存了 联系了周传庭 请求周传庭制药的时候 周传庭也有困难 主要的问题 就是账还单的所用药材 要说账还单的主要药材 并不是十分珍贵的药材 药材不贵的原因是 这些药材的市场需求量 并不是很大 但不代表这些药材 是普遍存在的 许多的药材 都是生长在账区 苗人生产活动的时候 会采集一些备用 或者是用来换钱 因为市场用量少 所以这些稀少的苗药价格 不是很贵 一旦要大量使用 这些药材的价格 马上就会水涨船高 其制作成本马上可能会穿升到万元单价 林渊听了周传廷的解释 感觉这件事情很为难 京都正气糖接纳的病人 需要大量的乘药 先不说账还单的价钱 从周传廷反馈回来的信息中 林渊知道 周传廷面临最棘手的问题 是药材严重短缺的问题 事实上 周传廷听说账还单有用 马上就进行了药材采购 在治病救人这上面 老爷子是从来不含糊的 又一批的百枚账还单地道 接受治疗的人更多了 但这几百例的临床药 无异于是杯水车心 因为一些药材的大量使用 价格应声而长 这可不是当地的苗人乱涨价 而是收购的人收不到药材 就出高价购买 越是买不到 价格就离其增高 到了最后 竟然有人被鼓动到账去去献采药 短短的半个月时间 账还单一些必用的药材 已经涨到了离谱的价位 林渊粗略估算一下 单利账还单的成本价就在五万元 可是账还单的临床效果非常之好 一些没被用药的患者 一看用药的患者神采异议 纷纷也要求用药 都说苍鸣国人的素质高 但在生存压力之下 谁都会变得失控 鬼种灰龙尽管跟病患解释 说账还单制作非常困难 而且是缺少药材 不能批量供应 可病患不管这一套 纷纷联系记者 把这里的情况散布出去 马上舆论又是一编导开始冒充正义了 对于正气堂病患遭遇到的不公正待遇 媒体进行了长篇累读的报道 在报道中 媒体很不负责任的 把问题推到了正气堂的头上 并说正气堂的人在治疗上有偏见 给一部分人治疗 而让另外一部分人只能眼睁睁看着 当有人提出要求时 正气堂的人则是说药量供应不足 报道最后说道 以当今发达的社会 有什么药物是制作不出来的 极度发达的物流 能把任何东西从地球的一端运送到另外一端 所谓的药物不足 就是借口罢了 记者的嗅觉真是厉害 不光把这些东西报道了 而且林渊和鬼种一难的 关于使用药物的一些事情 以及专家团对于药物的评估 全都给挖出来了 其实 国家的法令 具体执法人员的执法尺度 都是为大众健康着想的 而且 专家团没有同一账还单大批量使用 也不是说就是消极的态度 毕竟 药物关系到的是人民大事 怎么谨慎都不能说是有过错的 但记者这么一报道 所有的事情全部变位了 看看题目 就知道民众是怎样被误导的 特别报道 康建部高管官僚做派 特效药申请预冷 阻治医生的无奈 重大发现 专家团评估特效药物 为了自身利益 不敢轻易首肯 导致特效药物不能进入法定用药缓解 极度令人愤慨 相关人员在群体事件中的不作为 放任事态进一步扩大 导致受到疾病伤害的患者无法用药 再次受到伤害 林林总总的报道 颇有些正义斗士的模样 反正是所有牵扯到医疗救治的相关人员 就没有一个是好的 管理部门官僚 医疗人员麻木 对患者不管不顾 总之 除了新闻媒体人 就没有一个是真正关心受到辐射伤害的人 面对排山倒海一般的指责 林园还有正气堂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连京都地方行政署都跟着堂武器 首相特使本来都准备回京述职了 看到这样的情况赶紧留下来继续灭火 事情很容易查清 京都地方康建部的做法是合法的 而且也是合理的 不能因为说战还单用在警上 另一个人身上好用 就能够推广使用 用药的标准绝不是看个案 而是要通过大量的临床数据 经历足够长的时间检测才能大量应用 从这一点上来说 京都地方康建部聘请的专家团也没有错 对于药物的谨慎 是专家必须要有的负责任态度 所有的媒体批评 都是非常欠功能的 而就在这时 网络上又传出了谣言 说是林园和京都正气堂 利用了这次天灾人祸的机会 用以推广自己的新药 结果林园在京都地方康建部那里碰壁 又在专家团面前碰壁 所以意识激愤 才会使出连环的伎俩 先是告诉说药物不足以供应 然后抨击京都地方康建部和专家团 所有的一切 全都是林园精心算计好的 只要这样热潮 林园所拥有的新药 就能够获得很高的认知度 从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这份帖子让京都民众再次一愤起来 纷纷要求京都地方行政院赶快查明真相 环世明一个良好的生活空间 到了这个地步 首相特使也坐不住了 因为首相已经打电话严厉斥责了 按照首相的意思 派你过去就是解决问题的 结果问题不但没有妥善解决好 而且闹得越来越大 都快不好收场了 舆论的压力 加上上级的斥责 让首相特使如坐针毡 无奈之下只好派京都地方保安署 派保安对林园进行约谈 京都地方保安署跟地方康建不一样 都知道林园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知道林园为此付出了多少 因此保安署派出的保安 就是上次跟林园合作过的村上流 村上流得到了上级的暗示 对林园非常客气 林医生 有些事情想找您了解一下 希望您能够配合我的工作 林园被舆论也搞得晕头转向 他倒是不会理会外界怎么说 但有些人的做法就不是那么的道了 有人就专门给京都正气堂打骚扰电话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外 还进行威胁恐吓 第810章丢失的影像资料 林园自己倒是没有接到过类似的电话 都是京都正气堂的工作人员接到的 幸亏这些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园做了多少实事 要不然听了这么多的电话 都真的要怀疑林园做做的一切 是不是跟报道上的一样了 村上流过来了解情况 林园乐的欢迎甚至提出 可以可以把他带回安保部 这样就可以避免无休止的骚扰了 呵呵 林医生 您说笑了 您对京都这座城市所做的事情 相信所有有良知的京都人都不会忘记的 报纸媒体 还有网络上出现的人身攻击 肯定是有人出于某种变态的心理使然 对了 林医生 您在苍明国 有没有什么仇人啊 这话一下子让林园想起了鬼种灰龙说过的事情 鬼种灰龙在京都正气堂开业的时候 过来寻序滋事 就是受了威冷集团古田陵墓的挑唆才来的 真的算起来 古田陵墓算得上是他的仇人 不过 古田陵墓要是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对林园进行攻击 又太过于冒险了 因为有些事情是经不起推敲的 一旦查明真相 做时是古田陵墓指使的 那受影响的可就不仅仅是古田陵墓一人了 苍明国可是个非常注重企业形象的国度 一旦威冷集团牵扯到对公众事业抹黑的事件中 哪怕是古田陵墓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 也会对威冷集团造成致命的伤害 古田陵墓要是这样做 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 他能冒着身败名利的危险来这套 林园也没有避讳 把自己的这些情况都跟村上流说了 村上流感觉也不太可能 不过既然是有线索 索性就查一查 没想到就是这意外的一查 还真查出点线索来 京都时报有一名记者大株一利 这家伙曾经给威冷集团做过报道 为威冷集团写过不少推广的软文 凑巧的是 大株一利跟古田陵墓的关系很好 大株一利做过有关古田陵墓的专访 这个家伙之所以一下子被盯上 因为大部分措次严厉的批评时论都是他写的 而且 别的报道都是犯纸 指向的是郑几堂 而大株一利的指向 却是林园本人 盯上了这条线 再往下一查 这家伙竟然在社交网站上 发表了一系列的帖子 很多都是对林园的人身攻击 最明显的是 网络上所有关于攻击林园的帖子 不管是有没有经过认证的 大株一利全部进行转载 并且加上了自己措次严厉的批评 事情很明显了 都不用推理 就能够推断出幕后的黑手是谁 关键的问题 就是没有证据 林园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 古田陵墓纵然是知道了 他联合桑田家族的人对付他 仇身四海 但他也得掂量掂量一旦事情败露的后果啊 难道 古田陵墓真的就这么不顾一切了 村上留把掌握的情况上报了 首相特使现在是憋了一肚子火 现在看到线索就没别的表示 根据线索一查到底 有了授权 村上留就对大株一利所有的信息展开调查 尤其是他的经济来源往来 是村上留重点调查的方向 很快 大株一利最近一段时间的资金往来 被掌握到了 真是更巧了 在大株一利撰写批评实论的前后 有一个账号向大株一利的账号里分三次打入了1000万日元 而这个账号正是属于古田陵 在苍明国威冷集团总公司所用的账号 村上留申请 请求对古田陵墓的办公室进行搜查 现在首相特使全权负责京都地区的事务 接到申请 毫不犹豫批准了 在古田陵墓办公室的电脑中 找到了脸书的聊天记录 上面清晰显示 这台电脑对大株一利发出指示 要他利用公众的愤怒 写一些抹黑陵渊的实评 而且 许诺的相应的酬金 跟大株一利收到的三笔汇款 分毫不差 有了这样直接的证据 村上留都不用请示了 直接抓捕了大株一利 在证据面前 大株一利没做多少抵抗 交代了自己撰写的一些针对陵渊的实评 都是受古田陵墓指使的 村上留会总了一下掌握的证据 正准备交差的时候 陵渊找到了他 因为涉及到陵渊 所以村上留有些东西 也必须要给陵渊录口供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从而彻底定死古田陵墓 而陵渊录完口供之后 总感觉不对劲 在村上留准备结案的时候 找他说出了疑问 村上先生 您不觉得这证据来得有点太容易了吗 像这样能够惹一身麻烦的事情 怎么会留下这样的证据呢 村上留点点头说道 确实 这证据简直就是摆放好的给我们找的一样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大猪一力亲口承认 古田陵墓工作室的电脑聊天记录非常清晰 所有的证词严丝和缝 再加上您的口供 简直就是无懈可击 林渊点点头 但又马上摇摇头说道 村上先生 古田陵墓现在在东黎 这个您查过出入境记录了吗 查过了 古田陵墓确实是在东黎江州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古田陵墓的办公室 恐怕只有他的亲信才能够自由进出吧 就算是古田陵墓没有亲自做这件事情 但不能排除是他指使别人干的 林渊苦笑了一下 他知道村上留现在面临的巨大压力 限期解决这一说 可不是东黎专有的 放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真相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给公众一个交代 迅速平息社会上的不良影响 本来受到和肺料泄露就够让人头疼的了 加上病患闹 谣言飞 估计许多在野的一些人 早就想找处事者的毛病 现在正好是大肆炒作的机会 报告一上去 迅速平息不良影响 皆大欢喜啊 村上先生 能不能耽误一天的时间 明晚一天递交报告 就一天 我觉得 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再确定一些东西 然后交上报告行不行 村上留迟疑了一下 反问道 林医生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这么做 难道您只是个执拗的偏执狂吗 这对于我来说很正常 因为我是保安 追查真相是我的职责 而您 只是个医生 难道对真相也是必须要了解吗 林远苦笑道 也许吧 之前 我曾和东立的保安合作过 大概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受到了影响 凡事都喜欢想上一下为什么 村上先生 其实我们要做的也并不多 查看一下古田林木办公室周围的监控 我想 会有发现的 村上留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 一旦调阅了监控视频 出现了意外情况 那这份报告就得全部推翻 推翻可不意味着另写一份就行了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恐怕会越陷越深 首相特使现在的眼睛可都是泛着蓝光的 一旦他要是愤怒起来 受牵连的可不仅仅是他村上留自己 不过林源的想法也是值得一试的 看看监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吧 林医生 既然你想看 那咱们一起过去看看 报告我就放在这里 如果监控视频没问题 我就要递交报告了 因为古田林木的办公室涉嫌操纵外面的实论 所以这里被当作是证据现场 暂时封存了 村上留无需再申请 就可以来到古田林木的办公室 找到了保全部门 村上留提出了要看事发当日的监控视频 保全部门十分配合 按照村上留提出的日期 找到了那段监控视频 然而 那段影像资料 居然被删除了 呵呵 有意思了 我们最想知道的东西 居然就这么不见了 林源感觉到这里面的事情不是那么的简单了 村上留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事情 周梅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保全部的管事都傻了 结结巴巴说道 这这不可能啊 影像资料都会被保存半年 然后才会被删除 这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说到这里 管事马上把技术人员叫来 大声斥问影像资料的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也是一连猛圈 连说不可能 林源不想听他们的争执 便让村上留直接问 从古田林木办公室发出聊天信息的那天开始 有谁到过视频监控中心 要知道视频监控中心可是个闲人陌入的地方 按照规章制度 这里是必须要留下两个以上的值班人员 为的就是避免有人刻意破坏监控视频资料 这里平常就很少来人能把一段监控视频资料删掉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但要能够自由出入这里 而且必须是精通监测设备的人 林源判断 删掉资料的人很可能就是监控室里的人 或者是监控室工作人员非常熟悉的人 监控室因为情况特殊 又不会跟其他部门有交集 所以人员应该很好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